美人 我来了 没想到我王麻子 这辈子竟然还能睡到西家千间贵女 这辈子直了 他猛的睁开眼睛 既然直了 就活到这里吧 西洋右手按住左手脉搏 给自己整了个脉 烈焰毒 一种没有男人就会死的毒 中医世家传人 西医十年经历 世界顶尖生物科技实验基地的特工军医 西洋 代号西洋 基地遇袭大爆炸 他眼睛一闭一睁 居然穿越了 原主呢 不太聪明的鸭子 家族争权内斗白热化 前脚不知道被谁下了毒 后脚被树糖妹西云打晕 塞进了冰窖 西洋自小未寒 直接冻死在了这冰窖里 西洋 用了你的身子和身份 我会替你报仇的 谁在那 男人 先去看看货色 兄弟 江湖就急 借根棍子 你是谁 极品男色 这波不亏 看起来好江湾的样子 甚好 连衣裳都不用脱了 西洋猛地扑到男人面前 一把将他推倒在浴床上 男人愤怒至极 却四肢僵硬 毫无反抗之力 只有嘴能动 你好大的胆子 西洋压在他上方 手放在了他裤腰上 西家狄小姐 西洋 说正王 宗正宇 对不住了 卢依尚且偷收 就算你是渔皇大帝 我也得上 放肆狂徒 我要将西家 满门抽斩 那也要等我活下去 你才能掌我 随着西洋一口咬过来 充满戾气和杀气的骂声 都被吞 那是我流的血 我受的痛 你是爽了 疼的是我 你反倒像小媳妇 施了清白 刚才我给你把脉 你中了百丈兵的毒 现在我给你压下去了 目光略过玉床上的一抹红 宗正宇谋色寒厉 那气势颇想要拍死他 哎呀杨姐 你这么做 怎么对得起你的未婚夫 你让咱们西家 怎么跟侯府交代啊 发现玉床上的一抹血迹 杨姐 你糊涂啊 你当真把自己的清白身子 交给了一个低贱的市井书民 杨姐 你素来行事乖张 平时也就罢了 可如今 祖父还卧病在床昏迷不喜 你真不能再荒唐了 你快跟我回去 到祠堂 下跪认错 祖母立来疼你 肯定会帮你想办法的 你一口咬定 我把清白交给了低贱的市井小民 你说什么呢 杨姐 你平时花花心思多 今日看上这家公子 明日又喜欢那家儿郎 可以前 好歹还是好人家的男儿 这一次找的什么寡意儿 是真过头了 云姐 你带了这么多人来捉奸 不如先看看 所谓的低贱市井书民 到底是谁 摄 摄政王 见过摄政王 王爷 此人闯入冰冻 满头是血 倒在冰块之中 看着像冻僵了 不过很有气 西洋一看 是王麻子 他留了一手 没砸死他 便是为了留一个证人 去行宫 摄政王 扰命 昨日一位贵女 给我十两银子 指定我遭她一姑娘的清白 见到人才知道 那是西家贵女啊 你知道我是谁 还敢对我动手 西小姐扰命 原以为办完事后就走 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 所以 这位花了十两银子的气派贵女 你可知道她是谁 那贵女坐在轿子里 小人 不曾得见 她的丫鬟你总认识吧 是她 就是她 给我十两银子的就是她 你不要胡乱攀咬 杨姐 我与你力来走得近 怎么可能害你呢 你何故引导她 把这脏事 往我头上按啊 杨姐 你做错事 还要打我 是不是气人太甚了 你花了十两银子 把我卖给了这么够玩意儿 你一个数三方所出的 谋害嫡系 放在西家内部解决 为了门没干净 也许能饶你不死 但 西云 你非要找这么多外人来看好戏 想让我出丑 这叫 奇差一招 我没有 杨姐 你总不能没差清楚 仅凭着王妈子一面之词 就定我的罪啊 为何不能 我即便是今天把你打死在这 又有谁敢说声 让我来猜猜看 这件事是你一个人干的 还是整个三房蓄谋已久 你松开脚 西家祖训有这么一条 同是操歌者 法杖伺候 男五十 女三十 受刑之后侥幸不死 则逐出族谱 剥夺信誓 潜送相想 永远不得归敬 如果你不肯说 那我就把你带回去 让整个三房来对质 到时候 可就不是你一个人的锅了 给你三个数的时间做选择 三 二 没错 是我做的 很好 王爷明鉴 我是被人谋害 才会出现在你面前 你也听到了是吧 我说你实在是逼不得已 反正你也占便宜了 这件事就翻篇了吧 你们是不是以为 本王脾气很好 王爷 这俩人给我清理门户呗 带我把这狗屁倒造的家务事解决了 回头再来跟王爷研究研究 那叫百丈啥的玩意儿 你看如何 他知道 自己所中的是一种很阴损的毒 只要毒性还在体内 他就会忍不住找男人 而宗正宇体内的百丈兵 是一种寒毒 中年让他感觉只身冰枯 体内的血都是凉的 不想 他能解毒 摄政王意下如何 终于 宗正宇有动作 超文纱挥了挥手 有劳二位小哥替我行西家家法 三十棍 生死不论 这十两银子 当时我请二位喝酒吃茶的 西洋 你凭什么动用私刑 这不是摄政王爷在做主吗 怎么就成动用私刑了 喘叫声响起 三十棍下去 西云人已经晕绝 文统领 劳烦您将人送回丞相府 便将此事前因后果给家父严明 可好 西云被抬走了 最后还省王麻子 拖下去 今日之事是我世纪从权 冒犯了摄政王 可你也不吃亏啊 恰好给你压制了百丈兵 救你于兵窟 宗正宇 输得抬起了手掌 在他捏住了自己脖子的同时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朝他下三路攻去 被逼下流 放手 你先放 不然我就掐断他 无耻 不要脸 上回本王饶了 不想你还敢得寸进尺 要命不要脸 重要 不是吗 摄政王 你本就圣明朗计 今日过后更是身败名利 够 我下去又有何用 不然呢 难不成摄政王想娶我 你权我名声 我娶母猪都不会娶你 那正好 我嫁公猪也不想嫁给你 高冷男人 谁靠近谁后悔好吗 夕阳 实在不行 你还是把我捆起来 对我僵僵僵僵 想用哪个姿势就用哪个 一抱还一抱 我俩要好扯平 咬轻了 这女人什么货子 温宿无济 什么话都敢说 疼 宗正宇一愣 手上力道情不自禁的微微一松 好 我不杀你 你松手 你强我弱 请摄政王先放 比拳是我玩不过你 但我划船不用讲 你行吗 最好如你所言 今日西家的事我得先处理 明日我会登门给摄政王解读 告辞 但摔不过三秒 迈开腿走了两步 你妈 为什么男人过来就完了 只有女人疼 听他骂骂咧咧的狂浪话语 盯着他的背影 眸色莫测 王爷 回府 西家嫡小姐与宁北侯嫡子刚订婚未久 这 他不是愚准之人 必定知道解决此事 日后若有人嚇舌根 把蛇处置 可这女子吃了心白 还是名门望族的嫡女 以后她的日子怕是不好过 明明是她先动 宁北侯若是为难西家 让她来找本王 皇上那边的情况如何 风平浪静 西家的脸都被你这妮女丢尽了 给我跪在这里 果然是西家后院宅斗冠军选手 哼 得多闹残才会跪下去啊 西云社局谋害我 摄政王做主下 我已经为西家清理门户 这件事已经翻篇了 杨姐空口白牙就说是云姐害你 我还说是你害我云姐呢 审问西云 西云认罪 这都是在摄政王眼皮底下进行的 张泽西云的也是摄政王的人 三叔 你好歹也是饱读诗书 若连空口白牙四个字是合一上且不明 不若侄女今儿个开始开班授课 瞧瞧你 反了天了你 你看看你交出来的好女儿 胡天胡地 婚前失真点污门眉 她一个后辈都敢窜上三叔的脸了 祖母 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冲我父亲发什么火 好 你倒是告诉老申 要怎么当 不急 事情一桩一桩的来 我西云可以承担自己做过的事 就问他西云能不能 二哥 西云人呢 云姐被摄政王的人送回来 便抬回三房去了 祖母原话是这样的 我看谁敢赶走云姐儿 同事操哥 祸起萧强不可取 杖则三十逐出门户 这是不是写在家训上的白纸黑字 那是自然 我等西家子弟 一日不敢祸望 法外尚且容情 咱们也并非不尽人情 杖刑已了 今日天分已晚 便先将西云送出丞相府 安置于客栈 明日一早再赶路 谁允许你这么做 杨姐儿 就算你是长房嫡孙女 也没资格代替父亲执行家法 三叔言之有理 我的确不能 父亲 作为一家之主的祖父 重病无法主持此事 你乃长房长子 自当承担 父亲 有失儿子服气劳 此事交给儿子去办 保证妥贴漂亮 那就这样吧 父亲 二哥办事 我们放心 你们长房这样多多逼人 非要逼死我女儿 有意思吗 三叔 你心疼你的女儿 那你就该交好她 不让她出来害人 她又不是我生的 我凭什么惯着她 只要她没素质 谁都别想道德绑架她 母亲 老爷子是卧病在床 但老生还在的 西洋 云锦和你无冤无仇 无冤无仇这个词 祖母用错了吧 您若对摄政王的判决有什么不满 如若我们直奔王府 叫他给您签字画鸭 都害死人了 还说无冤无仇呢 好家伙 他们是想改写字典呢 西家的事 自己人解决就行了 你为什么非要闹得人尽皆知 云锦被赶出去后 他一生就都毁了 所以 西云对我做的事不是毁了我一生 而是成就了我 哎呀 向国寺里的观音菩萨就该站起来 让咱们云锦坐下 你 行了祖母 我正想说这件事 父亲 今日发生此事 我已经不可能与萧家子成婚 有劳父亲请几位叔公一同前往定北侯府 主动退婚 父亲 我已经不可能与萧家子成婚 有劳父亲主动退婚 定北侯乃勋贵出身 祖上几代的功勋 你尚未成婚 便让人家萧世子蒙受羞辱 真当人家这么好糊弄呢 三叔 你女儿干了什么好事 你心里难道没有点二三数 今日之事是西云谋害 也损了西家与萧家的和气 不如把西云送到定北侯府大门外 杀了他给萧家住信 我看行 罪魁祸首送到萧家 是刀是刮西听尊便 肯定能消减萧家的怒气 这才是陈相府的诚意 西间狼想用西阳婚前失真的事攻罚他 拿萧家压一下老夫人 对西阳做出处罚 却没想到西阳字字踩在里上 父亲 您怎么看 为了表示对定北侯的尊重 等不及明日 现在就让你母亲背离 我去请你叔公 马上去萧家 母亲 您看如何 你们都定了 还问老山做事 你且就这么纵着杨姐吧 今日是把自己的清白丸没有了 把婚事丸没了 令我们没羞辱 明日就可能把整个西家陪进去 今日你们欺辱云姐的事 我不会就这么善罢敢修的 明明是云姐谋害杨姐 他这贼喊捉贼可厉害了 他不甘修又如何 来一次打一次 我都要看看他骨头有多硬 你还敢说这话 现在得赶着去定北侯府 我回来再跟你好好说道说道 把避孕药喝了后 夕阳在书房里待了一个时辰 杨妹 不说你所料 三房第一次也不肯将云姐交出来 云姐的伤势好重 连下地儿都不行了 烧起来了 一直在说胡话呢 咱也没法强行把他拉出来 没事 赶走他 是我要的态度 赶不走 就是我要面对的现实 杨妹 摄政王爷 他会娶你吗 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摄政王让你做歉呢 我把他得罪死了 不能吧 不行 绝对不能让宗正 武胜出这种心思 那怎么办呢 把他再得罪死一点 二哥你大可放心 我会尽快依靠西家现有的一切 给自己谋划出路 什么 等着瞧吧二哥 昨日从五旺山回来后 宗正宇便进了宫 处死了一个企图谋害小皇帝的逆贼 突然他警觉发现了什么 哎呀 杀气这么重作甚 我要是死了 可就没人管你的百丈兵了 不要脸 把头转开 大好男色在前 我为什么要把头转开 为了来到你面前 我可是费了千辛万苦 结果呢 你只给了我一个后背 宽肩瘦窄屯 我都看到了 可惜没看到前面 滚出去 你身边的人应该大都认得我 确定让我从你的惊势里出圈 你为何不从大门口进来 哦 主打一个不走寻常路 你不是狐家虎为用的贤手 哎 外人看见了少不得背后脚舌根 回头你娶我 我为难 你不娶我 我也为难 我不会娶你 你死了这条心 放心 我也没打算对你负责 所以你是怎么进来的 社长王府西南方向 有个狗洞 钻狗洞 你才钻狗洞 那狗洞旁边养了一条很凶的狼犬 过分依赖狼犬了 侍卫的看守就会比较薄弱 我呢 送了一点药进去 把你的狗给放倒了 再把那几个侍卫迷晕 不就进来了 他抬手一扬 一个黄眼 人已经从玉桶里出来了 极品难色 看一眼少一眼呢 可惜了 宗正宇没朝他看一眼 禁止往外走 围伤 狼犬杀了 狗洞堵伤 侍卫统领杖则三十鸽 比他人遣散 王府守卫 再增强一倍 你跟我来 解毒需要三五个月 我每次都要这样 跟你玩躲猫猫 你王府的人 可是毒杀一个 就少一个的哟 伟杀 在西小姐给本王解毒之前 一律放行 是 王爷 西洋做事干脆 直接掏出一叠纸 宗正宇 我们来谈买卖细则吧 西甲缺银子 不缺 百账兵的毒 如果这么容易解开 想来也轮不到我 我能解 但需要有个药房 一步步来 至于药房的配置 大部分是给你解毒用的 小部分是我以公谋私 给自己要的 事实上 大部分是他要的 小部分是给他解毒用的 在本王面前以公谋私 还说得如此坦当 脸呢 我说过啊 命比脸重要 哎 你放心 就是一个小药房 难不倒摄政王的 宗正宇把那叠纸拿在手里 看到上头娟秀的自己 某种闪过惊讶 等他一页页看过去 看到最后一页的时候 这就是你说的一个小药房 尊贵的摄政王阁下 这笔交易 你看怎么样 原本他只想要一间药房 但后来想想 反正都找到摄政王 这棵大树了 那不如 直接开个药铺 真会一想天看 本王拒绝 啊 这是为你解毒 也是在为你管开财路 你若不给本王解毒 本王可即刻将你开死 宗正宇 你真的很小气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事是意外 我也不想的 我名声都搭进去了 婚事也因此没了 我说什么了吗 要你负责了吗 宗正宇并不言语 但他显然不信他的话 什么他不想的 这女人贪色都写在眼睛里了 每次看见他就猫眼泛绿光 都恨不能把他衣上 全部扒光的眼神 他不想 宁可相信世上有鬼 不能相信西洋的破嘴 面对油盐不尽的男人 西洋眯起眼眸 眨眼间 上半身凌空在两张椅子 中间隔着的暗机上方 而他的脸已经对到了宗正宇面前 不到一尺的距离 你想干什么 宗正宇眼急手快 抬手挡住他 不想顺手的动作 本想将他推开 那只大掌 却落在了他的胸前 软绵绵的 跟水袋似的触感 他耳根发红的有点狼狈 迅速缩手 他一脚踹在了暗机上 西洋也没想到 他无意中吃了他豆腐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他拉一声 他用力一扯 在他落地的时候 宗正宇也中空了 西洋 见了两面就遭受两次羞辱 他哪里遭得住这种委屈 我不是故意的 宗正宇你不要冲动 你的毒还没解 我还要利用价值 本王可以想别的法子 不是非要靠你 下一瞬 好啊 你是真不怕死 施政王 你现在穿着裤子吗 你方才只顾着抓我了 肯定没穿裤子 宗正宇手上力道也很 话说回来 宗正宇你在我之前 有没有试过女人 我看你这般纯情 想来是没有过吧 有一说一 你这尺寸真不赖 如果你考虑找女人 反正咱们一回生二回熟了 可以找我呀 你把我压得这么死紧 也许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在书桌上玩 想想就觉得刺激 宗正宇被他说的 满脑子都是昨日冰空欲床之上 那一声声的哼哼唧唧 磨炎穿脑似的 他说的松手 夕阳得到了自由 抬手揉了揉刚才被掐疼的后颈 朝那边正在穿裤子的男人看了一眼 瞧 他就说吧 世人就有弱点 高冷静欲的男人 内心挺纯情的 其实最不惊动 一点连像细语之心也没有 你算什么将什么愿 臭豆腐 哼 得 人家甚至不稀罕吃的豆腐 先臭 这样更好 虽然宗正宇嘴上说的硬 可他的身体明显很诚实 满脸的嫌弃 可在贴着他的时候 他肌肤都在颤抖 雨后春笋似的 口贤体正直 这可不是什么好苗头 以他的身份 如果要抢取豪毒 他是绝对抵挡不过的 所以他要给他特别糟糕的印象 尽量让他讨厌自己 免得影响他搞事业 整个地精都知道 我被摄政王睡过了 真闹起来 你脸上也不好看 明明是 宗正宇听不得他这说辞 但他的金贵骄傲 真说不出那些流氓话 正常人都觉得这种事是女人吃亏 男人最多落个风流名声 女人就是荡妇淫娃了 他话会说的歪 但道理没错 可他还是轻易看穿了他的心思 你想找靠山找到本王投上来了 不错 大树底下好乘凉 反正我名声都扔你身上了 也可以给你解毒救命 我只要一点安身立命的东西 有什么错 安身立命 我难道还能一辈子留在西家遭人白眼 宗正宇盯着他 试图从他脸上找到说谎的蛛丝马迹 他坦坦荡荡的与他四目相对 从没有人敢这么跟摄政王对视 给宗正宇整脉开完药 就让他按照计划书上的 先给他打造装备 西阳从王府后门回来 丞相又病重了 太医来了三拨人了 丞相会不会 西阳脸色一整 提得全摆快速的朝主院那头奔去 西丞相不能死 他若一死 蠢蠢欲动的这帮贱骨头 必定矛头直指最让人眼红的长房 李太医 相爷情况如何 昨日迈向还是挺平稳的 今日这状况 相爷怎么会无端吐血 如此一来可就危险了 不多时 张太医与秦太医也纷纷给了结果 现在这情况很危险 随时可能一命呜呼 李太医 求求你 求求我们相爷 这 请夫人恕罪 我等财书学浅 若说能救 耽误了相府 请其他能人一事 岂不是害了相爷 可太医院都殊手无辞 我们上哪找什么能人一事 不如有我一事 祖母 既然太医院翘楚都已经没辙了 那么谁来都一样 对吧 胡闹 你一个姑娘家家的 平时玩闹什么 大家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相爷性命攸关的事 岂能辱你胡闹 所有人都是不赞同之色 甚至还有鄙夷的眼神 李太医 是骡子是马 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 事实胜于雄辩 你觉得呢 您身份金贵 还是当好您的千金贵女吧 李太医 我不会拿人命关天的事开玩笑 杨姐 你别闹了 行不行 从小到大你摸过药吗 生个病让你服药 你都能交情半天 还说什么你会治病 是要笑死人吗 不让我试试 怎么知道我不能 西小姐不仅爱慕虚荣 还急功近利 你周旋摄政王与萧世子之间那点事 都还没拎清楚呢 竟然大言不惭的伸手到行医治病的事上来 一个门外汉也冲行家了 张太医 按你这么说的话 你在太医院干着体面的活 回家后抱着老婆小妾滚床榻的时候 脱了裤子露出那第三条腿 不也跟乡下的泥腿子没什么区别吗 怎么 你睡几个女人 停下你给人看病了吗 杨姐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别吵了行吗 西洋 她轻轻掰西长相的眼皮 观察了瞳孔变化 然后又伸手掀开被子 要拉西长相的衣裳 杨姐 你这是干什么 看病救人还能干什么 你一个孙女要掀开祖父的衣裳 成何体统 西小姐 不若由你来说 我来做 请李太医顺着祖父的咽喉部位 一路往下按去 食道 胃 小肠 大肠 心 肝 脾 肺 肾 众人不由面面相觑 李太医 我祖父并非得什么重病 而是肺部肝部两个脏气中毒 在所有人都认为 西洋是放大化的时候 李太医缓缓退后一步 实在下有眼无珠 行医术实在 竟比不得西小姐目光如炬 丞相夫人 相爷她的确是中毒 这毒性竟然隐藏如此之深 瞒过了我等 这毒能隐藏到几位 艺术高明的太医都看不出来 并不是这么容易解的 李太医 西洋冒昧恳求 请您给小辈搭把手 为祖父解毒 老朽汗言 该是请西小姐赐教才是 晚辈不才 学了一套真术 但这套真术需要的金针比较特殊 打倒出来还需几日 故而先守城治疗 如果治不好你祖父 到时候你就以死谢罪 给相爷陪葬 听了这话 本来西洋还想跟他商谈一下的 顿时没了兴致 他转身就走 老夫人 摄政王大家已到府门外 本王听闻丞相病情加重 过来探望 摄政王 进一步说话 我祖父是被人下毒 和人下手 一无所知 所以 我想向大神接力 本王拒绝 你都没听我说完 你西家的事 与本王何干 嘿 万一我怀了你的肿 是不是你就跟西家有关系了 宗正与仪正 下意识的吵得负不堪 你有什么资格为本王生孩子 那你把我杀了吧 抵决后患 反正杀了我 百丈兵解不了 大不了我们一家三口 下黄泉地府 都是齐齐整整的 就这两人给我生的孩子 让你要 我祖父忠心耿耿为朝廷效力 是摄政王的左膀右臂 他若失守 谁上他的位置 有没有他这么忠心 怕是能力是否比得上他 将来会为谁效力 都是个未知数 对吧 你胆子不小 竟敢妄议朝政 哎 别管我胆子大小 你就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黄泉年纪还小 有摄政王的辅祖 不怕出不了明军 可若是给不三不四的人 影响了他的决断 江山设计动摇 天下大乱 不是没有可能啊 雨林未多的是 你拿什么来换 要不 我换进地精贵女圈子 给你勿认一个得力的王妃 妥妥被他气笑了 敢问摄政王 你到底想要什么 先欠着 你特别太狗了吧 被骂是狗 宗正于脸梭再次阴沉下来 随你 啊 成就 文莎 要一百个雨林未来丞相府 共稀小解用 一个月之内够用了吗 够了 原制解药一个月足矣 当然 想要收拾干净丞相府 那肯定是不够的 是交换条件 我也就不说感谢的话了 杨生对庭院中站着的人说道 摄政王有令 从今儿给起 祖父的病由我一人过问 未经我的许可 尔等皆不可进入这个院子半步 母亲 杨姐这样做 是不是太专横霸道了 母亲与父亲乃夫妻 怎能连母亲都要拦在外头 闭嘴 这是摄政王的命令 西间狼也明白过来 想要弄死长房的人 必须偷偷进行 雨林未很快就掉了 将主院围住 西阳心中快意 摄政王的威力果然强大 他卖步 打算去找西锦荣商量这边的事 怎么 用完就扔 转身正要跟他理论一番 不想突然感觉腹部一阵疼痛 他抬手按住卖步 自己给自己切卖 他好像明白了 烈焰毒发作了 妈的 这才过去两天 妈的 万恶的毒 真会把烈女变成当妇 他想也不想 一把抱住男人的腰 把他一起撞进了偏厅内 用脚勾住木门关上 如果不是身高比不过他 就是妥妥的门东 松手 不然本王拍死 松不了 我毒发了 你忍忍 又被轻薄了 还是被强压的 你毒发自己忍 凭什么要本王忍 西阳抱着他不肯撒手 你不愿意 你说呢 那社长王请便吧 我自己去找个男人解决 只不过吧 吃过了满汉全席 再找个歪瓜裂枣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估计比较痛苦 你想找谁 不用你管 找个男人睡一觉 很好几句 不想他刚刚抬腿迈出门槛 却被松正宇一把拎住了后领 他猛的将他拽进来 你干嘛 松正宇 你自己不想帮我 又不让我出去 你是想要我死吗 你怎么这么恶毒 一定要做 也不一定 他感觉自己就像是 在沙漠中缺水的旅人 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 松正宇 我也不想麻烦你 所以 所以你让我去找李太医 我用真术解决 却不想他话还没说完呢 他直接把他扛起来 拖 西洋努力保持理智 却感觉自己浑身化成了一滩水 根本就没法动他 整个人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 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 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他甚至不知道 玄州王朝尊贵无比的摄政王 正在为他排毒 为酒 西洋脑袋里的一团浆糊 被一道光芒冲开 他惊呼一声后 理智也在缓缓回笼 不知燕作 毒发又不是他能选择的 其实他刚才想说 不一定要阴阳调和 还可以用真术压制 喝药控制 但没让他说完 他就问他 你中的什么毒 这玩意儿以后不能剪 他生气的点是 他受制于毒 他凭什么也被制约了 能解 但我想要用的金针 不还等着你的工匠 给我做出来吗 还有一些必须的稀有药材 外面的药铺也是没有的 再说了 我不信任丞相府的人 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中了毒 他柔柔弱弱的说起自己目前的处境 瞧你这可怜的药 若本王没过来呢 进一步走一步咯 你来我就让你帮我 你若不来 我就自己扛 扛得过我赢 扛不过我死 前此而已罢了 现在本王这里昔命 跟他们就敢拼命 那不一样 大家都说摄政王献阎王 可在我看来 即便你周身血气 骨子里也是一片青气 跟你周旋讲理我还有活命 可他们就不一样了 一群阴沟里的臭虫 他们会做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 无可预料 可自然要以命相搏 他还是第一次听人说这样的话 这感觉非常新鲜 在他的心田里注入了一股暖流 夕阳缓了缓后 那股的劲过去了 多谢摄政王出手相救 你放心 今天的事我绝不会对任何人说 更不会缠着你 要你负责 宗正宇越想越气 尤其是他竟然说得出 不会缠着你 要你负责 才过去两日就发作 以后每次你都这样 别怪本王没有警告过你 本王用过的东西 即便是自己不想掉了 也不容许别人碰 若是让其他男人碰你 羞辱本王的脸 本王便会杀了你 按你这么说 我下次毒发了 还可以找你呗 摄政王还怪好人的嘞 摄政王 我还想求你一件事 得寸进尺 哎呀 怎么能说着得寸呢 摄政王 可别这么不自信呀 下流 我也没跟别人下流 这不是只对你吗 你以为你说这种话 本王就能容忍你的放肆 谁不爱听好听话呢 面上不表 说不定心里掏着乐呢 无论如何 今日之事多谢摄政王 既然你不愿意帮忙 那请自便 我得去跟李太医商量去他家的事了 去李家 做事 当然是借用太医世家的药房 为家祖父研制解药 另外 也要想罚得解我自己身上的毒 成相符与李家 来回有点距离 你进宫 暂时使用预药房 答应你的药部 会在时日内办妥 金针器具等 醉车后日便可给你送来 那感情好 谢摄政王恩典 本王还当西成相敌孙女 一点规矩也不懂 规矩吧 我愿意的时候就懂 不愿意的时候就不懂啊 对了 我还有一件事 你是不是把本王当成许愿池的王伴 怎么能说是王伴呢 您至少是个龙王 我就直说了 我想把我大哥调回地精任职 你是真敢 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生死存亡的事 西阳所言乃朝政相关的事 本王帮你有什么好处 你说吧 这个不欠 你直接提好了 本王帮你把西横调回 要不得经营权归本王 可以 就这么说定 宗正宇转神往外走 西阳收拾好西丞相吐出来的毒血 全部装进小瓷瓶里 收拾了一些东西准备进宫 奴才小鹿子 给西小姐请安 摄政王吩咐奴才在此 接西小姐进宫 有劳陆公公 陆公公 什么风 把年给吹来了 他将宗正宇交代的事说了一遍 然后把西阳交给蒋公公 便急着回去复命了 那间屋子目前是空的 西小姐自便吧 我刚来就受到了排挤 来人来俩人 给我把这屋子收拾干净 限半个时辰内又完成 这话说了个寂寞 没人理会他 需要冰窖储藏的东西 都放哪呢 问你话呢 柜子见小盒子挨了打 他愣是怂了 奴才领西小姐前往 西小姐请 小盒子脸颊红肿 眼里都是记痕 西阳跟在小柜子的后面 去了地下的冰窖 你叫小柜子 回西小姐话 奴才是小柜子 给你买酒喝 西小姐这边请 西阳把装着毒血的瓷瓶 放了进去 有没有上锁的 他拿了一个铜锁过来 给西阳锁上 拿着钥匙 两人远路返回 却发现进去的时候 只是虚掩的木门 此时竟然推不开了 西小姐 冰窖的门 被从外面锁住了 西阳脸色一沉 这很行 西小姐 冰窖太冷 咱们身上都是单薄的春山 不到晚上就会冻死在这里 却见西阳丝毫不见焦急之色 目光落在了一旁的架子上 西小姐 上头那些都是今明两日 御药房给宫里的主子们的 药扇用的 其中那两只完整的梅花鹿 是今晚要给皇上做药扇的 哦 皇上不才十四岁 吃那么补做什么 有活种吗 奴才这里有 这里面有柴火吗 那自然没有的 嗯 问题不大 御药房外面 明知道小盒子偷偷去 把冰窖的门从外头锁上 也没有人吱声 小盒子本是小 关上两个时辰也死不了人 可没想到 不到半个时辰 冰窖里怎么会冒烟出来 把门打开 门开了之后 蒋公公看到了 令自己头晕目眩的一幕 西小姐 你在干什么 这是给皇上的药膳食材 你好大的胆子 哦 我这个人个头长得不大 可胆子的确是不小的 嗯 本小姐是摄政王送进宫的 在宫里搞事了 是不是你们要知会摄政王医生啊 搞事是要把浓烟呛出去 好让他们知道这里有人被锁住 但搞了这么大动静后 想要脱身 真就只能找宗正宇了 丢了晚上药膳用的食材 姿势体大 蒋公公不敢一个人担责 把这件事禀报了内务府总管这边 也是凑巧 小鹿子半柴经过 听说了此事 得知与西家敌女有关 立即去禀报了宗正宇 摄政王一声令下 西洋被带到了他面前 又见面了 摄政王 你不是去御药房治药的吗 怎么闹出这种事了 这不怨我啊 我去御药房后啥事还没开始干呢 就被人锁进了宾窖里 七寒交迫之下 只能自己动手 丰一族室了 不是吗 他一个自己动手 丰一族室 这张词 真是惯能诡辩 小鹿子 丙摄政王 奴太已经找人问过话了 御药房给西小姐一间空的配药间 西小姐没带势币 找人帮忙撒扫 因此发生了口角 打了小盒子 小盒子怀恨在心 将西小姐和小柜子锁在宾窖内 而后西小姐将冰窖里的药柜批了 用珍贵药菜点火 烤了准备给皇上烹煮药膳的梅花露 就这样 对 就这么简单 小政杖刑五十 撤去御药房找世之之位 奴才谢谢摄政王恩典 所没的是哪个 拖出去账毙 摄政王饶命 奴才再也不敢了 最后 目光坐在了西洋身上 我扒了你 上了你的事都干过 也不差这一处 嘴上却倒 摄政王难道未曾听说 弱肉强食 我若今日不来这一处自救 不被饿死在里头 也要冻死 你若占规矩方面说我错 我无力辩驳 可占生死方面 我没错 此时戴西城上的冰窖后 本王再投你算账 小路子 你跟去御药房盯着他 见摄政王为臣女伸张正义 本王不希望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不保证 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对我 所以很难保证 我会怎么对别人 你是不是以为本王不会杀你 是啊 杀人对尊贵的摄政王来说 不算什么 但杀我也会损失很大 从未有人可以自以为要挟本王 你先别发怒 咱们和气生财 一开始我打算去李太医家中 借用药房的 怎么说看在我祖父的面上 李家人也不敢搏带我 若我去了李家 也不至于进宫 被个小太监欺负 这一说成我都不对了 他被小太监欺负 别的不说 就这会天下他最有礼的模样 万谁也欺负不了他 赶紧滚 西小姐回来了 奴才已经命人 把更大的配药间 给您收拾出来了 您需要什么药材 奴才立即拆人给您送过去 除了因为夕阳今天闹着一厨 自己才上位这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烧了那么多珍贵药材 吃了皇帝的梅花路的人 不但能从摄政王那里全身而退 摄政王还把硕日宫里的人给了他 为他成处了蒋公公 处死了小盒子 绝对乃地经第一号人物事业 你算饭珠子都崩我脸上了 姚妹 小世子 你我婚约已经解除 称呼上是不是也得改得庄重一些 与摄政王果真 你听说的也不算传闻 事实就是 我与摄政王睡了 没有虚传 抱歉小世子 我乃被算计所为 情非得以之下 才无损了你的名声 即便不能成婚 你我不能回到以前的好友关系吗 不能 事情过去几日了 摄政王也没提过半句要对你负责 你如今跟着他 以后只会落得一场笑话 回头看看我 我们把婚约恢复了 好不好 如果是宇兰主 会不会有一点心动呢 不好 你不要再说了 我心意一决 你我没可能 就此别过 说完转身就走 萧谦锤在身侧的双手紧紧捏成了拳头 但凡不是宗正宇 而是这帝京士族中的任何一个男人 染指了他的未婚妻 他大概都会提着自己的银枪杀上门去 摄政王是整个定北侯府都掉脑袋也够不着的存在 这边萧谦前脚刚走 文杀后脚便把消息禀报给了宗正宇 你与本王说这些做事 原本不知晓定北侯世子对西小姐是心有所处 属下担忧 萧世子会殷勤深恨 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来 干净那个女人 让她少惹是生非 名声这么辣还能搞三宁四 睡醒阳光 他家主子有点奇怪 嘴里没有一句好话 偏偏行动上吧 总是对西洋纵容 这是在抱怨西小姐有爱慕者 这些西洋自然是毫不知情 他花费了一天的时间去做实验 小白鼠全都死光 给西丞相的第一轮解药失败 倒是烈焰毒的解药容易的很 小鹿子捧着托盘 上面摆放着西洋要的十五只小瓶子 西洋检查过了瓶子没问题 净手后 撩开了一袖 锋利的匕首对准手腕用力一划 哎呀 西小姐 你这是做甚呢 只见西洋把手腕流出来的血液对准了瓷瓶 鲜红的血滴一点一点的落入瓶口里 西洋当然也疼 陆公公劳烦你给我点碗膳 药香煎猪肝 猪肝瘦肉粥 小柜子 我来念你来写 给我煎一副药 十五瓶药引子弄够了 他这失血量也差不多等于现血一次的两百cc 问题不大 再说了 昨天吃了鹿绒 太补了 西小姐 已经四斤了 没事 马上就订药方 为了药再睡 没多久 他配出了一个新的药 走 小白鼠呢 咱们做实验去 第二轮解药给五只老鼠喂了下去 陆公公 你去歇息吧 小柜子你帮我看着 有什么反应都给我记下来 有突发状况就把我叫醒 也没回房 直接躺小榻上 转身一睡 不知道睡了多久 夕阳被隔壁的声音吵醒 老张 你不会没听说吧 西小姐被那位允许进御药房 据说刚来就大闹一场 把冰窖里的药烧了一半 我这两日在为真太妃市集 并不知晓这些事 怎么闯这么大的祸 西小姐没被处死 没有 也不知他灌了什么迷魂汤 那位没有处死他 放他好发无损的 回了御药房 哼 他竟然敢说自己能治好相爷 大言不惭 那位竟然也灌着他 何止是那位 老张你是不知道啊 这定北侯 萧世子昏都退了 还对他念念不忘 听说 昨儿进宫 找了西家那魂女 想要挽回婚事呢 我怎么琢磨着 西家这位莫不是有点神通 医术不见得真会 但用点要什么的可能是真行 说不准也不是在那位身上没了清白 是之前就跟萧世子有过肌肤之亲了吧 你是觉得那位和萧世子是真被他灌迷魂汤了 难道你不是这么想的 男人一旦起了性 是女人都行 床上伺候好了 其他事不就好办了吗 女人不就靠这点事上位 西洋闭着眼睛默默的听着 小路子已经听了好一阵了 脸色十分难看 见西洋起来 小路子开口 西洋抬手阻止了他 轻手轻脚的踱步 走到了隔壁配药间的门口 里面的人还说的贼有劲呢 你还别说 如今这西家嫡女可是长本事了 不管是真本事还是假本事 至少俘获男人心这一点的确能行 你看他在这御药房混得风生水起 听说他前日只是打了个招呼 秦公公便下令所有小公务出动 各宫悄悄悬赏捉老鼠 荒唐他还是个姑娘吗 这都跟男人那样过了 你怎么还说他是姑娘 名义上是姑娘 实际上怕是都黑透了 听到这里 他抬起一脚踹在了那并不牢固的木门上 光当一声 木门竟然被踹断了 西小姐 闹什么呢 背后望一本王 惦恶他人名手 拖出去 杖则一百 死生不论 若命大不死 血管为民 永世不得入京 很快 外面想起来此起彼伏的行杖拍打骨肉的声音 而殿内 你怎么来了 真卖 体内寒气又开始了 其实压制他的百丈兵也简单 只要他跟他床上 酱酱酱酱来一发 保准能顶一段时间 只不过不管对他还是对他 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你等会儿 西洋私存着之后 他的腰要怎么给 不能让他知道他的血是腰野 他正在思考的时候 宗正宇突然伸手过来 一把握住了他的小臂 手怎么了 这手怎么了 吃了陆容血太燥了 我这身子受不住 所以给自己放了点血 宗正宇把手放下 狐疑的看着他 眸光中充满神事 很显然 他并不相信他说的话 但最终什么也没问 但你解决这些事后 得赔 赔毛线要不要 西洋走到树岸旁 写了一张新的药方子 陆公公 麻烦你去抓药 也没跟那本朝 最尊贵的男人打招呼 他转身出了配药间 宗正宇的视线 落在他的背影上 直到人出去了 才低拿了一句 没规矩 但没规矩的背后 是他的精明能干 胆大纤细 西洋很快把血取了回来 小路子也就把药抓好了 奴才盯着的 想来不会有问题 先不说会不会有人做手脚 万一有人做事不细致 给我弄错了呢 宗正宇将两人的对话 听入耳中 目光落在西洋身上 那纤细的腰部线条 落入他的眼里 看得他口干舌燥 急于发狂 执政多年 他从未把心思 放在女子身上 偏偏出了这么个异类 走 煎药去 西小姐尽管吩咐 奴才去做便是 不行 这药一开始 要用什么火候 你不懂 交给其他人做 我也不放心 这话语 落入宗正宇的耳中 自发理解成 这药是给我用的 他倒是挺充实 也不吻我对他百般认识 除了西洋真的只是不想让人知道用的药眼是自己的血 小路子把清洗好的药罐拿过来 西洋打发他重新打水 自己则是把瓶子里的血倒了进去 前妻他自己空火 到后面 看了一眼药罐里的水开了 他才交给了小路子 路公公 剩下的就劳烦你了 务必不能交给他人 出什么事 摄政王那边我可交代不过去 回到配药间 发现宗正宇还在里面 你很闲吗 宗正宇额头清津一跳 顿时觉得自己对他的百般容忍都喂了狗 他是懂怎么气他的 你不是给本王煎了药吗 哦 一会儿让小路子给你送过去不就好了 在他的意识里 他这种身份说是日理万机也不为过 可他专门跑到御药房来找他诊卖 等他把药熬好 那至少一个时辰 如果是现代霸总 挣钱一秒来做计算单位的 那要少挣多少钱呀 宗正宇根本不知道他脑子里想的这些有的没的 西城巷的药如何了 你过来呗正好有个事跟你说 他以为他是在召唤小狗吗 他招手完了后便在树岸前坐下了 发现这人屁股还粘在椅子上 你怎么慢吞吞的赶紧过来呀 你不过来我怎么跟你说 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一瞬间 宗正宇感觉他才是摄政王 自己是奴才 见他一动不动 西洋怒了 他说得起身走过来 一把擒住他的手腕便把他拖着走 磨磨叽叽的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 给我麻溜了 我祖父的命吊着在等我给他救命呢 刚才心里盘缓的坚决不会过来的决心都为了狗 来看这几行字 有没有想到什么 我已经进行两轮实验了 他指了指那边几个小笼子里单独关着的老鼠 我刚刚看了看 凌晨给他们服下的解药 没有一直活着的 第二次实验也失败了 他毒发后昏迷不醒 之间已有十日之久 屠性明明这么猛烈 却又能隐藏的非常隐秘 所以我以为家贼是必然 但外敌也有 宗正宇以为他的分析很有道理 但他还是没说话 你长那么高不能坐下来说话吗 这样跟你说话要累死我 坐着说 你有怀疑的对象 我对这些人又不熟悉 差点说漏嘴 他又说了句 毕竟敌数有别 我基本不与他们来往 哪来的怀疑对象 家里人多眼杂 谁都有可能 而外面 我哪知道祖父接触过谁 得罪过谁 宗正宇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也不仅仅是西家的事 你认为呢 宗正宇深以为然 如果西丞相的病 是内外勾结造成的 首先可以判断的是 内鬼自然是为了西家的地位 外敌就极有可能是为了撼动朝堂 西丞相目前是占位他宗正宇的 换而言之 对方可能是想要动摇的摄政王的地位 正在私存 西洋突然凑了过来 小皇帝是什么样的人啊 热气突然钻进耳朵里 宗正宇的脑袋下意识往后倾 避开了他过分贴近的蠢瓣 他所中百丈兵 致使他体温常年冰冷 一点点温暖 都能让他的身子反应巨大 如果不是自控力强大 他大概会跳起来 宗正宇抬手轻轻一拍他的手肘 低沉喝倒 拿开 不是 我要跟你说悄悄话 靠近一点怎么了 你那是什么意思 想我脏 你那是什么意思 想我脏 你还知道我不朽蝙蝠 继续说 那你倒是回答我的问题啊 夕阳没忍住 翻了个白眼 这龟毛男人 谁要是做了他的老婆 不得累死 你想知道 和不自己亲眼看一看 啊 你不怕我在皇帝面前造次 给你惹麻烦 凡事不如亲见来的有说服力 能把这朝政这么多年 他不是个愚笨之人 自然明白 他不会无缘无故的提起小皇帝 退一步讲 如果小皇帝想要亲政 就必须把摄政王拉下来 那么就要推翻摄政王的基础 西长相 西阳狐一的盯了他一会儿 突然又凑了过去 影子一过来 宗正宇下意识侧身 西阳本想凑到耳边低语的 见他闪开了 不由一怒 还能不能好好说话了 他横眉冷目 突然伸手勾住他的脖子 逼到迅猛 姿态豪放 恨不能整个身子都趴他身上似的贴了过来 一个大老爷们这么矫情至于吗 不就靠了你一下 你躲什么躲 西阳 你怕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 他依然勾着他的脖子 冲他一笑 贴近他的耳裤 摄政王想过还政吗 宗正宇微微侧头 便看到浸在咫尺的精致面孔 他抬手 搬拦住自己肩头的那只手给推了下去 邓王没想杀你 不代表不能折断你的手 回避问题 西阳撇嘴 知道他不会回答自己关于这些隐私问题 摄政王会不会还政 何时还政 小皇帝想不想亲政 是否暗中筹谋推翻摄政王 这些都太敏感 的确不宜与任何人交谈 说白了 没认识几天 他们俩这种关系 彼此之间也没有多少信任 他也就不问了 也就是说 这是同一个案子 我要负责解读 查案是不是你来负责 本王会长 那就行了 西阳达到目的 离开他身边 回到了自己的那把椅子上 继续拿着草稿纸 在写写画画 完全没有再理会他的意思 用完就扔 果然是这女人的恶喜 坐在椅子上 少不得有点闲 尤其是某个坐在主位 让自己做偏位的女人 很快沉浸在了制药的海洋里 嘴里不停的念叨着什么 全都是他听不懂的词 他丝毫不怀疑 他已经把他这么大个人给忘了 从小到大 即便他从前还不是摄政王的时候 就从未被人忽略过 这个女人曾经在春日宴上 当众说爱慕他 若他想要娶妻 希望他考虑一下他 爱慕 是假的吧 终于 小鹿子把煎好的药送了过来 看到这两人的坐刺 小鹿子大吃一惊 王爷怎么坐在这里 您这边请 药好了 让我看看 夕阳把药碗接了过来 药碗贴着唇边抿了一下 没问题 给你家王爷喝 给王爷喝的 你就这么对着嘴长了一口 宗正宇唇角抽搐 摄政王 西小姐对这碗药十分重视 她研制解药是完全不休息的 老实过后才睡了会儿 要给本王 宗正宇看也没看 一口气喝干了 奴才记得 王爷您堆嘴的那块 可正好是西小姐方才喊过的 喝了药后 宗正宇回头看了西洋一眼 见他依旧沉浸在配药上难以自拔 压根没想过朝他这封分一丝注意力 他哼了一声 迈步走了出去 西丞相如何 西洋将西丞相的病况一一告知 宗正宇下巴指了指 机上的两只锦盒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打开盒子一看 西洋眼睛瞬间亮了 他要的金针和手术刀系列 这古代的工匠就是这般能耐吗 这么落后的生产技术时代 做出来的东西简直巧夺天工 你说什么的 宗正宇没听明白 古代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 就是惊叹 我再画几个图 都是医疗用的 试试看制造丝能不能做出来 你拿什么来画 宗正宇你眼里能不能别只有利益 不谈利益 以我有何交情 怎么能说咱们没有交情呢 这不是身子上交了吗 一听他来了这么一句 宗正宇他瞬间想起来他们俩是怎么交的 开头极为愤怒 结尾十分难看 但中间的过程虽然被强迫不太好过 但身子的自然反应 心里的感受 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自己 听良心说 实随之位 那种事有了一次 就想有第二次 他赶紧把思绪拉回来 你能要点脸吗 这里没别人 以后我都是知道的 要什么脸 要脸难道能够给你解毒 还是给我解毒 说实话 如果不是我恰好懂一 并且对你我中的毒都会治 为了活下去 我必须隔三差五跟你滚在一起 我也只能这么做 他这个人性格外向 作风大大 真操大于生命 他是不赞同的 做人不滥性 但要正是性 可宗正宇没有他这样开花的思想 转头瞪他 照你这么说 如果其他男人能解你的毒 你也会去找他 那必须啊 夕阳想都不用想 直接给了答案 如果天底下只有你 和另外一个男人能解我的毒 我肯定首选另一个 宗正宇气息一致 首选另一个 所以我是被嫌弃了是吗 也不想想 你这脾气这性格 这喜怒无常 动不动就要人去死的态度 不是逼不得已 谁想靠近你啊 宗正宇都快气死了 他果然知道 怎么在他的雷区上蹦他 但不管多么生气 他也不至于像初见那样 恨不能一掌拍死他 忍得住 可他这边还没气完呢 喜阳又倒 不过我也能理解你 你摄政王嘛 没两把刷子 怎么震得住朝堂 怎么嫁得住小皇帝呢 所以 我理解你 你也理解我 人与人之间多一点理解 世道就多一点美好 所以呢 但愿你对我多一些包容 我保证不会辜负你的 啊 宗正宇深深吸了一口气 不气不气不气 翻不着 以他欺人的能耐 他迟早会被他气死 拿着你的东西赶紧滚 西洋不以为武 就算他不让自己滚 自己都想马不停蹄的滚 明日你把时间空出来 是我过来 还是你过去医药房 你自己选一个 到时候我给你做一次全面的试针 摄政王想到自己服了他的药后 体内的冰凉有短时间的驱散 体会到了温暖之后再去面对那样的寒凉 心里突然不是那么甘心了 明日早朝后本王会派人去叫你 好嘞 事情说定了 西洋打算拿东西走人 他弯腰抱住桌上的木盒 不料那木料太沉 一个猎气浮在了机上 宗正宇演技手快快一把拉住了他 西洋扑进了他的怀里 快性作用下 他的唇瓣贴上了他的薄唇 千千本该很浪漫 可力道太猛 两人的牙齿狠狠一颗 悲剧了 他的虎牙还把他的嘴唇蹭破了皮 四目相对 西洋不尴尬 只要他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宗正宇 宗正宇想也不想 一把将他推开 啊 我操 抬头看见宗正宇在擦唇 我不是故意的 那什么破盒子沉得要命 我没预料到 用劲太小了才会抱不动 宗正宇抬手捂着嘴 他唇角生疼 这个简直 可在他眼里万分可恶的女人 不但没有半点愧疚之心 甚至还得意洋洋 宗正宇 可是我要说你啊 你好歹归为摄政王 呼风唤雨的人物 不要被亲了一口 就感觉自己掉筋边了好不好 错了 确切说是被狗咬了一口 看待自己咬破了他的唇 确实理亏的份上 不跟他计较 决定不亲自抱着这盒子 有会叫小鹿子帮忙 那我先走了 宗正宇看见他这一副 今日无事发生 也无风雨 也无情的样子 就忍不住来起 刚刚两人的嘴撞在一起 肯定双方牙床都撞得伤疼 可他明明是个女娘 却愣是丝毫不把这种事 放在眼里 就让他牙更疼 疼得很想咬回去 他猛地拽住他的手 不让他往外走 西洋只觉得天旋地装 本来好好站着的他被压在了太师椅上 紧接着刚刚还说被狗咬的男人 宝唇就落了下来 西洋震惊的瞪大眼睛 以牙还牙以眼还牙很正常 但他都认为自己被狗咬了 还要咬回去 简直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宗正宇是蓄意报复 每次都被他气得够呛 他却不痛不痒 气不过 根本气不过 所以强迫他在下面承受自己的惩罚 他狠狠地在那柔软的唇瓣上咬了一口 很快品尝到了血腥味 嘴被堵上了 只能在心里骂骂咧咧 我是不小心的 你是故意的 你才是真的狗 而这一咬 宗正宇脑海里的小电影 又开始玄幻播放了 在吴望山冰库的玉床上 他是如何亲住他的 柔软到宛若刚出锅的桂花洞似的猪唇 封建了他的愤怒 香茹以沫 唇齿生香 他被体内的烈焰毒操控 饥渴又贪婪 他是如何的疯狂撕咬他的理智 丁香追逐着他 缠着他嬉戏 恨不能将他的灵魂抄出天灵盖 如此 这般 彼时他很被动 此时 他终于主动了一回 人也咬了 气也出了 咬着咬着 气息就不对了 当夕阳发现什么东西进来的时候 不由愣了 他盯着他的双眸 两人嘴里都是血腥味 一塌糊涂 可慢慢的 他不由的在心里笑了 男人果然还是男人 老四屁 他的双手为了平衡 此时干脆攀附上去 缓住了他的脖子 很快 化被动为主动 不过脖子上的束缚 主动铁饰 男人的眼眸那是一轮情迷 夕阳仰头看着他 打心眼里认证 尊贵无比摄政王 当真好颜色 他是真的很吃他的颜值 武官怎么可以这般立体 一个惩罚 咬出了激情四射 一个轻轻繁华盛开的土米 而宗正宇顺势捧住他的脸 吻得很专注 西洋从未感觉自己的心跳如此快过 感觉舒爽就想坐下去 甚至觉得就在这椅子上来个普类 似乎也怪有情调的 他抬起一只手 捂住了他的眼睛 朱唇落下来 在他颈尖游动 轻轻地啃咬了一下那滚动的猴截 明显感觉到宗正宇身子猛的一阵 一只手落在了他后腰上 将他托住 急切地吻了上来 男人 他挂在他脖子上 能够感受到他浑身肌肉紧绷 闭上眼睛 感觉被他这么一勾压抑住的毒性 炎炎有冒头的迹象 嗯 却不挑场合了 椅子上来挺好的 可谁曾想心急火燎的时候 外头传来纹纱的声音 王爷 皇上驾到 宗正宇硬生生顿重 这一收让他痛苦万分 火草 他都想脱裤子了 竟然给他来了个急刹车 到屏风后面去 哦 什么意思 能不成你打算打翻了小皇帝 一会我来积血 瞧你自己是什么样子 夕阳腿有点软 勉强站起来 朝屏风那边走去 边走边低头看自己的衣裳 嗯 确实不太体面 宗正宇努力压住翻滚的情绪 连续做了好几次深呼吸 皇叔 臣见过皇上 书案比较高 刚好挡得住这个位置 只要小皇帝不过来 就看不到 可他自己一低头就能看得到 更是感受分明 不由在心里骂了西洋一句 什么妖精 让他引以为傲的自制力 变得一塌糊涂 皇叔不必多礼 皇叔 太夫说 朕今日的功课已经过关了 接下来 该请皇叔考校武艺 朕久等皇叔不来 猜想你正在忙碌 便直接过来了 嗯 你皇叔刚才的确在忙 上百亿的项目 就这么被你给终止 这样急刹车 对男人不好 哎 就宗正宇这样 纯情自律的男人 偷他下班可不容易 睡一次没得手 下一次就不知道 还有没有机会 宗正宇喝了一口 桌上的冷茶 低头看了一眼 笑下去了 这才开口 请皇上一驾 坤武功 说完站起来 带着小皇帝往外走 小皇帝走了几步 看了一眼 太师椅那边 见机上有东西 问道 皇叔这边有人 西洋心一紧 他思想算开放且随性 不怕跟宗正宇发生关系 但不代表他愿意 再被人捉一次肩 没有 远生 有口 一支出 无力的权 向来 引以为傲的自制力 在他面前 愧不成全 如果不是小皇帝过来 他能肯定 当时的情况 水到渠成 自己一定会在那张椅子上 伴了他 两人出去了 西洋才从屏风后走了出来 西洋把桌上宗正宇 喝剩的凉茶 也喝了一口下去 凉凉的茶水落肚 感觉没那么燥了 整理好自己的衣裳 又在殿内坐了一会儿 西小姐 皇上和摄政王已经走远了 咱们可以走了 走吧 御药房 西洋才是新一轮的验算 他这些东西没人能看懂 写的全都是现代的化学室 等到昏天暗地的忙完 又是凌晨了 西洋把自己的药服了 又去给宗正宇那份药 放了自己的血 多熬住了片刻 又带着金针来到了硕日宫 今天他要开始给宗正宇 行针治疗 他肯定又会觉得他占便宜了 喝药了 连个拜礼都没有 宗正宇抬毛扫了他一眼 终究是忍住了给他讲规矩的想法 罢了 讲了他也是左而进右而出 浪费那个时间作甚 喝完药 一会儿我给你上真数治疗 西洋看着他 果然是尊贵无比 高高在上 不仅仅是脸好看 整个人都很好看 也不怕我给你下毒 你会吗 本王是活着还是死了 对你好处更多 你这小狐狸会拎不清 那你不怕我下毒控制你啊 本王不介意让你陪葬的 不过 为什么一定要说是有好处才愿意救你呢 说不定 是因为我爱慕你爱得死去活来 你以为本王会信 不说这些了 赶紧过那边小踏上躺下 我要给你扎针了 西洋屋子走了几步 发现某人一动不动 干嘛 要我爸抬大叫把你抬过去 你比本王还能一指气势 历来只有他指使别人 可这女人对他是一口一个呵护 跟招呼小狗似的 大老爷们别这么矫情 我忙着呢 别动小动小的 嘴上说的强硬 实际上一点反抗都没有 你别磨叽 给你弄完了 我得回趟丞相府 给祖父施真 我要让他早点清醒过来 你打算从医以后 对每一个病人都这么拉拉扯扯 啊 聪正宇 我想不明白你 我也不想明白你 我给你解读 是履行我跟你的交易 你管我怎么给病人治病做什么 赶紧把衣裳脱了 倒也不用脱光 摟条裤子就行 一说脱衣裳 他情不自禁的想起了 在冰窟里脱的裤子都不剩的场景来 他们之间的关系 算得上是十分凌乱 睡过 还给他帮忙过 昨日在这里还擦枪走火 差点就 他面上从容 内心是复杂的 身为男人 他是否应该给他名字 他还没想完呢 夕阳已经将金针选好 摆放整齐了 回头一看 他竟然坐在小榻上发呆 宗正宇 我这是在给你治病救命 对你来说比对我重要多了 你自己能不能当回事上点心啊 怎么 这是等着我给你拖 瞧 就这种女人 能全 脾气不好 一点理疑没有 点脾气厚 难不成 以后你遇上所有需要失真的病人 都会亲手把对方的医生 无论男女 西洋不懂 他为什么揪住这个问题不放 宗正宇 我不跟你说什么医者眼里无男女之分 因为说了你也不会接受 我就问你 到底治不治 如果你选择放弃治疗 那是你的事 我们说好的 你也不能反悔 他们之间的第一个交易 他给他解毒 他放过追究他强了他的事 他心里不爽 既然他都不在 我何必替他着急 待他转身的时候 男人已经只剩一条裤子 躺在小榻上了 只不过低压有点低 目光在那健硕的胸肌上掠过 然后往腹肌方向看去 有一说一啊 这男人练武 体格强健 身材挺棒的 睡到这种极品男色 他完全是占便宜 还不快些 你不是赶时间吗 开始扎针了 不适应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疼 你忍着点 当手指落在他心口的穴位上的时候 他的肌肤忍不住站立 你抖什么 我没抖 你看错了 怀疑他是故意的 吃他豆腐 占的便宜 真好死 如果没有这些鸡皮疙瘩 我他妈就信了你真没抖 只要你不乱动就行 问题不大 他摸准了穴位 开始落针 干活的时候 夕阳特别正经 宗正宇盯着他的侧脸 上次他就发现了 专心做事的夕阳 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宗正宇看着看着 心里忍不住 又把那问题拉了出来 他到底该不该给他名字 夕阳当然不知道 尊贵无比的摄政王 此时此刻满脑子 乱七八糟的想法 你方才喝的药 跟上次不同 等会我下针会激发毒性 为了避免毒性乱窜 我给你上了一个护心针针 宗正宇回过神来 目光重新拉到了他脸上 这百丈兵也是歹毒 存在于你的全身情络里 情络上的很多病痛 都不是服药能解决的 而普通的真术 也并不能驱散这些寒毒 你种毒多久了 总还记得吧 从本王开始摄政起发现的 具体什么时候种的毒 不曾知晓 哦 所谓福西获之所福 想要站在权力顶峰 果然是要付出代价的 说的你好像很懂 你想到了什么 不如说说 我大概才想得到 这寒毒是谁给你下的 九成九是老皇帝 在临终的时候不放心你 怕你夺走他儿子的江山 所以用这种毒来控制你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忘以先皇 话是这么说 宗正宇的语气 却并没有要降罪于他的意思 甚至隐约带了点默认的味 嗯 我说对了呀 先皇驾崩的时候 不过二十六岁 只得一个皇嗣 正当夕阳不明白 他为什么突然说这个的时候 他又来了一句 二十六并不老 哦 原来摄政王还怕我说你老 本皇老吗 本皇老吗 嗯 是不老 二十四岁 还年轻得很累 但那要看看谁比 我今年十六 宗正宇脸色更难看了 冰冷的眼眸死死盯着他 你这八年尘毒 想要在很短的时间完全治愈 是不可能的 宗正宇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在计划了毒性的这段时间 寒毒将不会再挑时间 地点场合 随时随地都可能发作 但牺牲相的病治愈了 以后便跟在本王身边 一旦发作可极客治疗 他毕竟是个未婚女娘 一直跟在他身边也还是不妥的 所以他又开始私存 给他一个名分 一来他们有过夫妻之实 这是他应该给的 二来也送给西成像一个交代 可他还没想好呢 八 丑剧 任何时候你毒性发作了 我都可以立刻放下手里的事过来 你这寒毒只是让你痛苦 宛如冰封一样 会减短你的寿命 让你活不过三十岁 却不会让你马上死 只要我在地经内就来得及 我是要干我自己的事业的 可不能一直给你搬家 被他拒绝 宗正宇宛如被什么东西猛的在心里捶似的 顿时色的很 他在思考给他名分 他倒是拒绝得很快 随你 青带斯本尘 为什么要管他的名分 不去 死也不去 气氛是僵硬的 但他的手一直在他周身的穴道上摸索 按一压 扎针 那感觉却也是无法忽视 让宗正宇眉心紧粗 但那温暖的体温 却让他感觉很舒服 感觉怎么样 康药是不是起作用了 好像有点冷又有点热 西洋捏住他的手腕枕脉 正常的 这事无可避免 你只能忍 西洋在他周身穴道落了针 结束后 回头一看他在冒汗 便拿出帕子 顺手给他擦了擦 可他这动作 却让宗正宇一愣 一双冷眸瞪向他 干嘛 西洋意识到自己 似乎做了古代男女大房下 不该做的事 不由甘相 身为皇家子嗣 哪一个身边不是蒲庸成群 从小就有人贴身伺候他 你不会不习惯吧 难道你很习惯伺候男人 这话西洋就不爱听了 他一个不爽 梳的一针扎在了他大腿上 西洋 你故意的 没错 我就是故意的 你跟我说说 我怎么习惯伺候男人了 老娘想让男人伺候 我都来不及了 要不是秉承着 对病人负责的心态 你以为我吸得理你 他捏着另一根金针指向他 你跟我道歉 不然一会儿我这根真不知道扎哪去了 说不定就扎错了位置 让你一辈子不去 可惜你的五寸多就形同虚设 宗正羽窒息 前面那些话很正常 的确是他能说出来的话 可后面的 你见过很多吗 是见过很多 解剖的见过不少 临床上研究过男科 正常学医的 也不至于有他这见底 要命的他是特攻军团的 别的还真不多 宗正羽不问不得劲 问了更不得劲了 他又不明白这种不得劲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你方才胡说八道的 赶紧给我道歉 是本王不该一侧你 虽然你的确不成体统 以后不准再 再研究男人 不准 敢问摄政王 你凭什么不准 本王不允许 还需要凭什么 西洋 你该不会不知道 本王不娶你 也不会有任何男人敢娶你吧 改天啊 我还真找一个给你瞧瞧 西洋 本王看你是真的想死 但狠话放出去 大腿上又是一通 原来啊 西洋把刚才乱扎的那根针给拔了 把针之前能不能打个招呼 跟我玩全是压人 还有精神在这里威胁我 生命这毒 折腾你还不够狠啊 说话间 西洋已经把所有金针都落下了 他懒得跟他斗嘴 直接动手 轻轻拂过某个危险地带 宗正羽身子猛的一紧 西洋 你能不能要点脸 嗯 我是不要脸啊 但摄政王你可以要啊 有本事我动手了 你那别动啊 不想他突然一拽他的衣裳 如此伸手一拽 竟无意中拽松了他的腰带 一枚玉佩掉落在小榻上 喂 你胳膊上还扎着针呢 乱动什么 一会儿毒素流算跑位 炒条狼犬去追都追不上的好吗 西洋见他拿了萧谦 硬塞来的玉佩审视着 这烫手山芋的破玩意儿 他是不想要 但那不是还得还给萧谦吗 这是萧谦送你的定期信物 都退昏了 还六支信物 这是明媒正群 嫌弃 想要私定终身 聪正群 是你脑子有问题 还是我脑子有问题 我怎么没法理解你的意思呢 所以是 没退婚 退了 就我这名声去了萧家 你不想想 定北侯府难道是什么开善堂的吗 萧侯爷的夫人 那萧谦的亲娘是个什么角色 我还能不知道 是不是脑子被捋体 把玉佩给本王 让文莎亲自送回萧谦手里去 定北侯已经同意退婚 萧谦不愿意 你问我 我问谁 宗正群盯着他的眉眼看了一会儿 终究是没再多问 这般没心没肺的女人 也不像是能喜欢消欠的样子 小半个时辰过去 西阳给宗正群拔了针 他在一旁收拾银针 男人则是坐起来穿衣裳 美男仪太优雅 说不出来的好看 西阳瞄了一眼 就被他发现了 非礼物事 西丞相总不至于没教过你 没教过啊 我只知道 爱美之心 人间有之 宗正群一致 意思是在他眼里他是赏心悦目的 成了 我要准备出宫去给祖父试真了 一会儿我让陆公公把药送过来给你服用 说完就走 是真一点礼数都没有 真是我巧 文莎 把这个东西亲手交到萧谦手上 让他明白应当怎么做 定情欲配 莫不是乍然退婚 萧世子还于情未了 于情未了 王爷不是担心定北侯会为难西家吗 这两日属下专门命人去查过 方知西小姐与萧世子也称得上是青梅竹马 西小姐又是聪明伶俐 获得西陈相喜爱 但凡有空便亲自带读书席字 又怕唯一的嫡孙也太弱 于是便请人交西小姐骑射 最后是西世子自告奋勇 西小姐跟西世子学了五年的骑射 西阳原本不是现在这样 确切说 西小姐十岁以前名声一直是很好的 据说是十岁的时候不知道遇上了什么事 突然心情大变 之后便混成了传说中的第一女顽固了 查一下 到底是什么事 王爷要查这些 莫不是打算给西小姐一个名分 给她名分 她还不上天 王爷 你不嘴硬会死吗 小心小心 低头看去 竟然是个捕鼠家 倚珍突然察觉到一旁的树枝晃动 别跑 她追了过去 没事 一会儿我弄点药 这点伤养几日就好 不用搭紧小怪的 我们先去前院 等倚珍把人抓管 伤了我 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前院 杨妹 你这是怎么了 别急 就是一点小伤 一会儿抓到人就知道情况了 李珍速度的确是快 没多一会儿便把一个婢女带了过来 芳儿 芳儿 是西云院子里的大丫鬟 她脸色顿时阴沉无比 王爷 西小姐脚上受伤了 可是要去瞧瞧 瞧什么瞧 那么大个人了 这点事她难道处理不好 西洋的脚包搭好后 她便过来配合李太医下针 半个时针后才可以拔针 等待的时间 谁也没想到 摄政王驾到 本王来探望西丞相 众人满头的问号 不是才探望没几日吗 西丞相的病一日不好 这朝堂诸多事已无法施整 抱歉了 摄政王 脚上有伤 不能心理了 你什么时候心鬼 怎么 偷鸡摸狗挨了打 才过了一个晚上腿就瘸了 属下不是一五一十告诉你了吗 堂堂的摄政王说话能不能好听点 什么叫瘸了 什么叫偷鸡摸狗挨了打 不过就是被剑壁算计 脚被破皮 不伤骨 付点药过几日就好了 宗正宇的目光死死盯着那只脚 抱得跟粽子似的 丑死 连路都不能走 你还能干什么 怎么感觉摄政王是在心疼我 宗正宇 你心疼我就直说 不丢人 谁心疼你 少往自己脸上踢肩 一个不懂事的东西 打死就好了 值得你伤了资格 宗正宇 你真的心疼我 胡说八道 嘴里这么说 但他的目光依旧在他脚上 这么大的眼睛长来干什么的 是个人都能算计你 话可不能这么说 树欲进而风不止 明白吗 天不度庸采 我太优秀了 注定要走上坎坷不平的路 宗正宇唇脚一抽 能要点脸吗 宗正宇朝他走过去 正想问点关于他脚伤的事 不想也是巧了 相爷 您醒了 以诚 把我抱过去 我给祖父枕拜 宗正宇没想到这么凑强 本王在外头 这话没头没脑的 但他却是看着夕阳说的 去吧去吧 祖父 您先把药喝了 再与我们说说看 你还记得什么 我只想知道 祖父知道自己中毒了吗 这倒是谁对你下毒的吗 杨吉儿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你们且说说看 老夫阴过去后 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听说自己的嫡孙女阴差阳错 竟然失身于摄政王 西道卿眼神疏得变了 三方 都是你祖母给惯坏了 孙女阅祖带袍 替您执掌家规 方才将西云给赶了出去 为此得罪死了祖母 二哥 我先给祖父诊脉 确定没什么问题 我再去与李太医 斟酌接下来的施针和用药 摄政王人还在外头呢 你去请进来 你们让摄政王等我们 是啊 他自己说等的 西道卿感受到 摄政王对他的孙女 莫不是真改变态度了 祖父 摄政王一定会有话问你 他很关注祖父的病情 西阳出去和李太医探讨病情 而宗正宇则是进了内室 当然 如果西阳知道宗正宇 要跟西道卿聊什么内容的话 他要暴粗 臣 见过摄政王 丞相免礼 大病未遇 躺下说话便是 丞相感觉身子如何 托摄政王的服务 臣虽然感觉身子虚弱 但精神已经十分清晰了 所以是家贼还是外敌 家贼乃其一 通外敌为其二 哦 如此说来 是何人下毒 丞相是心里有数的 为何不与令孙女谈及 若想拿捏把柄 只怕也要做一番盘算 摄政王对杨姐 究竟是什么心思 本王今日前来 便是与丞相谈论这件事的 本王思量再三 决一许丞相敌孙女西阳侧妃之位 不知丞相可还满意 西道卿沉默 他是百官之首 三朝元老 他的嫡孙女皇后都当得 一个摄政王的侧妃之位就打发了 他自然是不愿意的 见他不说话 宗正与幼道 丞相放心 本王虽不喜欢西洋的形式作风 但只要认了他 应当本王承担的责任 是不会推卸的 唉 不知道该说 是陈这列孙女命好 还该说是福薄啊 明明有当正妻的资格 为何要当那侧氏 所以说 命好能入摄政王府 可当了侧妃 自然是福薄了不是 宗正与怎么可能听不明白他的意思 丞相 你应当知晓 本王对女色并无执着 许他侧妃之位 也并非要腾出正妃的位置给别人 本王不是皇储 不需要考虑开支散业之事 甚至多年来 从未想过取亲之事 日后也是一样 如今开了这个口子 王府的女主人 自然会指令孙女 只不过 此事并非本王所愿 而属于被迫背负的责任 故而本王不想许他正妻之位 以免将来其他有心之人 有样学样 旁使那些想攀龙附凤的姑娘 都去学西洋 将他强行按了就上 之后就能入他的摄政王府 那他成什么了 臣明白 听到这里 西道卿再不情愿 也不得不松嘴让步了 他没想取正妃 那么西洋嫁过去 也就是只有名头上的不同 实权不会有影响 两人又谈了小半个时辰 大概说了朝中 以及西道卿中毒相关的事 在宗正宇从里面出来的时候 西洋已经拿着手闸写写画画 嗯 结束了 丝毫不知道自己的婚事 被决定了的西洋 抬头看他一眼 宗正宇面色平淡 跟平时没什么两样 嗯 你等一下 我刚刚想到了一个 更合适的真术阵型 先做一下推演完善 弄好就走 宗正宇猜想 他是为自己解毒做的阵型 如此认真 全神贯注偶心力血 他这般为我 我却只愿意给侧妃的名分 会不会不太厚头 好了 宗正宇 我们可以走了 他身边这几个人 做事还不错 独子倒是有几分 当家主国的样子了 加上他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 也不怕压不住摄政王府的人 至于皇族那些人 罢了 以后本王多费了几次 替他称宠 那这个婚期 定在什么时候好呢 刚才与西道卿 提到婚事的时候 他是没想很快成亲 所以没谈到婚期 如此看来 还要好生死了呀 西阳如果知道自己的婚事被定了 怕是要吐血 可他不知道 一门心死在眼前的事上 赵丽 每天在丞相府给西道卿治疗 完事后进宫去给宗正宇治疗 可五日后 大麻烦来了 西家嫡孙女 西阳接旨 什么 杨姐儿 快跪下听旨 不用 摄政王特别关照过了 西小姐 可以站着听旨 穿旨太监开始宣读圣旨 前面是一长串的官方术语 绕得很 但不妨碍西阳听明白了 这是赐婚圣旨 西阳整个人都不好了 想都不敢想好吗 他嘀嘀咕咕的来了一句 圣旨赐婚不能退 但我可以来个忘门寡 倒也好呀 还没过门 先让婚配对象挂了 他顺利守寡 以后也不用考虑婚配的事了 且不美咱 他说的很小声 穿旨太监没听到 一脸喜气洋洋的念完了 圣旨的后半段 特赐婚于朕之摄政王叔 宗正宇 许以侧妃之位 臭 宗正宇他搞什么鬼 摄政王人在哪里 他这是搞什么飞机 什么什么飞机 西小姐 奴才给您道喜了 错是 我侧他老母的妃 宗正宇这个王八蛋 看我不出包他的蛋 宗正宇王八蛋 你给我滚出来 我说过不要你父子 你他妈凭什么私自做主 做什么圣旨赐婚 赐他奶奶个锤子的婚 要是说是明媒正确 好歹他的脸还在 偏偏还是个侧妃 还要他感恩戴德千万谢 简直是欺诈了 你发什么疯 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 你把这圣旨撤了 反正我不可能做什么摄政王侧妃 你想做正妃 这能谁都稀罕你的后院似的 这世上只有你一个男人 只有你这个男人厉害 老娘非要跟你占关系 别怪他脾气这么大 关于负责这种事 他以为他们早就达成协议了 过去的事翻篇 他不娶 他也不嫁 现在倒好 他是不娶 侧妃那不叫娶 叫娜 难道这还不是故意遭见他的 就行 好好说话 赶紧的 把这见鬼的赐婚收回去 我就当你脑袋挂子漏了个洞 一时做出了智障的举动 你要是再用这破玩意来羞辱我 你不忍 就别怪我不义了 夕阳 第一 是你对本王做了不该做的事 而本王却要承担不负责的污名 第二 此时本王已经与西丞相谈过 也算父母之命 圣旨赐婚 也算媒妇之言 并无失礼的地方 何来羞辱 很好 圈子不同 没法沟通 你要坚持用你那套说法 那我也就用我的处事之道 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既然你先撕毁我们之间谈好的协议 那么我现在郑重告诉你 你的毒老娘不治了 撂下狠话 夕阳转身就走 他迈不抓住他的胳膊 将人拉住 夕阳 硬下这个词婚 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好个鬼 我自己想要什么 我自己心里清楚 诗人愚昧 无知喜欢说三道四 那他们就说 我用自己的能力碾压他们 慢是慢了点 但迟早会有效果 难道那效果 比本王的名头阵子还快 你问过我吗 单方面撕毁协议的人是你 曾正宇 你等死吧 你死了 我正好当个妄门小寡妇 以后还能逍遥快活呢 脾气也发了 狠话也放了 他一拳一拐的准备离去 他一把拽住他的手 打算强行把人留下 不想夕阳脚上未遇 下盘很是不稳 被他这么一扯 一个猎起 身子倒下 出于本能 夕阳用力抱住他的腰 脸部重重的撞在了他的腹部下面 他闷哼了一声 将他拎稳了 安置在一旁的椅子上 旋起自己也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 谁叫你拉我的 疼死你活该 把话说清楚了再走 我认为已经够清楚了 宗正宇 什么时候你把这神经病的圣旨刺婚给撤了 我就什么时候给你解读 不然你让我在不舒坦中度过 但我肯定也让你品尝痛苦的滋味 你若是担心本王许别的女人 大可不必 本王应称了西城相 即便你为侧妃 那就不会有正妃 王府的钟馈一样归你所长 丑剧 西阳 你想抗旨不遵 对 我就抗旨怎么了 有本事你将西家满门抄斩 反正你也活不了 不是我唱衰 就目前玄州王朝是你独木支撑的情况下 倘若你死了 权力势必会被瓜分 到时候朝堂不知道会撕裂成几块 十四岁的小皇帝是否能够撑得住 倘使他撑不住 被其中某一派系拿捏了 新的掌权者携天子以令诸侯的时候 代替你的人还会不会有你这么公正 这些事可就全部确定了 偌大的玄州王朝不知道多少人给我陪葬 我怕个蛋啊 让我给你做小老婆做你的青天白日梦去 给人做小 我还不如答应跟消遣把婚事继续呢 毕竟就他那对我言听计从的样子 我拿捏他不好过跟你这个大猪蹄子博弈 西阳 你别忘了 你与本王的关系深你放肆而来 本王不与你追缴 你到拿桥上了 你错了 我和你那点事已经在我答应给你解读的交易中扯平了 上职以下不可能撤回 初次完你再提条件 既然是他让提条件的 那他可就不客气了 我们合作的药铺 不管是所有权还是经营权 全部归我 可以 他能提条件就代表着侧妃的名分定了 西阳却到 侧妃太难听了 他整这一处 说白了 就是想做正碑 圣旨赐婚就丢在那里 婚期无限期延后 你可真会打如意算盘 哦 不然呢 你为何非要我做你的侧妃 如果不是为了羞辱我 难不成我是什么天女下凡 凤凰女转世 得我者得天下 他可不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所以他弄不明白 宗正宇坚持这么多年 都没有通过取妻纳妾的方式巩固全世 怎么突然就来了这首 难道是西道卿跟他提要求的 宗正宇给了一个理由 你不是感受到朝中有些诡异的气氛了吗 如此赔给西恒机会成长 尽快把他提拔上来 以免夜长梦多 但我的条件 你答不答应 明明是他得到好处的事 就因为他会结百丈兵的毒 并且现在已经进行到一半了 没开始治的时候 他还能压制 当时他撂挑的走人 他根本压不住 便真的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他被他拿捏了 要不归你 婚期不延后 那就不要有婚期吧 你把那什么侧妃改成通房 外事都行 反正沾上关系 能把西恒弄上去就行 执掌中愧 做摄政王府的女主人 你不愿意 反而要自降身份 在我眼里 侧妃这玩意儿还不如当个情人 你要是对我的身子感兴趣 恰好我对你的身材也算满意 你请我愿就可以了 当了侧妃意味着什么 现在承诺不会娶王妃 人生长着呢 谁他妈知道以后 等他被套牢了 连个翻身的余地都没有 他才不敢 好歹情人是自由的 不用负责 你这个人 简直非一所思 我不管那么多 反正话就放这里了 今日圣旨刚下 马上撤回不可能 改内容更不可能 我无所谓的 那就等有可能的时候 我们再谈 他如此抗拒的 不过是这个侧妃这个位置 说来说去 他还是想要明媚正取 不然情愿不要名分 是这意思吧 可没曾想 夕阳刚走了几步 突然顿重 怎么 想明白了 可那一张立嘴的女人 竟然不吱声了 捂着腹部大口大口呼吸 怎么了 去他奶那个熊 天天吃药 炼炼毒怎么又发了 但自己没中过这种毒 关于这种毒的临床经验也很少 他哪里知道 在自己每天喝药扎针的情况下 竟然还能发作得这样汹涌 宗正宇见他额头开始冒汗 眼圈开始发红 气肤都在颤抖 突然想起上回的场景来 毒发了 没有 罪药 你这些日子没给自己解毒 是了 还没好 要是没解毒 每天晚上都要找男人过夜呢 三七二十一天后 一个男人也满足不了了 一夜可能要好几个男人 直到死为止 越听他说 宗正宇脸越黑 他寻思着 难道还像上回那样 西洋此时的心理 却在防备着他拿这个当条件 用来驳回自己刚才的条件 宗正宇 借我一个相防 宗正宇一正 要相防干什么 他很快就想明白了 他是想要解毒 算了 反正名分都能给了 还是帮他吧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他已经浑身汗湿了 烈焰毒仿佛自带雷达 沾了男人后感觉会更强烈 宗正宇正要把他放下 却发现怀里抱着的人 死死扒着自己不放 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他的衣巾就被他给扯开了 放手 西洋不但没放 反而还把手伸了进去 东摸摸西碰碰 找准了他胸前不平整的地方 跟狗子似的套上来 伸舌头擦过 然后啃了一口 你若是把持不住 那混期也不可能延后了 你做事不负责 本王不能 小气 够没啃掉你块肉 西洋嘟嘟囔囔的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只是有点失控 没办法控制自己的魔爪 朝他伸出去 他的警告是有作用的 他不想婚嫁 就得用尽了全力 去努力维持自己的理智 你松开我 嘴里说着你松开我的人 一双偶臂却用力圈住了他的腰 放手 你打开我手上的腕棒 给我取针 哪一根 最长的 一号针 你们学武功的 不是会点穴吗 宗正宇不是没想过用这招 只是不清楚 但这情况到底如何 宗正宇找到了最长的那根金针 发现腰间的束缚松开了 低头一看 一片白光 尤其是刚被他如此的挑逗之后 此时的他也是全凭强大的意志力在控制自己 就这么一点时间 夕阳已经把自己身上的衣裳给脱了个干净 点穴也好 捆住我也吧 反正你先把我固定住 别让我乱动 你不解读了 快点捆 不然我忍不住了 没有别的办法 宗正宇只好上前 先把他的穴道给点了 见他满头都是汗 看上去极度痛苦 也确会让血脉受阻 你还是靠自己忍吧 又把穴道给解开了 我说穴位 可真好 你来下针 本王不懂议 宗正宇硬着头皮捏着金针 他下意识想要避开 不去看他的赤身 你不看我怎么给我扎针啊 这个时候你别把我当女人不就完了 就当上死猪 死牛 死狗 反正就是一坨肉 只不过这坨肉还是活的罢了 你别磨叽 一会儿我完全失控了 你就只能用您尊贵的神器 约三将会给我解毒了 你要是不行 就找其他人来 西洋说的是其他人 但宗正宇自发理解成 其他男人 说 在哪下针 长这么大就没摸过针的摄政王 此时捏着那金针 按准他说的扎了进去 你是不是好多了 不得不夸奖一下 摄政王是真厉害 第一次做这样的事 就做得很漂亮 你今年也二十四 马上就二十五 睡过几个呀 这招我嘴 一天要被他妻子八百回 递给他的金针都不想给他了 想一下子扎进他嘴里 把那根蛇都废掉 需要本王帮你脱袜子堵上嘴吗 你害羞什么呀 没当摄政王之前 你好歹也是个皇子 睡过好些女人也很正常不是 你能不能闭嘴 宗正宇 说说看你有过几个女人呗 他絮絮叨叨到宗正宇忍无可忍 为了避免他继续揪住这个问题不放 张口道 没有 为何 我四岁的时候被送到了先太后的膝下抚养 我母妃是在男人想她肿丧命的 她怀了身孕 但帝王贪色 借着酒衣对她 农胎没了还是小事 她的身子也因为大出血而彻底毁了 出事那日我贪玩 亲眼所见 啊 所以因为那件事她有了心理创伤 对于男女那个傻很是反感 且都二十四了没想过要娶老婆 母妃轰事后 我便被送到了皇后宫 长期寄人了一下 先帝是你敌兄 比你大多少 大十岁也不算多 宗正是主之人丁凋零 或者说先太后手段了得 到最后只剩我这个拥护者 提头之尾 西洋明白了 抚养她长大的那个皇后 为了给自己儿子铺路 铲除异己 残害皇子 宗正宇是皇后养大的 背后也没有什么势力 倒是让人放心 那嫡母定然从小对她洗脑 让她对自己的嫡兄忠诚 可惜啊 她也想不到她的儿子很短命吧 先太后命也不长 先帝重病之时 先太后企图把控朝政 无奈群臣反对 她便与先帝商量出了这个法子 让我来设政 想拿你当傀儡 是因为你是他养大的 孝子当头就可以压死你了 非但如此 还给你下了百丈兵的毒 等到小皇帝成长起来 你的利用价值结束 就可以去死了 宗正宇没回答这个问题 但脸色更阵沉了几分 显然就是她说的这个意思 你看起来已经好了 就这样等一炷香的时间 拔针就行 一个时辰后 夕阳给宗正宇 试针走了一遍全身经络 拔完针才告诉她 药引子我都留在宫里了 还是得进宫你才喝得上药 夕小姐 皇上有旨 传你去御书房进剑 这次换的圣旨刚下 小皇帝就召见我 夕阳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大冤主 这是要当剑靶呢 让人去盯着 当时有什么不对劲 立即爆来本王 皇上跟你说什么了 闲话家常 就是三言两语一些无关紧要的废话 你把他说的话 束缚一遍 我说你们叔侄俩的感情是塑料做的吗 他防着你 你防着他 宗正宇不明白塑料是什么 他顿了顿 你与本王说一遍 本王才能知道他对你到底存了什么心思 夕阳还是没说 自顾自的他 不用你说 我也知道他存了什么心思 宗正宇 你这皇帝侄子 应该是已经开始积攒实力 好在将来某一天一举推翻你了 宗正宇丝毫没有意外 所以宗正宇如果不把我安排妥贴的话 他想还证 也要看我搭不搭眼 他身后的人应该害怕本王成婚 只是一个侧妃就探出一二来了 西洋不由于愣 所以他给这侧妃之位是故意的 好他个宗正宇 神他妈鸡贼 原来给他侧妃之位 真不是为了羞辱他 而是一来可以杀一杀他西洋的威风 二来也算是给了丞相交代 为他所做之事负责 这第三嘛 竟然还能用来试探皇帝及其背后人的想法 一举数得 一箭三丢 所以我成功具人了 话不能这么说 西家与本王如今是利益共同体 难不成你只想从本王这里获得好处 不该尽一份力 西洋撇嘴 原本也可以不是利益共同体的 只不过被他那么一闹 事情就不对了 他是强行把他拉扯进他的阵营 现在他想要脱身都不可能 罢了 他认命 婚事如你所言 往后拖一拖 待失去明朗以后再做打算 婚事什么婚事 不就是个厕事 还需要办什么迎亲不成 一个厕事罢了 不是一顶轿子 把我从侧门抬进 你摄政王府 事情就算结束了吗 看着他这副样子 宗正宇竟然莫名想笑 他的冷谋中多了几分笑意 你想八台大教 明媒正取 免了 就算明媒正取又如何 还不如当个外事呢 宗正宇跟不上他的脑回路 哪有女子不要名分 宁愿做个见不得光的外事的 西丞相既然醒了 你们西家那些事也该有个眉目 你把西云赶出西家 毕竟名不正言不顺 三方不会服气 只怕还会做出什么反扑的举动呢 你不可掉以轻心 当与西丞相商量妥当 让他来发声 好 多谢摄政王教导 我知道了 他还担心自己能力不足呢 有这位谋权高手帮忙 那点宅都必定难不倒 等药送来 看着宗正宇把药喝了 西洋便回丞相府 夫人 那件事是委屈了你 可你疼爱老三可以 却别忘了 老三那一房 根本不可能支撑西家 如今 只能把希望寄贿于 长房这几个孙辈身上 你明白吗 我明白 可你不明白 每当听着西洋那臭丫头 一次次以敌树枝 别来压朗儿他们 我心里有多痛 明明 明明我朗儿是敌出 锦荣 不过是个私生子罢了 老夫对朗儿的培养 从未有过确实 可他确实不成气 不是老夫不疼他 难不成西锦荣他就成气 抢占了我朗儿的敌长子位置 却没半点气魄 早是如此 我便不该同意 当时 我不也是没有办法吗 锦荣这一代不行 可横格 却是西家的希望 杨截他 老夫原本更希望 他能进宫做皇后 可三方却见不得他好 一而再的背后始办 这七年来 他们不断的买人在外头 把杨截的名声彻底搞臭 你当老夫不知道这些吗 他们还怂恿杨截 去给摄政王表白心计 一步步乱了我的棋 我全说过了 可他们不听啊 老夫只想在这风雨飘摇中 屹立不倒 不曾想好好的计划 竟然被自己人乱了棋盘 你叮嘱三方的 不要再闹事 如今摄政王 对杨截的心思 不说很明显 但以老夫对他的了解 杨截绝不会止步于侧飞 原来的棋盘毁辣 如今既然没有其他选择 那便只有牢牢抓住这条绳索 当务之急 是横戈回到地经后 在大圈更迭之前 如何把他捧上去 别怪老夫没提前告知你 他是横戈那边 再因为三方而出了什么岔子 西家顶梁柱 因此而产生了动摇 你便收拾东西去安堂 持债念佛 为西家子孙后代祈福吧 喜阳一下子得了这么多信息 他心情有点炸裂 对啊 看到你吃饭才想起来 原来我还没吃饭呢 小路子人呢 外头呢 不提醒你用午膳当罚 啊 罚什么 我这人一日三餐不定时 可太正常了 周夜颠倒着过也是常有的事 他们跟不上我的节奏 只管听我的就行 吃完饭休息了一会儿 便开始今日的湿针治疗 我看情况有点稳定了 再来一个七日疗程后 酌情可以减少次数 从每天一次改成三天一次 温热的体温从到手背传来 从正宇像碰了热水似的 怎么 你是大姑娘啊 你的脚别人碰不得 我是大夫 你把我当成男人不就成了 哪个男人能长成你这样 别老担心什么肌肤相处 这也不是第一回了 再说了 你浑身上下哪儿我没碰过 闭嘴 唉 你脚上的冰寒程度比手要厉害 不过这也正常 血液循环到脚确实是比较远的 宫起还来不及把这里污热 寒气就已经盖住了 嗯 你的药方子 我得换一换 今日凌晨 睡梦中突然动起 嗯 我说过了 这是正常的 他说是正常的 但宗正宇心里想的却是 说是婚期要往后拖延 但他已经想紧快了 当时他已经过门 半夜动醒的时候 就能直接让他给自己诊治 而非硬扛过整个后半夜 西恒大概明日就能抵经了 啊 大概什么时候 我去城门口接他去 估墨下手 让他尽快叨人 当然 你提醒一下他 别人能对西程相下手 也可能对他下手 我知道了 次日 大哥 怎么了杨妹 你不是惯会说话吗 看见大哥都傻了 人都不会叫了 太久不见 杨妹已经长成大姑娘了 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了 大哥 听说是杨妹帮我 调回金庄来的 嗯 家中有难 大哥已经不适合 在外面历练了 还是紧这些回来 早做打算 早打根机 可他的目光落在夕阳身上 却是多了几分闪失 很快到了傍晚 哎呀 我昨天跟李太医约了个饭局 大哥 你先休息 明日我们再给你办一场 接风洗尘宴 你大哥刚回来 你怎么就往外跑 娘 我这是昨天就跟李太医约好的 那时候还不知道 大哥今日回来呢 先来后到 不能失心于人 杨妹说的是 母亲就让她去吧 一家人什么时候 一块吃饭不鲜 不急着会儿 谢谢大哥理解 她刚走 西横转头看向西伟 报道无觉 是啊 是杨妹让我报的 杨妹怎么突然就学了医术 关于这件事 谁也给不出答案 还是西伟 把最近的事 叙叙叨叨的讲了一遍 包括西阳 怎么对付三房 怎么给老爷子治病 又是如何得摄政王 另眼相看 等等 也就是说 从吴旺山回来 杨妹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她不是一天天改变 而是突然变的 是啊 你是不知道咱妹妹有多神通 她搞定所有人 我都觉得不奇怪 最让我佩服的是 她能搞定摄政王啊 摄政王不仅让皇上下水赐婚 甚至还调遣了 硕日公的小太监 跟着杨妹 地精贵女 有太监伺候的 咱们杨妹是独义法 你多给我想讲杨妹的事 西伟特别愿意说 叽里呱啦的开讲 跟叔叔似的 西洋回到长相府 已经是数十过半 当迈步进丹夏院的院子 立即发觉 有人造访 我关你这些玩意儿兴起 便拿起来看了一眼 没事 大哥尽管看 杨妹 我一生有几句私企话 想与你谈 大哥有什么话 请直说就好 你不是杨妹 你家杨妹 已经死了 大哥能够直接说出 我不是西洋 想来是因为 我与她的性子 南辕北辙 他们一直在地精 日日相见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可你多年不见 这种不一致 也突兀得太明显了 是的 一个人哪怕是遭逢聚变 而性情大变 也不可能连基本的生活习惯 与人之间的关系 都全然发生了变化 我与杨妹虽然数年不见 但她若能改变如此彻底 父亲给我的家书中不会不提 就在前些十日的家书 父亲还十分感慨 说女儿都要谈婚论嫁了 却还是跟家里人不亲 在我出去的这段时间里 大哥都跟父母亲 二哥问过细节了吧 是 对于这个事实 我表示遗憾 但既然大哥提出来了 那我必须告诉你事情的真相 夕阳死于西云的算计 或者说三房的算计 在无望山冰窟 他死了以后 我一缕意识游魂 得以寄生 那我从今往后 便是夕阳 从我用了这个身子开始 便在心中立誓 第一 西云必死 才能解夕阳之恨 第二 三房必须付出代价 我不但要把西云赶出丞相府 还有三房 第三 我要让掌房在西家的地位 稳若泰山 祖父卸下重担后 这西家一家之主的位置 必须是掌房的人 见他始终不说话 西云没家一阳 大哥莫不是觉得我大言不惭 被我吓到了 他一口一个大哥 并且方才所说的一切 都是将掌房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 对刚刚得知自己的亲妹妹 已经死了的西恒来说 多多少少是个安慰 这也许便是杨妹的名 你从何处来 原本叫什么名字 同音 我也叫西阳 不过是风之所阳的阳 这名字倒是挺称也的性子 大哥 虽说我并非你的亲妹妹 但有缘用了这具身子 也算是你的妹妹了 你说呢 你说的对 倘若不是你来 我这一趟回来 便是为自己的妹妹奔丧 父母亲也很难接受 这个白发人 算黑发人的打击 既是原法所致 日后希望你代替他活下去 接受必须接受的事实 才是放过自己 放过别人的最好方式 很高兴 你愿意做我的妹妹 你跟涉政王提出 把我调回来 可是需要助力 是 我再怎么自信 也不可否认我是个女娘 没有继承家业的权利 此为其一 第二 这个圈子里 我们要做的事 绝不是靠一个人英雄主义 单打独斗能成的 所以 你把我找回来 还让维帝报无局 并且你稳住 设政王那边 着手开医馆 还敢跟母亲提议 送瑜伽女选后 大哥难道不认可我的筹谋 认可 你做得很好 妹妹这般雄心豹子胆 若我不能成为你的支柱 这声大哥也受之有愧了 多谢大哥成全 应该是我多谢你 谢谢你尊重杨美 并且为她报仇 她的仇不应是你一个人背负 以后 做哥哥的 会与你同道而行 大哥可知道 爹他不是老太太所处 你为何由此一说 从祖父祖母嘴里 听到的这个消息 其实也就是昨日的事 知道这个消息 我感觉自己都要炸裂了 并且突然觉得 自己原本的筹谋 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了 咱们又不是 正儿八经的敌掌坊 倘若将来被人拆穿 到时候我们将无地自容 但 我并不打算因此而更改路线 我知道此事 你知道 那你是怎么想的 关键是 祖父的态度 你懂吧 是 我也是这么想的 孤儿立志 不管付出多少代价 一定要治好祖父的病 稳住祖父 这个一家之主 一直到权力交付 到掌房手里为止 你很聪明 你比杨妹要聪明得多 大哥 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想法 还是祖父的想法 未来撑起西家 维护掌房的利益 都要看你 你放心 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那行 宗正宇的意思是 让你尽快道任 小皇帝的心思 其实也不难琢磨 年纪不大 也心勃勃 你见过皇上了 是的 赐婚后他召见了我 在我面前 尽量表现出来 人畜无害的样子 可我也不是吃素长大的 哪能被他一个 小屁孩给迷惑了去 你是我陈相府 唯一的嫡孙女 摄政王却只给了 侧妃之位 未免太羞辱人了 啊 话题转的也太快了吧 婚期没定吧 没有 圣旨下的第一时间 我便去找他算账 最终跟他谈判 得到婚期 往后拖延的结果 至于拖延到什么时候 没定 你做得很好 当真是极才又睿智 宗正宇这个人 嗯 老毛深算的 我感觉他另有筹谋 但他不肯说 我也懒得问 若没有这个意外 祖父更希望你与萧谦成婚 如今闹成了这样 祖父也没有办法 摄政王把这个婚事压下来 我们不能拒绝 但我为祖父商议过了 即便你非要入摄政王府 也必须是郑妃才行 当真他无路可走 非要当什么摄政王妃 那他也要当不容宗正宇 有侧妃 侍妾 外侍的 连女人的一根毛 他都不能碰的那种 按我的意思 根本就不想成婚 谁知道宗正宇要搞这一处 西小姐 文童你来了 说是摄政王请您 马上过去王府 走吧 本以为会急匆匆过来喊人 是宗正宇真的毒发的严重 熟了 你没事 你看一看 有什么想法 这是朝臣奏章 你让我看 让你看你就看 南方水化 如今才四月 已经连降暴雨有些日子了 当地官员预测 还会爆发洪灾 往年也这样吗 的确是年年都在同一个地方爆发 就这一段 最是严重 洪水过后 还会爆发瘟疫 是吧 每年朝廷在洪水和瘟疫上 至少要拨八十万两银子下去 这是最少的 对国库来说 这是不小的负担 当地官员有问题 本王也是这么想的 派人去查过 没查出什么来 赈灾的是本王是派可信之人去的 确保赈灾银的确用在百姓身上 兴修水利的银子 也确实九成九都用在了公式上 你没听说过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吗 我要是当地的官员 如果我想中饱私囊 可上头派来了人死盯着我 我没有做主权 那怎么办 当然是往下面打竹一杯 灾民除了领赈灾物之外 不还会分到银子吗 那么这些银子分到哪 是不是分到村里 让村里分到个人 你是说村里会把这些银子吃了 可本王命人去暗访过 确定银子的确是发放下去了 发下去的银子 有没有一种可能会被收上来呢 本王倒是没想过 放下去的银子 还可能会一层层被收上来 只要有水患 根据洪水大响 朝廷拨银子下来 动辄百万 兴修水利的工程款 又是一大笔数目 我若是当地官员 就不能让这水患致好 这人啊 一旦为了利益 则无所不用其极 宗正宇明白这个道理 水利工程本就漫长 底下的人若是想要吃这些银子 自然会绞尽脑汁破坏公事 好第二年再一次获得朝廷拨款 第二 发红一般是上游和道游问题 上游没处理好 下游遭殃 治理水患当以防卫主 而不是哪里漏不哪里 宗正宇听得入了神 老实说 从一开始看他说话 他有点分心 之前提侧飞 是因为心里勇气不甘心 要不 第七改成正飞 反正侧飞是靶子 正飞也一样是靶子 西阳完全不知道身侧的男人 对他已经从始于颜值 到了限于才华这一阶段了 宗正宇 你说 若是上游有了这么多 疏导水利的工程后 胡城发大红 要到上百万振灾银的几率 是不是就能降低很多了 的确如此 你的方法很好 可这些水利工事 又让谁来做呢 我只能提供概念 西横目前在公布 你也别看我大哥 水利工程动辄十年二十年的 你让他一直在外地 那怎么行 公事让他做总调度 由他来挑选人才 做下面的事 若今年把这件事落到实处 他连跳三级明年上三品 就有合情合理的说法了 我看行 你刚才说的很好 想要什么 本王赏给你 我想要的 你怕是赏不了 说说看 哪怕你要做本王的正费 本王都可以答应 是你疯了 还是我疯了 新月本王是你自己说的 是谁说娶母猪都不会娶我 春日宴上你对本王表白心惊 说若是本王考虑娶妃 优先考虑你 现在本王愿意了 你倒是拿桥了是吧 宗正宇 你不会真的想娶我吧 看在你新月本王 处处为本王着想 分忧的份上 本王可以娶你 不 我脸疼 如我好心提醒你啊 你说娶母猪都不会娶我的 现在你要娶我 岂不是我就成母猪了 那啥 你要是觉得我帮上你的忙了 要不把我欠你的那个承诺给对象了 当时为了跟他借人 跟他交换的 不对笑 不对笑就不对笑呗 你给我掰脸色干什么 这大晚上的你把我叫过来 就是为了让我看你臭脸的 那我还不如在家里看我大哥的眷脸呢 看着我大哥我都能多吃两碗饭 夜里睡觉都能做个美梦 怎么 你不心愿本王了 改心愿西恒了 宗正宇 你能不能别用你那短浅的目光来丈量我的格局 天底下美男多了去了 难不成我见一个好看的就要心愿一个 发乎情 只乎理 晓得不 我喜欢看美男子 跟你们文人雅克喜欢赏花 跟你们男人喜欢看美女是一样的道理 但我喜欢看 不代表我每一个都要拥有 当然 如果美男愿意的话 拥有几个我还是很高兴的 嗯 三五七个就行了 也不要太多 太多了我吃不消 难道本王长得不符合你的审美 长相挺好的 身材也棒 嗯 棍子的尺寸我也完全有可 但 你这脾气太差了 谁想成天对着一个板着脸对我的人啊 不去找哄我开心的不香吗 你赶紧滚 眼瞧着某人要气得细胞都裂开了 所以你不是毒发 还把我叫过来 手伸过来 我给你准麦看看情况 看完确定没事我就滚 行了吧 把他气得头顶冒烟之后 还跟没事人似的风淡云青 他怎么这么能呢 你干嘛这一脸的委屈 你一喊我马不停蹄的来了 结果你让我看奏折给你出主意 结果一谈奖励你就翻脸了 宗正宇 你这男人每个月也要那几天 气血不顺喜怒无常 帮你狂奏 闭嘴 我偏不 宗正宇 汇集记忆不可取 要不我给你开点安山药吧 想想你最近不对劲也是正常的 毕竟我给你的治疗已经准备进入中期了 你这体内血脉一会冰封一会燥热的 很容易 七身上来便堵住了他的嘴 宗正宇的吻技不太好 啃人的时候不但撞他牙 还会咬人 夕阳再一次被他磕疼了之后 实在是忍无可忍的 干脆伸出双臂 还住他的脖子 把他拉下来 让老娘教你接吻的正确打开方式 你那叫狗啃 不叫接吻 我来教你啊 宗正宇气恼 但他来不及自尊先受伤害 因为夕阳他真的好会啊 柔软珠唇轻轻叼住他的 一下又一下的试探 力道轻盈 网如蝴蝶的翅膀轻轻扇动 明明是毫无力道的动作 硬生生被他营造出来 暧昧移拟的氛围感 宗正宇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慢慢变得疯狂起来 他很快把主动权夺回来 学着他方才的举动 迅速钻了进去 属于男人的狂野狼性 瞬间表露无遗 恨不能将他咀嚼入腹似的 若说夕阳是星星之火 那么宗正宇定然是那广阔的草原 这把火愈演愈烈 并没有过去多少时间 宗正宇已经失控了 越是截身自好的男人 一旦被点燃 越是容易沸腾 夕阳珠唇一滑 落在了他的颈间 在那凸起的喉结上啃了一口 你是不是不想会成相府了 他完全不记得 事情怎么就发展成这样 原本他被他气得蹊跷生烟 一转眼就搂着他不想放人了 你如果真想坐下去 坐完了再回成相府 我也是可以的 但我必须回去 不然我大哥会担心的 宗正宇盯着他 知道这个女人放浪不羁 没脸没皮 却不知道他这么会聊男人 身子像是疯了一样 浑身都在叫小 可他提了西衡 他努力拉回了一丝理智 这些花招都是哪学的 你当我成天在外面鬼混 是混假的呀 他不可能告知自己是穿越来的 好在园主是地精第一魂女 一帮狐朋狗友吃喝玩乐的二世祖 带着西洋到处跑 以后不准去那些不三不四的地方 西洋才不理他说的 倒是对他刹车了 有些诧异 怎么你不行啊 上回在硕志宫 如果不是小皇帝来了 他肯定完全失去理智 沉浸欲海 可这一次 他竟然还残存了一丝理智 我行不行 你不知道 不是不行 是不能 身为大夫 我好心提醒你一下 你常年禁欲 开婚之后 如果老是憋着忍着 不利于身心健康 常年欲求不满 性格会变得扭曲 脾气会变得暴躁 经常见在弦上 没发出去呢 也可能会伤了根 以后有可能无法勃起 怪谁 这能怪我 我可是好好说话的 你突然亲上来 我要是不给点回应 都对不起我自己的眼睛好吗 关你眼睛什么事 那必须关我眼睛事啊 看到美男的正常反应 送到嘴边来还不亲上去 可是对不起 看过美男的这双眼睛吗 宗正宇琢磨 所以他这是在夸他是美男 你的意思是 换个长了好颜色的男人 你也能这么亲 宗正宇 你现在看起来 好像踢翻了醋钢 难道本王没有资格 你有资格 为什么不做下去 我又没反抗 都丢亏气甲 让你为所欲为了 你以为本王跟你一样 尚未成婚 本就不该 上回不是也做过了 这种事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不是吗 那是意外 你说话大声 你说的算 西洋知道自己跟他脑回路不一样 懒得跟他掰着下去 看着他这辛苦的样 他好心询问 要帮帮吗 帮什么帮 简单 可以用手 你没洗澡 用嘴我是拒绝的 他要炸裂了 本就忍得难受 他竟然还在刺激他 你还是女子吗 什么话都敢说 你就当这是在炸裂界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 就行了 要不我给你扎两针 滚 他不想与他共处一室 身子被他聊得火聊火聊的 脑子被他气得炸裂炸裂的 他不走 他干脆自己走 中堪不中用 你今日体温又比昨天要低一些了 昨夜发作了 你为何不让文莎去叫我 干也三更的 怎么叫 潜入丞相府把你偷出来 他不会说因为昨晚被他聊的 只要自己能压制 他就不想见他 看见他就忍不住想起来昨晚的事 西云死了 不管是谁弄死的西云 三方都会把账算在我头上 西建朗一向阴狠 肯定会就这件事找我麻烦 本王找个由头 把西建朗的两个儿子调外地去 有喝 摄政王还挺了解我的嘛 你又不是什么活菩萨 还能别人欺负到你头上 你就吃闷亏 没错 我得感谢那个把西云干掉的人啊 西建朗势必要把账算我头上 背面祖父难做 西建朗不来搞我 我就不能搞他 但只要他动手了 那我就是正当防卫 你想对付西建朗 不必做那种冒险的事 有些事犯不着你亲自去做 去找西建朗的污点 照样可以打垮他 我得多金贵啊 这点事不能自己干 你可是本王卫过门的 别扯那什么破侧妃了 听了就糟心 有 他就是不满意侧妃的位置 西阳出去后 宗正宇私存片刻 起身出门 皇叔 才几日啊就改行跟章 怕是不太好扶重呢 暂时先拟旨 按下不宣 待臣找到合适的契机 再宣读圣旨便是 瞧把皇叔给急的 那不是有了合适的契机之后 再拟旨也一样的 皇上上起年幼 未曾懂得红袖天香自问 不过 您也已满十次 是时候物色皇后人选 今年选后 明年立后 正好合适 好家伙 说着皇叔的事呢 话题瞬间到了自己身上了 宗正宇吃了个软钉子 是是是 但凭皇叔做主 如此 全可着宗亲物色人选了 好 听从皇叔安排 当宗正宇出了庆阳宫大门后 他眸中光芒却发生了变化 皇叔 开始有软育了呢 姐说如今不需要耀眼了 西洋直接出宫 提下 有埋伏 西洋被那巨大的冲力 狠狠一甩 脑门磕在了车门上 杨妹 萧谦 你怎么在这里 你忘了 我所负责的屯营在西小 今日没什么事 我打算回去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变果 不想面对萧谦的西洋 眼珠子一转 突然眼睛一闭 身子软倒 杨妹 你 摄政王 你怎么会在这里 本王赞 总比萧世子在名正言顺 摄政王 您高高在上 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何必夺臣下之旗 妈呀 都说老娘神勇 我看你比我还勇 此时此刻 他一万个庆幸自己昏迷了 其一 西洋心悦之人是本王 你与他并非两情相悦 不必在本王面前卖怒申请 其二 本王与西洋的婚事 乃他与你退婚之后 圣旨赐下 何来夺妻之说 其三 就凭他遭逢此难 伤成了这样 你不想着第一时间给他疗伤更衣 却只想着在此地质吻本王 你就输了 西小才叛阳 在心里默念 K.O 醒了 把衣上穿一下 回去了 丛正宇 你过来 这你哪儿不舒服 哪儿都不舒服 西洋的语气很急 抱住他之后便钻进了他的怀里 蹭啊蹭的 怀中像蛇一样 缠着他死紧的女人 开始不安分了 别乱动 说说你现在什么情况 说完你就让摸 反正我睡着睡着 就感觉浑身糟得很 不管是什么阴气的 宗正宇的话说到一半 就被他凑上来啃了一口锁骨 这一啃咬 仿佛把他的心都给咬住了似的 他顿时心仰不已 情况有多严重 要怎么解决 宗正宇 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都这样了你还能忍 你就一点不想把我这样那样 享受人间极乐 西洋不至于神志不清 但多少有点理智离家出走了 说不定怎么来一次 你就再也离不开我了 想要做什么容易 你负得起责任吗 一提到负责 他就有点清醒了 可还是有点不甘心 朝他腹部看去 都成这样了 你都不想 忍者神规吗 快点说 现在又怎么办 时间来一发就好了 还能怎么办 真囊掉了 没法时辰 宗正宇 咱们就不能撇开责任 玩点成年人的游戏吗 不能 然而西洋却不肯放开他 轻轻啃了他的耳垂一口 他猛的将他推开 他输得伸手点了他的穴道 老师在这里等 为商 命的大夫送银针过来 迅速 拿了银针回到床榻前 你其实还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的吧 自己扎 还是我给你扎 其实 我不介意你用另一种扎针的方式的 宗正宇听不懂这个 不知道什么叫打针 瞧着他的脸色就知道 绝对是一句骚话 你来说 我给你扎 他全神贯注的下针 生怕搞错了一丝一行 他瞄了一眼夕阳 但见他捂住了脸 在本王面前 你还有脸 你不知道我这个角度 一眼看过去能看到什么吗 夜夜艳毒 嚣张又霸道 别说看到真玩意儿 就算是看到一根香蕉 一根环布 我都大概会有点忍不住的 宗正宇低头看了一眼自己 太阳穴狠狠一跳 他到底为什么要多嘴 有此疑问 这女人划船不用讲 全靠浪就能起飞 扎针有了作用 夕阳的情况是稳定下来了 但宗正宇却聊了一身无处安放的火 你自己给自己解毒都这么慢 你以为我不想快啊 问题就是他快不了啊 敢真的 其实我完全不介意帮你解毒 或者你帮我解毒 只要 只要当成游戏 不用负责 宗正宇被他气笑了 他到底是为什么会以为 他依然心悦自己 朝勤暮处的女人 在他不喜欢他 甚至讨厌他的时候 他那样热情 疯狂的向他示爱 而当他好不容易说服自己 忘掉被他强迫的屈辱 愿意接受他了 他贴上裤子翻脸不认人 不行 必须把婚事给落实 王爷 一个没拉下 总共六人全部请货 经过问贡 也全部都招了 是西家三叶出银子收买了他们 让他们想法子 必须一击必杀 让西小姐有来无回 到底该说他们有脑子 还是说他们没脑子 奴才给诸位道歉了 西小姐这是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皇上与摄政王 联系他蒙受此难 把侧妃之位 改成了名媒正取了 宗正宇他又抽什么疯 摄政王在哪呢 还没上朝下的旨 这段时日以来 南方水患的事操心 二来月底春围的事也繁琐 估摸着此时还没退朝呢 你去等着 他一退朝你就叫他过来 你就说 我身上又开始烧了 我想出宫去找人帮忙 启禀摄政王 西小姐醒了 说是身上烧得厉害 他想要出宫找人帮忙 朕原本以为 有生之年 都不会看到皇叔紧张一个人的样子 成名 去朕的司库挑一些好的玩意儿 给朕这位未来的金戈的皇婶送去 耍本王好玩 身上烧 烧哪了 本王看你是心里骚 你说的没错 确实是心里烧的谎 我知道你是摄政王 高高在上 不会尊重人 尤其是女人 对于这点 我表示理解 但是 你不理解我的想法没关系 但我上回明明跟你说过 交易之外不想要其他前程 你凭什么私自做主 又来一个私婚圣旨 这不是你们西家人想要的吗 还别说 这个理由 西洋境无言以对 西道清晓 西横也是这么想的 圣旨私婚肯定是撤不了 难不成你愿意做侧妃 也不要明媒正确 西洋 事到如今 已经由不得你拒绝了 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你明白吗 哦 要不你再提个条件 先前 我不还欠了你一件事吗 对象 换一个 那没什么好说的 比如 让本王答应你 日后不难侧妃 不收事切什么的 这不是你们女子 最介意的事吗 我其实可以不介意的 你说一个 我也找一个 公平公开公正 只要你答应让我找 我完全可以允许你找 甚至还可以帮你眨眨眼 确定选没病的 宗正宇气息一致 他是懂怎么气他的 就这样 愿不愿意 由不得你 口贤体正直 还是原来的说法 婚妻后颜 我年纪还小 不想这么早进入婚姻的坟墓 宗正宇差点没被气绝过去 他怎么就成坟墓了 但他既然给了点好态度 他也忍着脾气 可以暂时后颜 那就这么说定了 你出去吧 夕阳 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 许愿池的王吧 怎么 是因为我没许愿 所以你没得到满足 所以还不想走 神他妈许愿池的王吧 嗯 非要许愿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为啥 春围之前 不是有个百花宴吗 小皇帝会不会到场 你想干什么 反正要给皇帝享后 不是吗 这世上没那么多巧合 很多事是自己争取来的 光是坐在家里 等天上掉馅饼 那当然不行 但可以走到卖馅饼的店里 问人家要一个 你这强盗逻辑 为何不说去抢一个 哎呀 不要管什么正常逻辑 定死逻辑 都是没办法突破的 想要突破现状 一定是因为勇于怀疑 所有人坚信的事 不管黑猫白猫 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咱们不偷不强 也不杀人放火 谋材害命 怎么就不能做了 宗正寻 是宗正宇一手呆大的 他很清楚宗正寻的性子 表面乖得很 对他这个皇叔呢 也十分顺从 朝政的事 几乎没有提过反对的意见 能让他独揽大权 但宗正寻的心宛如海底阵 你有人选了吗 暂时没有 但这种事吧 主打一个广撒网 捞中那条算那条 也成 那你可以安排 无论如何 本王会把皇上带去的 行 夕阳说完正事 就不想理他了 看吧 就是想做正位 所以也就做做样子 使点小性子 小猫扎毛的时候 是忙碌一下 也就安稳了 戏人的时候是真戏 但他乖的时候 也是真可爱 怎么不服你就把赐婚上旨退回去啊 本王自认并非什么差性子 你为何不愿意 宗正宇 你都不像是沉溺于儿女情长的人 管我喜欢什么样子干什么 如果你说 我们俩成婚对彼此有什么好处 各取所需 也许我能接受的更容易些 你想知道会获得什么好处 尽早解决婚期不就行了 先试婚行不行啊 试婚 什么意思 先同床共枕 睡试看 这男女之间吧 床上和谐了 其他地方多半不会差的 倘若床上不和谐 生活中的问题会相当多 他简直不能相信 竟然有女子要提出试婚 先睡一睡看 有句话说的是 征服女人通过那啥 荒谬 简直不知羞耻 现在你觉得荒谬 以后就觉得我说的这话 绝对是真理了 宗正宇眯着眼眸邪逆他 西洋 有时候本王觉得 你根本不是这个世上的人 西洋一顿被发现了 你觉得不能代表什么 你该不会是什么山精野怪 霸占了丞相嫡孙你的身子 你觉得是就是吧 说不定不是山野精怪 而是仙女下凡呢 说不好 就是为了度害你的 就你这种性子 女鬼看了都受不了 没找那张魔还跟真结猎女似的 手神如玉 所以老天让我来送你人间极乐的 宗正宇心想 什么话从他嘴里说出来 都会变得不正经 要不我们现在就去试试啊 比本王冤等 宗正宇感觉自己再待下去 事情会一发不可收拾 叫你来打扰我工作 次日 大理寺已经将案情整理好了卷宗 开堂审理 开堂的时候 摄政王竟然亲自来了 他全程不说话 直到大理寺亲把判决说出口 才不冷不热的开口 本王的未婚王妃心善 不忍见大病出狱的祖父 同事一子 即便他此时人还卧病在床 却愿意吞下这份委屈 选择原谅杀人凶手 剩下的 看着办法 不得不说 宗正宇这一招十分腹黑 对外 全了西洋的心善 孝顺的好名声 完美的将西洋宅了出去 外界提起这件事 西洋只有一个身份 受害者 西洋侧躺在床榻上 看医书的 听说宗正宇过来了 也不愿意爬起来 而是说道 哦 让他进来吧 小姐你可还记得 自己是明文贵女 尚未成婚呢 你就让摄政王进闺房 没事 让他进来 但凡西洋有独心术 他就会告诉太清 我不但能让他进闺房 还能让他进 会被和谐的地方 毕竟 他几次抛出橄榄枝 想把这玄州王朝 势力顶峰的男人 收入自己的鱼塘 那不是他太纯情了 不肯没名没份跟着他吗 不过在这一点上 他还是挺佩服他的 男人能够管得住 自己下半身的不多 很多发情狠了 母猪都能上的 可宗正宇竟然能急刹车 也不怕刹车片老化加速 穿成这样你就出来 哦 这样是哪样 西洋低头看了一眼自己 言行举止 衣上没穿土头发也是乱的 鞋也没穿好 别这么矫情 天越来越热了 出去被迫要穿那么多也便罢了 在家里我还不能随意些 说什么你都有理 未婚夫又不是别人 咱们光着都看见过好几次 我也没拿你当外人 你有什么好介意的 未婚夫不是别人 我没拿你当外人 其他话 宗正宇是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若他的脑子是手机屏幕 此时此刻满脑子都被这两句刷屏了 吃一个 宗正宇瞪着他的手 他没洗手 就这么用手抓东西吃 还给我吃 吃呀 又没下毒 又不了你的命 你觉得温西定基年冬 还是明年春比较好 三年后行不行 就当我死了个叔叔 为叔父守孝三年 宗正宇气门 这种话都能说出口 西锦朗还没死呢 人西锦朗又不是没有儿子 就算真死了 也用不着侄女给他收效 跟本王成婚 难不成还辱墨了你 值得你这般抗拒 要拿这种别角的理由来拖延 你该不会想当皇后吧 整个王朝 也就只有皇帝的身份地位 能比他高 本是气话 毕竟若没有那么多意外 丞相府的嫡女选进工作皇后 正常来说是首选 可这话到了夕阳这里 顿时就变得不正经了 我想当皇后 难不成你能把小皇帝踢了 自己上去 若你有选择 你不喜欢 我为什么要喜欢皇帝 他是皇帝 也是男人 先不说当皇帝要做种猪 一年三百六十天 勤奋不误种 苦心耕耘 三十六宫七十二妃 一年能排上一次就不错了 我就说男人容易变心 皇帝更容易花心这一点 当他的皇后 就要帮他打理那一群的女人 这些女人还可能想拉我下来 那我图啥 再说了 小皇帝他才多大 十四 虽然说也开始发育了 但那不是还没成熟吗 小鸟还没长几个毛呢 我也看不上 尤其是尽管没见几次 他也知道 宗正寻视之披着羊皮的狼 表面乖巧绵软 实际上心狠腹黑 你这嘴 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抱歉 不能 我就这样 不服你退货 小姐 摄政王那边请你过去 我不去 他还说 只要跟小姐说什么兵 小姐自然会明白 深井兵吧 百丈兵 宗正宇他喊毒发作就算了 还伴随着上吐下泄 平时口味清淡的人 突然吃了重辣的后遗症 西阳顺手把刚做成没几日的口罩戴上 驱肝随事的太医 要一副眼睁过来 是 西阳倒出来一粒药丸 嚼着吃下去 甜的 印象中药都是苦的 你喜欢吃甜的 谁说本王喜欢吃甜的 嘴不硬是会死吗 我又掌握了你一个秘密 怎么 你要杀人灭口吗 他转头看了他一眼 见他用纱布做的小方块捂住嘴 很快 文莎就把严真要过来了 都不用他说 宗正宇已经很自觉的把衣裳脱了 躺在床榻上 这么乖啊 这时候你怎么不说 男未婚女为嫁了 都把嘴给捂上了 也堵不住你的嘴 嘴呢 生来有三个功能 第一 吃饭 第二 说话 现在不是吃饭时间 你不让我说话 难不成是要让我做第三种功能 第三种 是什么 亲嘴啊 果然 这嘴一天不骚 可能都会长虫 你脱成这样 你让我轻微不轻 所以我就只能说话了 你还可以闭嘴 我先给你扎针 让你止住上吐下泻的状况 至于百丈兵 你暂时先忍忍 我不确定这银针有用 死马当活马医吧 村正与无语 他就当没听到吧 没听到就不会被他气死了 你戴着这个帕子是嫌本王臭 这个叫口罩 平时行医的时候 大夫自己会接触不少病菌 为了减少自己被感染的几率 尽可能隔绝一部分危险 宗正与看着他 没说话 认识的时间不长 但每日都见面 发觉他的不同也不困难 他几乎可以断定 他应该不是西洋 却不知晓 到底是何方神圣 当然 多多少少也有点隔臭的作用 这张子人真是钱 随着粘酒起作用 加上那健胃消失糖 也的确有用 宗正与感觉到 腹部由翻江倒海 变成了缝平浪静 也忍住了 不再有呕吐的想法 但体内的寒气 也将他整个人侵吞 西洋自然也发现了这一点 这银针不合用 效果大打折扣 你将就这点 我只能是尽可能压制住毒性 但不能保证 跟没发病前一样 不是治疗已经有成效了吗 为何还会发作的这般凶猛 大概 你吃了太多辣的 辣椒火气大 挑衅了你体内的百丈兵 百丈兵这脾气啊 还挺差的 今晚我就别睡了 先观察观察 实在不行的话 百花眼也别玩了 直接回去 问制造丝 看看我要的金针 打磨好了没 你到他上来坐吧 你确定要邀请我上你的床 你不怕我上去了 没得手就不肯下来 寒毒让他清醒了一些 但毕竟这是后半夜 他慢慢有了困意 发现他睡着了 夕阳也没敢放松 手指一直放在他的腕间 随时感受着迈向的变化 他坐上床檐 一根一根的把针给拔了 把被子拉过来 轻轻盖在他身上 夕阳再一次给宗正宇诊脉 发现湿针收效甚微 刚刚把寒气压下去一点点 白了针之后 又来势汹汹了 麻烦 喂 宗正宇 我给你扎针不管用 要不咱们换个方法 你给我打针吧 什么 宗正宇一开始不明白他的意思 然而夕阳身体力行的 让他知道了答案 你干什么 我没辙了 不过我体内的毒 还没有彻底清楚 但你这百丈兵也是弱势 所以还有一个办法 可以像在吴旺山那时候那样 暂时把百丈兵压下去 你的脉象不容乐观 等不及回去找制造司 拿金针了 两个选择 第一 守着你的针操等死 第二 佛祖尚且割肉四英 我吃亏一点 牺牲自己的肉身 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 确定不是你想占便宜 随便你怎么想 我要真的是恶女投胎 其实也不一定 非要占你的便宜不可 你还是个女人吗 证明我是不是女人的办法 也很简单 你又不是没见识过 我有胸 有腰 有屁股 没有鸟 不多时 她的脸都开始冒白霜 夕阳也不着急 看着她垂死挣扎 果然 没过多久 宗正宇气息猛的一泻 便再也坚持不住 夕阳真的是服了她这个老六 命在旦夕了 还这么叫 要命还是要我 自己选 宗正宇气息很不稳定 还在纠结一个问题 夕阳 你老实跟本我说 对倒男人的手法如此娴熟 是不是有过 很多这方面的经验 夕阳一愣 却又听见她说道 你不是夕阳 说吧 到底是从哪来的 尽管很想问 但宗正宇还是把 浪荡女这三个字给掐了 她不是怂 绝不是 直觉告诉她 如果真敢说出来 护骨不是她能承担的 夕阳没想过 在这个节骨眼 她关注的竟然是这样的问题 夕阳再怎么放浪行海 也是书香门地出身 耳濡目染之下 不会像你这般好方 不可能一朝一夕间变化这么大 所以你从何处而来 为何来此 你叫什么名字 从她这番话 夕阳知道 她跟西恒一样 百分百断定 她不是夕阳 你如实说 是要你不是来动摇 选州江山设计的 本王非但不会问罪你 甚至还可以对你的身份来历 进行隐瞒 掩护 得了吧你 还想问罪我呢 你现在顾得上 你自己就不错了 也算拐着弯地承认 她猜的是对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若告诉你实情 你就不扭扭捏捏 让我玩你 感受到她的体温越来越低 心知不能再拖延了 也不逗她 如今我就是西恒 西道卿的嫡孙女 不用对我有这么大的戒心 如果我想杀了你 每天见我一次 你就死一次 也已经死了很多次了 对吧 你不是她 所以确定没有心悦于我 我没有心悦于你 不过我垂涎你的美色 西恒见她默默即期 宁死不屈的样子 感觉十分头疼 以前对多少男人这么干过 压在她身上的女子 体温晕烫着她冰冷的躯体 她也会心生渴望 想要拥住她 想要占有她的温暖 想要把她摁住 将她那可恶的嘴狠狠堵上 让她只能娇喘 不能弃人 可是她不能接受一个浪荡的女人 今日还在她怀里 明日就可能搂住别人 宗正宇 如我提醒你 现在的你自身难保 本王若死在这里 你也逃不掉 并且本王并不怕死 看出来了 实话 不是我没有那个心 纯粹是遇上一个 让我想睡的男人 不容易 所以以后你是怎么打算的 占据本王的王妃位置 去肖想别的男人 甚至付出行动 宗正宇 你是想让我承诺 未来有 且只能有你一个男人 服了你们这些玩弄全数的人 心眼真多 你想怎么样直说不就完了吗 何必拐这么多玩呢 我不能承诺很远以后的事 只能说 如果哪一天我不想跟你好了 会直接告诉你 跟你分了再去找别人 绝不会脚踏两只船 你什么眼神 命是你自己的 我虽然对你的身子有点意思 但不代表非你不可 但讲真的 你现在真不能死 你要是死了 我很多事就做不动了 天旋地转 夕阳眨了眨眼睛 看着上方的男人 现在你不是非我不可 但既然你上了本王的阵邪 以后就只能非我不可 不管你是哪一个夕阳 你招惹了本王 从今往后便只能有本王一个男人 被冰冷薄唇贴住的瞬间 夕阳脑子里突然浮现一个想法 被宗正宇深爱的女人 一定非常幸福 那就要看你用什么来留住我 来吧 好 如你所愿 上次夕阳教他的稳计 他马上就学会了 闲着他的唇珠 来回反复的碾压着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你到底为什么执着这个 你希望我一直用别人的名字叫你 从这话可以看得出来 他要取的 接受的 是住在这具身体里的灵魂 而不是原来那个夕阳 这一瞬间 夕阳竟然有那么点感动 他双手攀附上他的脖子 像蛇一样缠住了他 我真叫夕阳 风之索阳 不是一个字 得了答案 星星之火 很快开始生成燎原之事 他低头 在他软嫩的脖子上轻轻啃咬 引发一阵阵战力 他都不能确定 自己体内那点残存的烈焰毒 是不是被他给激活了 别说话 宗正宇惩罚性的回到他唇办 你要是不弄死我 以后我可就把你往死里弄了 好啊 本王愿意 解尽所能将我往死里弄 夕阳作妖的结果 为什么天还不亮 起初呢 他还能兴致勃勃 企图欺负他先手上路 撩了他一个欲罢不能 可后来呢 夕阳 本王现在还没死 你什么打算 宗正宇好不容易在他面前占上风 少不得要显摆两下子 再来一局 不来了 怪我医术太好 能让一个病人变得如此神勇 多谢夸奖 哭成这样 起初我还以为是疼的 哭得凶 叫得惨 嘴上流氓说得哆哆哆响的人 实战起来花招挺多的 承受力却不怎么样 大概也只有在这种时候 这个要强的女人才会哭吧 滚 我没哭 那是口水 你说是什么 就是什么 宗正宇 你是不是忘了 我有数不清的折磨人的手段 本王且等着 你现在没力气 要不等体力恢复了 再试试 哼 他为什么没力气 还不是乐极生悲 玩脱了 可恶 明明是他带他入门的 怎么他废得比他高 好恨 我已经没事了 睡会吧 不管你有没有事 宗正宇心情好得很 不管他说什么 在床上说的 都当他是纸老虎就对了 回去后 得让人去跟西丞相讨婚妻了 西洋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说道 你命人去催一下 赶紧把金针送完 虽然现在被压制下去了 使不定明天还会复发 你睡吧 我当然要睡了 只要你死不了 就别吵醒我 宗正宇一致 这张嘴 任何时候都不饶人 宗正宇瞧了他一眼 脑子里没来由的 想起了昨夜的事 心态 多多少少 有点新婚的感觉 他把桌上装着 银针的针囊 朝他推了过去 你看看 有没有错到 送来了 拿 送给我 你才呼唤小狗吗 摄政王不但喜欢对号入座 还喜欢自己给自己贴编号呢 过了一会儿 得出结论 果然 只是暂时压下去了 不代表没事 躺下吧 我先给你试针 半个时针后 应该还能去给五燕收尾 宗正宇已经拖了躺下 他一眼看去 看到他身上有不少的抓痕 他的肩膀上 还有他的牙齿印 小猫爪子还挺尖 体经抓破了 那要怎么样 不服你今晚爬上我的床 抓回来 你给我留的那些印子 不见得少到哪去 我还当你不拿走我的事 当一回事 我劝你闭嘴 一会儿我要是把你扎个半身不随 摄政王的位置我都敢顶上 连的都不挂我就敢听证 你信不信 夕阳娴熟下针 没多久就完成了 等着吧 唉 你就不能注意一点 一容一叹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什么样子 我何必在你面前惺惺作态 我要是端着个壳子对你装模作样的 你就好受了 再说了 就算你喜欢 不见得我就得顺着你啊 你是好受了 我不好受啊 人生在世 谁活着都不容易 凭什么要委屈我来成全你 委屈你来成全我行不行啊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分道扬镳 背道而驰 各自欢喜 互不打扰不就好了 宗正宇不知道自己的内心 在此时此刻 悄然绽放了一朵 叫爱情的话 你要如何便如何好了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嗯 并非没有边际的任意性 你我是要结为夫妻的 在夫妻关系上 你要保有绝对忠诚 其他的事你随意 你的意思是 只要我保证执照你一个男人 其他的事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的要求这么低吗 他这是给他一个华夏地图 版图内他想去哪都可以 就是不能出国界的意思 对吧 嗯 本王的权势范围内 你可以横着走 你这么说 我可就不困了 前提是我们要先成婚 明正言顺 不会有变数 也不会有人质疑你 夕阳刚想排榜 成江 马上结婚 马不停蹄的姐 我已经把明正局搬来了 但他猛的意识过来了 哎 松仁宇 你好鸡贼啊 你给我画大饼 赢我入坑呢 并非画饼 君子一诺 四马难追 如为此事 天道不如 我不要 你不是挺东西的吗 怎么又不要了 难道这婚事就这么调着 嗯 准备着吧 先别想日子 你到底有何顾虑 难道本王配不上你 嗯 也不是什么顾虑 当然 也不是你配不上我 按说硬性条件 应该是我配不上你才对 只不过吧 我明白自己承担不起 为人妻 为人母的职责 所以我这样也是为你考虑 宗正宇 我是说真的 我这是对我自己婚姻负责 对于我婚配的对象负责 才会甚至重置 这话让宗正宇平静下来 他不是不想负责任 相反 正因为责任心太强了 生怕自己负不起责任 才会在做选择的时候格外慎重 你若能说服西家人 那我也没意见 嗯 宗正宇 突然发现 你还是有点可爱的 男人要什么可爱 说可爱也不对 还不大爱的程度 最多也就是个可喜欢 我还以为梁尚君子的事 摄政王是干不出来的 你不也偷偷摸摸闯过我的书房 扯平了 你半夜回来就半夜回来 摸到我这来 又是为哪般 为何会深夜做这等不光彩的事 他也不明白 就心血来潮吧 忽然想见他就来了 左右无视 回到王府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左右睡不着便过来看看 若你睡着了 我便回去 哦 要不你干脆留宿得了 天亮之前 怎么来的怎么走就完事了 嗯 宗正宇给了他一个死亡凝视 瞪我也这么说 你跟我祖父那边 查到了些什么吗 你祖父是说 除夕那日从宫里回来 阴影酒稍微多了些 又在路上吹了冷风 感觉头疼 正巧是西金仔经过 不是他入睡的 他很少出现 唯一会出来的便是给他父母试集 所以不会有人对此起疑 你觉得幕后真凶是他 可能性有多少 不能打包票 宗正宇 以前的账算不清了 就总结为老账 这笔账挂着一条人命 你心里有数就好 我原本还不是特别明白 为何都说 家人一定要找一个 有智商知事故的人 现在好像有点明白了 为何 因为好的结婚对象 会让自己变得更好 是对我很满意的意思 有点 但不多 人生不到头 一切有可能 现代的满意不代表永远如此 毕竟你也不能保证 自己永远不会发生改变 他的心境顿时开阔了不少 估算了一会儿时间 他说道 没别的事 我回去了 真不留下过夜 宗正宇扫了他一眼 没说话 意思很明显 别浪 你这表现的 好像我特别馋你似的 我只是替你说出 你内心的真正想法 胡扯 本王内心是什么想法 我不说你知道 你是回了王府后 才又出来摸进城乡府的 你怎么知道 你从百花园回去后 亲身还有些亢奋 睡不着觉 感觉王府冷冷清清 内心七七落落 所以就来找我了 宗正宇差点又说 你怎么知道 床太大了 一个人睡太空了 宗正宇没说话 微微后退了半步 提防他偷袭 很有必要 空了的位置 刚好放下一个王 别说了 我走了 宗正宇 我突然发现 你这性子别扭的挺可爱的 笨王说了 男人不要可爱 夕阳也不改口 只是上前猛地抱住了他的腰 干什么 松手 喽喽抱抱抱的 像什么 还能像什么 像夫妻喽 你不喜欢 宗正宇 你真的不想留下来过夜吗 我不介意的哦 我身边的人即便是知道 也都是由我自己做自己的主 不 你不愿意留下 那要不你把我带走吧 宗正宇 你都摸进来了 不偷点啥 空手而归不觉得白来了吗 谁说来了就一定要偷点啥才算来 谁说他不偷人 就算不劳而获了 要命的是 他竟然为他的说法而心动 真想把他带走 别闹 男人 你在玩欲擒故纵 差不多得了 再走下去就是矫情了 你半夜三更来找我 聊得我心里痒痒 这就想走 不然呢 宗正宇瞧了他一眼 总觉得不够安全 想了想又退了一步 夕阳瞪直了眼睛 简直浮了 他是洪水猛兽蛇蝎美人 怎么的 他明明身子已经冻了 气息已经乱了 可他的意志力就是坚定不移 行吧 要走赶紧走 实在忍无可忍 宗正宇猛的骑身上前 夕阳压根想不到会这样反转 一片阴影朝他头顶笼罩下来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人已经被放到书桌上 仰望着上方的房梁了 现在想跑 晚了 你不就想要这个吗 他只能仰着头 承接他落下的吻 宗正宇 宗正宇本是享受规矩的 奈何他不讲武德 那就让他感受一下 开了婚的男人能自控是一回事 可当他不想自控了 会是什么模样 夕阳眸光迷离 仰头看着眼前的男人 宗正宇 你爹妈是吃了什么鲜丹吗 怎么能把你生得这么好看 喜欢 喜欢 想要 想 下个月就成千 你过夜溜我 不是溜你 只是想让你知晓 有些事不是我不会 不是我不想 只是不能做 事出有因 那是他没得选 可现在他还能自控 夕阳无语 贪娘的 他还能刹车 这还是男人 你那玩意儿是金刚钻做的吗 这么稳定 宗正宇反应也很大 可他还有残存的理智 清楚自己叫什么 在哪里 在干什么 能做什么 他可是偷偷摸进丞相府来的 明明是自己的未婚妻 却要偷偷摸摸的在这里偷情 损害他的名誉不说 也降低了他自己的品格 这么想要 下个月我们就成亲 以后随你所愿 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不答应 他的未婚妻 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子 成婚是两人的事 问一下他的意愿 经过他同意更好一些 他知道他想要尊重 而他也值得他给尊重 我才答应你可以选婚妻了 你就得寸进尺要下个月 不觉得很潦草吗 宗正宇正想说什么 劝服他 不料 书房的门 突然被一脚踹死 西红 摄政王 您是不是应该对这般行为给一个解释 的确 是本王做了鲁莽事 没什么好解释的 单纯是因为夜里睡不着 过来找未来王妃说说话 言外之意 我会负责 杨妹 我先前与你说过什么来着 是本王自己找来的 方才之事 也是本王情难自尽 这是怨不得西阳 本王自会承担 西阳震气 门被踢开 他第一时间把他藏身后 已经让他很是吃惊了 再来一开口 便是扛下所有责任 哼 这男人能处啊 被保护的滋味 还挺新鲜的 如何承担 把婚期定在最近 最好是下个月 你没意见吧 到了这个份上 他就算是有意见 又能如何 行 我同意了 既如此 摄政王还请早些回去吧 本王这就走 谢安 我走了 好 明日我会去给你复诊 宗正宇便朝书房门口走去 摄政王 你难不成打算大摇大摆的从镇门口出去吗 这要传出去了 我们杨妹如何做人 确实不该 怎么来的就要怎么走 不然被丞相府的下人看见了 名誉受损的还是西阳 西阳站在窗子旁 看着那道影子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还没看够呢 你看看你像话吗 大哥别说了 已经这么晚了 你还不回去睡觉吗 你以为我不想睡觉 我已经躺下了是母亲去喊我 我才又起来的 母亲 母亲也来了 母亲本来是见你这边还亮着灯 想着要不要给你送一些吃食 结果已成说是摄政王来了 母亲担心对你名声不好 便去问我怎么办 你性子不羁 不受教条约束 解决这事的最好办法便是尽快成婚 摄政王方才也说了 我看他会尽快来走六里的 好在母亲这几日都在给你做出嫁的准备 只管等着吧 我知道了大哥 歇息吧 我回去了 母亲那边 放心 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 啊 夕阳松了一口气 谁能想到 也不是偷情啊 最后竟然能闹成这个样子 以后还是注意点影响好了 不能太老 次日 下了早朝后 黄叔 听说你要把婚期盯得越快越好 这么赶工 婚姨可能会比较潦草的 黄叔大婚 难道不该慎重一些吗 钟正宇瞧了他一眼 不想过多解释 直接找了个理由 皇上想必也清楚吴旺山的事 担心他会怀上 天造为妙 啊 宗正宇知道 宗正宇是试探自己 猜疑着西洋对他的重要性 倘若以后 叔侄俩真要兵戎相见 很可能 柿子挑软的你 会先冲西洋下手 离开庆阳宫 宗正宇去了朔日宫 皇爷 西小姐已经进宫了 属下让他在朔日宫候着 嗯 查清楚皇上最近跟谁接触的比较多 是谁在背后给他删 我骗我 是 你回来了 快过来 我给你诊麦看看情况 如果只是开药不够用 还得上真术 宗正宇还是不喜欢他呵护小狗的动作 但人的底线就是可以无限拓宽的 西洋认真给他诊麦 宗正宇见他神色不是很轻松 怎么样 不容乐观 嗯 这玩意儿是真的棘手 倘若有那么容易解决的话 也不会成为他们想要控制你的绝杀了 这不好吗 宗正宇宁没 以前的话 治不好就治不好了 可如今他即将娶妻倘若婚后他很快怀上孩子 可他却没有多久好活 留他孤儿寡母带着皇家 他怎么可能放心 不得不说 宗正宇是真想远了 不好治 却不是治不好 天无决人之路 存在即合理 只要有我 解决掉百丈兵是迟早的事 早知道 我就先不解烈焰毒了 烈焰毒在我血液里浓度越高 压制百丈兵的威力也就越大 多压制几次 让百丈兵气焰完全消灭 到时候也许就能压到病厨了 不现实 说点有用的 嗯 重新来 准备扎针吧 又要开始每日扎针了 不确定 摸着石头过河吧 他过去脱了衣裳躺好 夕阳选好了金针 摸索穴道给他扎下去 一针 两针 三针 一开始 宗正宇还能忍 可逐渐的 他是越来越忍不了了 夕阳 怎么回事 比以往每次都疼 哦 因为我选了一套偏疼的方案啊 什么意思 你昨晚聊我满身激动 然后你就跑了 害我后来都睡不着觉 宗正宇无奈 所以用这手来报复他的意思 夕阳倒是也没有一直为难他 头几针特别疼 后面就好很多了 宗正宇有点怀疑他说的话 是真的故意为难 还是本来选用的针术 就是这样的 可他没想到的是 所有金针都落下后 夕阳竟然拿出来一根 孔雀灵 那羽毛轻轻落在肌肤上 立刻就引起了战力 宗正宇本来就被扎成了刺猬一样 那根孔雀灵 慢慢在金针的缝隙里扫啊扫 很快 他落在空气里的肌肤 就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他头皮发麻 无奈叹息 投降似的问 西亚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不干什么呀 你这浑身都是针 我就算是想 也看不了你啊 昨天晚上你把我弄成那样 奇怪你拍拍屁股走了 我都还没冷静下来 却要接受大哥的质怪 是我的错 不该三更半夜去找你 抱歉 昨夜 我本是一时冲动 回去后想想 的确不该这样做 对你的名声不好 嗯 倒也不必 我原来也没好名声啊 你原来的名声不好听 不代表我可以不当一回事 西洋愣住了 妈呀 谁能告诉他 遇上一个高冷男人 最温柔的内心 他应该做什么反应 西洋 也不说那些传说的 未必就是真正的西洋 只说你背负了西洋的名声 外人不理解 不接受 兴许是嫉妒你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但你自己完全没必要 破罐子破顺 你要永远相信 你自己最珍贵 饶是西洋 蛇探梁花 嘴炮无敌 气死人不偿命 此时此刻 竟然无言以对 情绪有点失控 眼泪迅速蔓延了眼眶 盯着他通红的眼眶 宗正愣有些忐忑 罕见的不安 西洋 我说错什么了 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只是根据自己的猜测 这本书 若我说错话 你忘了 别当一回事 宗正愚 我郑重宣布 我有点喜欢你了 你说什么 他有点盲圈 找不着北了 好话不说第二遍 你没听清楚 是你的损失 你不是骗我的 随你怎么想吧 一句话聊得他心慌意乱 可他却跟没事人一样 白针后 西洋收拾好针囊 宗正愚也已经穿戴妥贴了 宗正愚 你忙你的 我忙我的 我先出宫去了 不行 宗正愚一把拉住他 还有事 你就这么走了 你的药 我亲自去药房抓药 然后交给小路子 让他去给你煎了送来 宗正愚冷冷的瞥他一眼 把头转向了另一边 不想说话 他还是琢磨不透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想了想 转身朝他走过去 宗正愚 他喊了一声 宗正愚迪谋看他一眼 想看看他还能说出什么 把他气死的话来不 他身子不由一僵 没好气的说道 干什么 你看起来很像是在索吻 我亲你了 你别闹脾气了 宗正愚愣住 他在哄儿子呢 当不等他反应 他已经出去了 说日空 小姐不见了 奴婢去给他准备晚膳 他说要小气片刻 可当奴婢端着饭菜上楼 发现屋内空无一人 那么大一个人 说不见就不见了 而你们竟然毫无所知 西洋坐在房中 等着采清去给自己拿饭 他趴在桌子上竟然睡了过去 一阵风吹过 屋内多了一道身影 我若是问你是谁让你来抓我的 你肯定不会回答 那么我就问你抓了我之后打算做什么 你很识实物啊 城门夸奖 我这人没别的优点 最大的优点就是识实物 使这样呢 有人花了银子 叫本座来杀你 本座呢 不随意接任务 所以你不想杀我了是吗 我可以不接这个任务 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说说看 我有一个朋友身子有疾 你若能将他治好 我不但不杀你 甚至还能额外给你一笔钱财 另外也结交你这个朋友了 跟我做朋友很贵的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做我朋友的 来吧 不是要诊卖 需要看诊的不是你朋友 是你自己 还真是个妙人 我知道自己很妙 不过你一直这样拖时间下去 你可就不太妙了 他不相信宗正宇会找不到他 一旦宗正宇来了 这个绑架摄政王位婚王妃的人 会有什么下场 那可就难说了 本座敢亲自将你从地经带出来 犹如无人之境 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那人捉住他的手 按在了他的手腕上 夕阳很快松开了手 阁下怎么称呼 本座姓炎 你喊我一声炎哥 那肯定不能喊炎哥 不然张口闭口叫起来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 我追着你要给你炎哥呢 本座炎佩 你可以称呼我为佩哥 言归正传 我们现在先来关注你的病情吧 你腿部受伤多久了 十年以上 你这腿部的伤 是少年时期落下的 平时不良于行 一旦多走几步 筋骨就会疼痛 不错 刮风下雨的时候 疼得尤其严重 你这情况想要断根 让你恢复正常人的状态并不容易 你开个架 你不是还想做朋友吗 我便送你这一个人情 就当交个朋友好了 行 本座便教你这个朋友 你的腿伤呢 需要用不少珍惜材料 回头我写个单子给你 你自己去寻来 配齐了之后你再来找我 我开始给你真树汤药双管齐下 先治个三千二十一日 你个疗伤试试看 行 我可以走了没 你就这么走了 不问问看 是谁买杀手要杀你 我尊重你的职业 行有行规 不想你坏了你的规矩 你还真是与众不同啊 本座有点能明白了 为何宗正宇愿意娶你了 你的性子 一点也不像个规格女子 反倒是跟我们江湖人挺像的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离开地经 跟本座走 门外突然传来打斗声 宗正宇 颜佩 旋即拔剑 糟光剑影 飞杀走尸 朝朝都往致命的地方招呼 两人打了怕是有两百招 谁也没占到多大便宜 夕阳 后会有期 宗正宇 你身上有血腥瓦 你受伤了 小伤 没什么 不走啊 都回去吧 颜佩为何没杀你 你希望他杀我呀 我这么说吧 他不杀我 大概是因为他不缺这点钱财 此乃其一 第二吧 他腿部的暗伤 我可以帮他治疗 你还打算帮他治疼 朝廷若是不想灭欢喜楼 你也不想杀他的话 我觉得他还是有价值的 你觉得呢 朝廷确实能容欢喜楼 但不代表需要你替我去做什么 宗正宇聊开左手的袖子 露出了一道浅浅的红痕 血液早就凝固了 他完全不以为意 不上药也没事 过几日一样会好 这活口不深 但挺长的 还是上点药包搭一下 省得你碰到哪了就疼得不行 夕阳给他敷了药 用绑带给他胳膊缠上 你是回王府去 还是留在这里陪我睡会儿 我留下 我坐这里面一会儿就行了 哦 容我提醒摄政王一下 你此时二十四 年底就买二十五了 现在年轻得很 熬夜也不会如何 但是 熬夜容易引发皮肤老化 脱发 记忆力衰退 甚至会影响男性生殖能力 再过二十年 你四十五了 到时候成了个秃子 肌肤又皱又丑 我呢 比你小八岁呢 到时候我还是个 风韵有存的少妇 你不中用了 我可就有机会聊小哥哥了 我可告诉你啊 我很专一的 专一的喜欢长得好看的男人 你自己经常日夜颠倒 说的谁呢 可我学医啊 我会养生护肤啊 更何况 有钱能始末推轨 到时候只要我肯撒钱 有的是小白脸往我怀里钻 找一个试试 夕阳主动结束了这幼稚的对话 小兮兮的问 就问你 睡不睡 睡 堂堂的摄政王 宛如迷途的羔羊 被大灰狼叼回了窝里 躺在床上的时候 宛正宇在想 我挺没出息的 怎么这么轻易的就被他拐了呢 真是堕落了 没事了 安心睡吧 以后当心一些 我再多给你调几个安慰 我没怕 嗯 你不怕 但是我怕 你怕我 还没过门就死了 你守望门关 休要胡扯 你 你赶紧睡吧 嗯 睡吧 我一直在这里 不会离开 等你醒了再说 宛正宇 嗯 我们来坐吧 什么 一时半会儿的 竟然听不懂他的话 夕阳用实际行动告诉他 到底是什么 倒是睡觉 别乱动 你就说要不要吧 我说过的话 你都当耳边疯了 不是 我知道你原则性强 但我在这方面没原则 想干就干 我有点睡不着 你如果实在不想 我就自己来 你当自己是一团死肉 你睡你的 我睡过它 说话前 夕阳已经把他的腰风解开了 动手利落得很 现在你告诉我 想不想 宗正宇苦笑 都被弄成这样了 他又不是木头 还说想不想 这是问的什么鬼 别闹了 不是闹 你就当我害怕 需要安抚 做那件事可以舒缓情绪 释放压力 睡个好觉 宗正宇无语 听起来理由十分正当 他目标却这般不正经 他怀疑他是拐他的 并且有证据 夕阳是不是套路他 其实自己也说不清楚 要说一点 节后余生的心有余悸都没有 那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自己 可若说他很害怕 也不至于 纯粹吧 就是谈恋爱了 有男朋友了 为什么不在男朋友面前 放下自己的武装 卸下盔甲 也享受一下 身为女朋友的滋味呢 宗正宇 你突然出现的时候 我还是挺有安全感的 你当时不是正在跟颜沛聊得正开心吗 本王要是不出现 你说不得就跟他跑啊 不会 就算我想周游天下也绝不是现在 毕竟地经一堆事呢 都是我放不下的 包括本王 对 包括你 我也是放不下的 来嘛 宗正宇 春宵一刻值千金 有花看折直学折 你没听说过吗 他嘴上抹 手上更是磨得坏 宗正宇的气息很快就不稳了 魂都在飘 有几个男人能够经得住这种诱惑 要不了多久 宗正宇就丢亏气甲了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你这么忍得要行 说你不要啊 一会儿你别哭 宗正宇的回应 是狠狠咬住他的嘴 让他得了便宜还卖乖 终于得逞了 夕阳也不挑衅他了 只管躺着享受 虽然没多少经验吧 胜在人家天赋一柄 他闭着眼睛 沉迷于感官的极致感受 宗正宇 在我们成婚后 我给你一些技术指导 好好研究一下 解锁一些有趣的玩法 你看怎么样 宗正宇卖力气呢 根本不想回答他的问题 不管他说什么 只管硬 此时此刻 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弄哭他 叫他不能再嚣张 累到气喘吁吁 夕阳的困意果然懒 额角的碎发被汗水打湿 粘在了额头上 他也不管 闭着眼睛准备睡过去 夕阳 这怎么回事 嗯 什么 流血了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流血 夕阳很是纳闷 脑袋瓜子不是很清醒 坐了起来 自己低头看了一眼 嗯 我大姨妈来了 刚来的 什么 你大姨 妈 突然拉出个亲戚关系来 他正在脑子里组织人际关系 心里思寸着 他母亲于世家中的大姐 是嫁去哪家的来着 我是否见过 他怎么突然会来 来这里做什么 就是你们说的月室 馈水 你快出去 跟彩青说一声 给我拿棉垫来 不然一会儿床褥子就都脏了 他穿好了衣裳 走出门口喊了一声 彩青 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给你家小姐拿月室棉垫 王爷有什么吩咐 弄盆热水了 你家小姐来月室了 是 奴婢这边去 东西都交给本王 彩青一漏 门被关上了 摄政王这是完全不在乎那避讳 宗正宇拧了不惊给西洋踏实血迹 还好 拿一张垫了 没弄脏 宗正宇长这么大 都没这两日受到的惊吓多 打理好了床榻后 松懈下来了 疲惫感也就上来了 躺下说道 睡吧 宗正宇 你是个挺靠谱的男朋友 男朋友 是什么 确定恋爱关系后 就是男女朋友了 他一段时间觉得合适 就奔入婚姻殿堂 倘若不合适 就分手 各自在找下一个 荒唐 婚姻大事 岂可是一次又一次 西洋知道自己 不该跟古代人辩驳这个问题 但还是忍不住 为何不可 难道找错对象了 就要一辈子品尝这个苦果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在最初的时候 就会遇上能过一辈子的人的 那后面找的 能接受对方有过别人 你也能接受 感情上 多多少少有点不舒服 但理智上我是能的 前提条件是 好聚好散的曾经有过 而不是脚踏两只船的那种 我不能接受的是 在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同时还跟别人 你明白吧 曾正宇 唐时你不想跟我了 就说清楚 你如果在与我在一块的时候 还搞三年四的 我就断了你的根 让你下辈子才能再搞 行 我答应你不会 你也必须答应我 只有我一人 我不保证我永远只有你一人 但可以保证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只有你 我们的婚姻不会结束 所以你设想的不会发生 对此 夕阳不做评判 他们刚刚经过了身体交流 现在又经过了心灵沟通 他觉得差不多了 便合眼睡了 想想婚后 过着朝夕相处 枕边有人的日子 似乎也是很不错的 夕阳一觉醒来 发现宗正宇果然言出必行 真的留在床榻上 一直陪着他 醒了 什么时辰啊 四时已过 春闻是明日吗 是的 那你去忙吧 我这边会尽快开出药房子 刚好药房里的药材都准备充分了 等会儿我就让万大长辉 去调集更多疫症所需的药物 说疫病大面积爆发 我这边可以应付 有摄政王妃的样子了 屁 我可不是无常的 到时候我可以做疫症 但不能是免费放药 你好好想个法子 这笔药钱到底是从国库出 还是去让富豪捐赠 反正不能从我的荷包里出 放心 不会要你嗣酷出 两人就疫病的事谈论了一会儿后 宗正宇又喝了药 确定没什么问题 便进宫了 黄叔 在春围的节骨眼 你看应当如何处理这场危机 你未来的黄沈是大夫 并且与太医里家交好 大夫这方面不需要担心 如今只需要操心药材的供给 无论是否会大片爆发 有备无患 总是好的 黄叔所言极是 叔侄俩又讨论了其他国事 完了后 听说昨夜西小姐被人掳走 黄叔可是查出个眉目来了 上尉 宗正宇见他不愿多谈 也没再继续问 杨锦儿得摄政王后爱 是西家的福分 宗正宇没有多说 自从吴望山之后 他几乎是每日都能见到西洋 可今儿个已经是第三天没见上面了 摄政王 秦天剑 已经对过八字 选出良辰吉日了 5月27 往后两个月都没有好日子 再等就是8月过后了 日子选定了 他的父母亲自当马不停蹄准备妥当 射政王请放心 西家这边不会有问题 小姐 你这两日都没睡好 头痛啊 要不要我给你揉一揉 夕阳有种头中脚轻的感觉 感觉体温好像也有点不对劲 特别热 他抬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然后沉默了 小姐 怎么了 你站在那别动 马上出去 并且坐一下消杀 小姐 你染病了 很不幸 我肯定是染病了 天渐渐亮 摄政王 西大夫染病了 本打算早朝结束就出发的宗正宇 被宗正宇喊住了脚步 皇叔 皇上 何事 皇叔若是没有其他着急的事 朕有一个棋局 百思不得解 可否请教皇叔 皇上 臣要出宫 臣有钥匙待办 棋局之事 很荣厚在谈 何事如此着急啊 皇上想来知晓 西洋人在庄子上 治疗疫病 几日过去了 也没个音讯给神 臣放心不下 想要去探望 原来如此 那朕 等皇叔回来再说吧 皇上又不是不知晓 这两日春围 疫病 还有南地的水患 每一件都忙得不行 为何在这时候 跟王爷塔交棋局 不可能当得如此无知 倘若不是皇帝年幼无知 那便是别有用心了 他身边的人 太过躁动 让你去查的 都查到了没有 朕巧刚刚送来的消息 没有退北的地方 此时王爷要赶着去见西小姐 回来后 属下再与王爷禀报吧 那情况如何 回摄政王的话 他起烧 一直退不下去 小人一直在用水冷敷 却丝毫不见作用 天亮后到现在 叫都叫不醒了 重新打一盆冷水过来 简陋的木板床上 夕阳面色潮红的沉睡着 嘴唇却发白 宗正宇抬起手 用手背在他额头上 试探了一下温度 这么烫 他看了一眼旁边的小机上 摆放着还散发着热气的白水 拿了丝帕 沾了一点水 放到他唇边 一点一点的把水分沾上去 不一会儿 孟月短水进来 摄政王 水来了 小人来伺候吧 放那儿 你去外头候着 他拿起水盆里的布巾 放在夕阳的额头上 也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 夕阳冻了都 夕阳 江正宇 先喝水 嗓子都哑成什么样子了 你怎么来了 幸亏本王来了 不然你还能不能好起来 还是未知 我都冰成这样了 你也不能说句好听的哄哄我吗 不是说会照顾好自己的吗 你就是这么照顾自己的 那你呢 你不知道这疫病是会传染的 就算你不知道 他们也会告诉你 是吧 你还进来照顾我 你是不怕死啊 难道本王不该照顾你 你是希望一听说你染了疫病 我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那必须不是啊 你身子状况自己清楚吗 这种病吧 治疗得当 拥有对症 肯定是能好的 你别担心 古代人之所以谈医色变 第一是因为医疗科技不发达 医疗人员资源都短缺 第二是因为民众愚昧无知 不知道隔离保护 给个诊话 要几日才能好 宗正宇 你这么紧张我 是不是爱上我了 宗正宇再一次无语 他这么紧张的想知道他的身子状况 他倒好 竟然问这种问题 怎么会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不说谎会死啊 你没爱上我 总也会爱上我吧 什么 好话不说第二遍 听不懂算了 他觉得眼皮子很重 缓缓合上眼睛 你先别睡 宗正宇怕他又昏睡过去 不知道何时才会醒来 要做什么 你得交代清楚 省得你病糊涂了 别人治不好你 想要我快点好的话 就让长青兄进来给我施针 趁我还有一点精神 我来说 让他来扎 把你脱光了扎 不然呢 你见过隔着衣服的九术 这位很难找 上回本王都能给你扎 这次行不行 你不怕把我扎坏了 在你眼里 我的真结比我的命还重要是吗 那就让他进来吧 罢了 叫孟月进来吧 我来说 他来扎 宗正宇把孟月叫进来 你能吃一些什么东西 命他们去给你做了 小米粥 其他的什么都吃不下 孟月给西洋把衣裳解开 开始听西洋所说的穴位 一针一针落下 扎完针 宗正宇便又过来了 吴为何不早做针术之了 你以为扎针是什么好事啊 这人的身子啊 是有自我保护机制的 叫做免疫力 能不吃药就不吃药 能吃药的不扎针 能扎针的不开刀 尤其是伤风感冒之类的 先扛一扛 熬油 增强免疫力 下一次就不容易得病了 宗正宇听得似懂非懂 你平时不也挺壮实的吗 他们都没病到 你就病到了 我也不想这样啊 那不是我姨妈在身上吗 这玩意儿啊 净折痛人 姨妈要是来了 烦得很 要是不来 怕得很 怕什么 有男人的怕怀孕 没男人的当然是怕出病了 你先别睡 等会儿小米粥送来了 你迟一点再睡 嗯 平时总是活力无限的人 突然蔫了巴唧的 宗正宇这心也跟着蔫儿蔫的 可惜了 我要是没生病的话 你这一来我们还可以抓紧时间 做点爱做的事 病了就不要想东想西 严佩的退真能治好 能治好 不过想断根没辙 他有没有跟你乱说一些有的没的 你希望他跟我说什么 不希望他跟我说什么 他说让我跟你退婚 加入欢喜楼 加入欢喜楼做什么 让你退婚去做他的楼主夫人 你怎么猜得神准 果然 这些年他一直跟我作对 我要做什么 他就想破坏什么 我想要什么 他就一定要跟我抢 妈呀 这算相爱相杀吗 说完 得到一个死亡凝视 那就是一个形容 反正就 挺带感的 那我很好奇啊 他到底为什么要专门跟你作对 我怎么知道他有什么毛病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一个江湖人 总不至于无端端的跑来找你吧 再说了 你这摄政王的威名 可是叫人闻风丧胆的 他不怕归不怕 难道也不担心朝廷围剿欢喜楼 这欢喜楼说白了 就是黑帮组织 在江湖中说起来挺高大上的 可在朝廷立场 那可是黑道 四五年前吧 他突然闯入摄政王府 要厮杀我 有人花钱想了你的命 一开始我也这么以为 但颜沛这个人坐视花样百出 还说他杀人之前 一定会先了解一下对方是什么人 只要说上几句话 他就清楚了 嗯 他也是这么对我说的 然后和我说了一会儿话 就决定不杀我了 宗正宇这一想 他明白过来 为什么他被掳走 颜沛却没对他做什么了 那他有没有说 为什么要杀你 什么人要杀你 我收给他十万两银子 让他把消息卖给我 但他没有要 也把想杀我的人 实话实说了 他言下之意 是他的师父要他来杀我 理由是我辜负了他师妹的一番行义 哦 你前女友啊 对上他疑惑的眼神 他解释 就是你与颜沛的师妹有过一段感情 结果你们黄了 那擦肩而过 没缘分的岳父气不过 就想杀了你 无扯 你当本王是什么人 我当你是男朋友呀 单方面决定的 但显然封正也很满意 我都不认识他师妹 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 他也没说清楚 或者说颜沛其实也不清楚怎么回事 总之 虽然他不杀我 却隔三差五要坏我的事 他性子乖张 做事没有章法 会这样不奇怪 但你也能容忍他 这就值得推敲了 毕竟没几个人能嚣张到你面前来 还活得好好的 你难道不是人 所以细思极恐啊 我还活得好好的 是因为你想娶我 难道你也想娶他 瞎扯 你说的瞎扯 是娶我还是娶他 本王怎么可能想娶一个男人 本王也并不是想娶你 你不想娶我 赐什么婚啊 那不是要负责吗 宗正宇越说越觉得脸皮子疼 撇开头不看他 本王不对你负责 你后半辈子不就毁了 你祖父父兄用什么眼神看我 你还不知道呢吧 西洋扑磁笑 这傲娶的模样是怎么做到又别扭又可爱的 你只是为了责任才想娶我 那你一直抓着我的手 也是责任 宗正宇瞬间脸皮发烫 他怎么说 摔了他的手 说是意外 算了 他是个病人 不跟他计较 病了都不安分 这嘴怎么就这么讨厌呢 西洋再一次笑了 他和上眼皮 没再看他 一会让他们给你送药过来 你喝着预防 也真让我给传染了 嗯 即便是传染了也无妨 再治就是了 宗正宇 你就承认吧 你稀罕我得很累 你这种性子本来就是挺稀罕的 要不是我病着呢 不想传染给你 不然我真想马上亲你 宗正宇见他明明很虚弱 还强打着精神 撑着跟他说话的样子 也不知道处于什么心思 心念一动 低下头去在他船上碰了一下 隔着口罩 却说不出的浪漫 你疯了 真感染了怎么办 能不伤病不受这个罪不好吗 无妨 你不怕病 但你也不怕你病个几日朝刚不稳 动摇不了 皇上年纪还小 也就是说 小皇帝背后那些人虽然小动作贫贫 但毕竟宗正宣才十四岁 宣州有强国环四 那些人肯定还希望他在位 也能震慑周边列强 行吧 朝廷的事我不懂 宗正宇 这三日 你有没有想我呀 宗正宇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默默地瞅了他一眼 没想 想你做事 不管你有没有想我 我有想你 我说真的 忙得很 但是不忙的时候 会在想 宗正宇在干什么呢 这一瞬间 宗正宇心里 声腾起一种陌生的情愫 他弄不明白 却觉得很舒坦 我就想啊 人的小习惯养成 大概需要七日 大习惯养成需要二十一日 你习惯了我每天去找你 这三日不见了 该不会想我想的魂不守舍吧 哎 宗正宇 你这个人啊 性子别扭 你想要什么可以说出来 身为你的女朋友 我一定会尽量满足你 就算你想要天上的星星 我上不来天 也可以给你打造一个水塘 夜里倒映过来满天星斗送给你 听着他这话 心里竟像是灌了蜜糖似的 甜 我没什么想要的 不 你有想要的 说说看 是什么 你想要 我 说实话 想不想 想 等我病好了 解决了这里的疫病 回去后让你好好要个够 宗正宇听懂了 话没说几句 就一定要改变话锋是吗 他直接听而不闻 青天剑已经把日子看好了 五月二十七 还有一个月 你我成亲以后 你再来跟我说那些话 西洋满头的问号 他现在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也不知道 等到成婚后 他恨不能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 你放马过来 病人的精神是有限的 拔针 又强行打着精神吃了一碗小米粥之后 西洋再一次睡了过去 这边 文莎已经命人把冰送了过来 西洋感觉冰冰凉的 轻松半醒睁眼问了一下 哪来的冰块啊 二十里外有个庄子挖了冰窖 王府里的冰不够用的时候 便从那边运送去 夏日快要来了 以后你用得着便命人去去 你的庄子 成亲后也是你的庄子了 行 这要伤大份啊 靠谱的男人 伤他都不怎么恐婚了呢 西洋自己感觉少有再退 身子都爽力了很多 他询问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等你好的差不多了 夕阳眨了眨眼睛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没听错吧 你打算等我病好了再回去 好个七八分就成 我这一病少不得得挨个三五天 已经那么多事 你就丢下不管了 他有点不敢置信 毕竟只是一点小病 他就把国家大事扔在一边不管 专门留在这里陪他 须知在现代老婆生孩子 还有很多男人都要去攻占世界 不愿意陪老婆生产的 更不要说 堂堂的摄政王 在这里给他端茶地水 擦两杯饭的 这一比较 那些下头男都应该挖个洞 把自己埋了好吗 孙正宇 你知道 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吗 孙正宇怎么可能知道他在想什么 给了他一个疑问的眼神 如果不是怕传染你 我现在特别想拍了你的衣裳 把你摁在床上 大战三百回合 孙正宇无奈 但还别说 他其实还是有点期待的 没忍住在脑海里播放曾经有过的画面 心源一马 响入飞飞 退烧了之后 虽然整个人都清爽了很多 可病就是病 还是得痒 他睡过去了 孙正宇走了他也不知道 孙正宇到了隔壁的帐篷 怕传染病毒 也不让文莎靠近自己 而是在最远的位置 查到什么了 王爷 昨日有一个病人死了 西小姐命人将她火烧掉了 可却在西小姐做事的桌子旁边 看到了死者穿过的衣物 顺着这条线索 属下命人去查 不仅仅是衣物 还有其他病人使用过的一些东西 都换去给了西小姐那边 抓到人了吗 没抓到 人已经跑了 不过已经锁定目标了 保春堂的一个医女 叫做乔依依 哼 她是不知道 西洋是本王的未婚妻吗 知道肯定是知道的 但王爷 您也要知道 这世上不是每个人都生了脑子的 交给你去办 是 一定妥天 王爷 早晨说查了国政那边的事 说 魏国舅想方魏家贵女做皇后人选 皇后虽然嘴上说不插手这件事 交给王爷 但其实也在打点其他关系 即便不是魏家贵女 也有他们扯不断的裙带关系家族的贵女 哼 这事不难想象 但是王爷与西神像嫡孙女有了婚约 他们坐不住了 一直在拐弯磨小的给皇上踹耳旁风 意思是王爷想要霸权 永远不可能还证 所以他们蹿跎皇上想法子 把魏家的人送上来 所以西成像中毒一事 他们是否有一份 这是非常可能的事 把西道卿弄死了 位置空出来自然是给别人疼的 这块肥肉谁不惦记 可惜横空杀出一个西洋 竟然把西成像给治好了 这点不能确定 有嫌疑 再查仔细一些 宝春堂的姨女是否有人在背后蹿跎 西洋是关联摄政王与西家的纽带 很关键 把西洋弄死 能解决很多问题 是 要他们注意些 西洋说了 身子疲惫状态下 更容易染病 属下明白 第二天 西洋已经不用卧床了 他让孟月给自己又扎了一遍针 拔针之后 他便坐在外面的桌子旁 看他们送来的病例记录 宗正宇进来的时候 见他在忙 眉眼一冷 你自己什么身子不知道吗 其实就是个免疫细胞大战病毒的过程 他们在我身子里厮杀 其实不管我的事 宗正宇惯例听不懂他的话 都是一知半解 全靠自己发散性的思维去推敲 能懂个七七八八 你自己没歇息好 怎么不管你的事 躺得骨头都废了 难受 不舒坦了 就不要强盛着 立即去躺下 行 西洋爽快的答应了 宗正宇本想在他旁边坐下的 不想 西洋伸手阻止他 你去对面坐 别坐我旁边 一次靠狠见没感染是侥幸 一直贴在一块 只能中午进行 中午 为何 因为早晚会出事 这疫病 现在是不是在可供范围内了 死亡在所难免 只要药材充足 就能降低死亡率 至少刚开始得病的 就立即得到了有效治疗 那就不会死 此乃其一 第二点 必须隔离得当 这些感染了病毒的人 一旦四处游走 就相当于移动的传染源 会引发更多的人得病 明白 宗正宇知道 这两点都是说给他听的 只有他铁靴政策下来 强行隔离 并且提供药材才能做到 宗正宇 你有没有想过 疫病结束后 这些人何去何从 南地治水公事 我已经交给了公布进行了 目前在西河手里 让他做全面的部署 公事开始以后 需要人手 这些难民 可采取自愿原则 同时他们愿意赶赴上游 和堤和霸修建 并安置他们前往 若不愿意的 欠回乡里 重建家园 那是一笔庞大的开支 国库撑得住吗 目前没有问题 那就好 那我给你提一些建议 你看看是否可行 他把这两天得闲的时候 做的一份计划书拿出来 递给了他 你看看 宗正宇接过了计划书 虽然他写的字十分潦草 但他还是看得相当快 他写的很多简体字 他还是靠 承上启下的猜测 才能明白意思 看完后 他总是冷肃的眼眸 泛起了光芒 夕阳 倘若你是男子 完全可以入朝为官 我若是男人 你喜欢男人吗 再说了 女子为何就不能入朝为官 你也许不知道 世上有一个词 叫做母职惩罚 你说说看 女子身为子内啥工的拥有者 愿意孩子繁衍后代 这是与生俱来的能力 我说的能力 不是天职 你能理解吗 确实 男性不能生职繁衍 只有女性 有这样的能力 因为拥有这样的能力 并且幼崽在生下来后 需要母亲的照顾 所以 所有人都认为 这理所应当是女人的事 女人就应该在家里奶孩子 外面的世界应该是男人去闯荡 但你们先自问 唐使男女接受同样的教养 是不是很多女子 也许根本不输给男子 因为天赋这种东西 其实是不分男女的 不错 不少女子其实是有能力的 只不过 天赋再好 若是没有后来的教养 也都会泯然重担 所以 倘若女子没有因为孩子束缚住自己 她是不是能像男人一样闯荡 力量上差了点是实话 但脑子上 其实是不差的 男人天性比女人粗广 他们顾不上的细节让女人来补充 女人力量上的弱势 让强壮的男人来扛起 这不是很好吗 那刚常不就算了吗 刚常是什么 难道不是男人为了更好的统治民众 制定出来的约定俗成的东西 难道那是女人想出来的三纲五常吗 宗正瑜想 还真 无力反驳 他不仅仅是在跟他探讨这个问题 而是在给他释放信号 我不会安于家世 他想要拥有自己的事业 不想被男人和孩子捆绑住手脚 对此 宗正瑜郑重承诺 你若想做 那便去做 只有一个先题 你必须保有忠诚 你要求这么低的吗 宗正瑜 你就不怕别人说你是爬耳朵 吸管牙 不是要求低 是我认可你的说法 他有能力 不该被拘泥在后宅 上一次谈及水患的治理 他给的说法就已经让他很惊艳了 这一份灾后重建的方案 又让他眼前一亮 夕阳其人 不仅让他耳目一新 还能让他事业开阔 能够获得更大的进步 行 你真上当 给你一个奖励 我们婚后两年 省第一个孩子 宗正与无语 两年后还得是奖励 也就是说 若不是他松可 他是不打算要孩子的 你那什么表情 你不想想看 你这环境适合生孩子吗 你想想 万一我揣个仔在肚子里 全身浮肿 走路都难 这时候是不是弱得敌人一根手指头就把我掐死了 还是夜失两命的那种 这话 宗正与还真无法反驳 要不怎么说 西洋的洗脑大法厉害呢 他最终开口 依你 现在压根不在乎这些事 很随意的样子 西洋有些诧异 你不觉得 传宗接代是十分紧要的事吗 我若那么以为 为何不早日成婚 那你不会觉得我说给你生孩子有什么不妥 有什么不妥 宗正与不明白这个问题的点在哪里 西洋把网络上非常热门的一句评论拿出来讲 譬如 生孩子那也是我的孩子 为什么就是给男的生呢 这是什么问题 男子不能生孩子 但想要后代 那就是让女人帮自己 夫人相夫教子 女子也不会出去讨婴生 能出去做事的男人 不是理所应当养自己的女人和孩子 那我不相夫教子呢 你当本王是那些 连自己妻儿都养不起的窝囊肺吗 行 这个男人靠谱 能处 你为何会有这些顾虑 西洋眼珠子一转 没回答 他不回答 聪明如宗正宇 还不能自己揣测吗 他是懂捉住重点的 你所在的什么地方 难不成男人都这般自私 毫无担当吗 也不是全部 为啥没有一些拿得出手的 只不过 人海茫茫 大海捞争霸了 听他这么说 宗正宇也算明白 为什么先前一说要成亲 他就恨不能连夜收拾行囊跑路了 你不用担心 我 宗正宇 从不会回避自己的责任 看出来了 宗正宇这个人 绝口不承认喜欢他 在乎他 但他所思所行 骗不了身边的人 于是两人也不说别的了 继续讨论西洋写的那个计划书 宗正宇内心里 除了对西洋的欣赏之外 还多了对他的敬意与爱惜 脱去皮相 最真实的西洋 其实不是表面上那个没羞没臊 大大咧咧的样子 这就是为何他在大是大非上从不糊涂的原因 他脑子清醒着呢 两人谈得差不多了 外间突然传来声音 阎老主 您不可进去 阎老主 您不可进去 别理他 方才还称得上和颜月色的 此时瞬间又掉着一张脸了 你是他的醋干什么呢 本王不吃醋 一个江湖浪荡子 有什么好的 你也不至于喜欢他 我自己不安定 但其实我也不喜欢不安定的生活 我慢慢喜欢你 也许便是因为你情绪足够稳定吧 他昨天来了吗 来了 我把他赶走了 这边他在思考重大问题 而西洋已经扬声对外面说话了 阎沛 你的腿伤不着急 等我病好了再说吧 昨日你病中也便算了 既然你醒了 我总要来探吗 说着便操控轮椅要闯入 阎老主 请回 宗正宇在里头 不要跟本座讲什么感染不感染 他不怕 本座也不怕 你武功高 但你手段不会由我玩得开 所以让开 阎老主不可入内 要不试试看 本座可不可以 他正带出手 宗正宇的声音传了出来 阎沛 本王与你打 想好好说话 还是想打 本王奉陪 本座不是来找你的 是来找西洋的 他说了 不见你 他想不想见本座 不改变本座 想见他的想法 那就打吧 离一病庄子远一些 莫伤即无辜 阎沛不是很想跟他打 现在他更想看看西洋是什么样子 本座今日不想打架 你让开 阎沛 我相信你敢闯进来 但我认为 你大概付不起代价 说了等我病好得给你治腿 你要是任性妄为 那我们先前的约定便一笔勾销 行 这次听你的 宗正宇眯起眼眸 这么几年 阎沛隔三差五的来找麻烦 对敌人总是要查清楚的 所以他也算是了解阎沛 阎沛走了 没有打起来 可宗正宇脸色很难看 你还真在乎他 不知情的 还以为你心爱的女人 不 心爱的男人抛弃了你呢 突然怎么一副怨妇面孔 西遥 你就非要跟他来往不可吗 他有用 这也是你之所以留着他的原因 不是吗 我留着他 确实是因为他有用 但也是因为他并不会闹出什么大浪 江湖中有这么个人压着 对其他蠢蠢欲动的实力 也是一种警告 诸多方面的因素 让他留着欢喜楼 不杀阎沛 但如果阎沛要翘墙脚 那就容不得了 你这什么表情啊 见他谋装 闪过一丝杀意 体验一副被他绿了的表情 你的未婚妻 我最认为自己一直历史很坚定的 坚定不移的喜欢好看的男人 你就不能听我一回吗 你刚刚还说 我想做什么就去做 只要保守忠诚就可以了 这是说来哄我的 曾正宇一 话是他自己说的 竟无言以对 放心吧 我做事有分寸 行了 别用这种眼神愁我 少想些有的没的 你觉得这计划可行 就赶紧让下头的人把事办了 他敲了敲 然后桌上的册子 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和到每年泛滥烧国库的银子 官员贪腐西市民纸铭膏 这些哪一件不比他严配的存在重要啊 曾正宇依然无言以对 瞧 他就说吧 只要话从他嘴里说出来 不管多么晚 你也不能否认他说的有道理 你已经坐太久了 去谈会 身子未愈 别逞强 嗯 对了 无举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差点把他二哥的事给忘了 昨日就开始了 而电视已经结束 该开始约卷了 嗯 也不知道我二哥怎么样 这个疫病爆发 真的是始料未及 庞室这么点事 有西恒在都无法做好 还需要你来操心的话 那这希望 也不宜放在他身上 你这是在安慰我啊 我不是在安慰你 本就是陈述事实 庞室他不能胜任 你最好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计划 嗯 行 你歇着去 我出去办点事 宗正宇拿着计划书想走 却又一直没动 西阳这才明白 你是要盯着我躺下才肯走啊 宗正宇没说话 显然就是这个意思 好吧 我躺着 不过我很无聊 睡不着 西阳难得乖巧 宗正宇也不管他要干什么 反正必须得躺着就行 我很快回来 盯着他躺下后 他才转身出去 西阳是真睡不着 啊 其实也挺好的 不服管的人 其实是希望有人管住自己 表面看是矛盾的 但却真的存在 他想要的是适度 不过分就行 而宗正宇承诺给他一定的自由 可也会在一些方面严厉的管束他 挺有意思的 王爷 已经抓住乔依依了 人呢 已经押送过来了 王爷要亲自审问吗 带到西阳的帐篷里 人押进来的时候 西阳是愣住的 乔依依 是自己说 还是要本王动手 我 从重症那边换出来消毒的东西 都混进了西小姐的用具里 想害他染上疫病 尤其是死了的患者 换下来用的那些东西 我也偷偷塞进了西小姐用的房里 西阳住在帐篷里 但庄子里也有办公的场所 并没有让人在那边看守 所以乔依依这件事做起来 也不费什么力气 西阳听得有些傻 因为宋正宇都没有跟自己说过这个事 不声不响的就把事情给办了 本想直接处置了 但想了想 疫病庄子这边的事归你打理 这个人是宝春堂来的 理应由你来处置 摄政王的格局 果然非常任能比 他这一笑 仿佛钻进了宗正宇的心底里 他强行定了定神 少给我带高望 该怎么处置 你去定吧 彩青 让人去把孙大夫请过来 宝春堂的人 自然得当着宝春堂的面处理 不多时 孙力过来了 草民有罪 恳请摄政王责罚 西阳作为这里的大管事 此事理应由他来做主 西阳看着他 他低声说了句 志管做 无论后面如何 有本王斗着 西阳乐了 这是什么神仙未婚夫 出师不知他好 认识久了才知他是个宝 他转头看向巧依依 你是一个医女 按说应该清楚 一个大夫的存在意味着更多人得救 尤其是在疫病区 一个大夫的命迁徙着无数患者的命 我不与你论我是什么出神 在这里我就是大夫 故而 置判你一个蓄意谋杀他人性命的罪名 杀人则死 谢阵王饶命 谢阵王饶命啊 白仙祸将乔依依拖出去 吊在庄子门口悬挂 不予食水 迟到断气为止 以以警效尤 西阳的决定 宗正瑜很满意 闻杀 将这件事通报所有的疫病庄子 发生任何类似之事 笔诏出之 是 宝春堂此番来这边治疗疫病 却闹出这样的事了 如今本王的准王妃 是没有性命之忧 但却造成了恶劣后果 传本王令 摘除宝春堂名号 调义柄功过香底 乔依依所为 不诸连宝春堂其他人 罪名谢摄政王恩典 宗正宇没听到他吭声 转头看他 发现他若有所思便问 你觉得不合适 孙大夫 宝春堂的招牌被摘了 这是摄政王的旨意 孙大夫 这件事我爱慕能助 不过 我的医馆即将开张 正处于昭显纳事的时候 倘若你们愿意 可以带着整个药堂的人手 过来跟我做事 宝春堂也是有好几处分号的 招牌被宗正宇给撸了 但店还在 房屋地气什么的也还在 他可以跟他们谈合作 以后原来的宝春堂 都挂上他的医馆的名号 跟孙家处于合作模式 以后宝春堂原来的大夫 伙计仍旧还有活路 孙力明白这层意思 也很清楚 这是最好的结果了 多谢西大夫 具体的合作事宜 我会尽快做出方案 你且回去做事 等我把合作方案拿出来 到时候再把细节说一说 乔依依惹出来的事 很快在所有的义柄庄子都传遍了 这件事释放出来一个强烈的信号 摄政王对这位未婚妻非常重视 帐篷内 夕阳正在着笔写收购计划案 宗正宇在一旁看着 没忍住说了句 你这手段还是太仁慈了 不 你是政客 我是生意人 我们的目标不同 目标不同 你是摄政王 名头两面比什么都重要 要的是别人叛你 扶你 尊宠你 正我就是个小大夫 我想开医馆挣大钱 而我用怀柔政策收复人心 让他们为我所用 成为帮我赚钱的一环 宗正宇明白了他的意思 有点无奈 本王还不至于缺这点收益 你完全不用这般费心 那不一样 你拥有的那是你的 这话一出来 就感觉周边气压在下沉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拥有的是你的 你愿意把你的一切都给我 我拿得很开心 但开心完了后 那没多大意思 我不嫌钱多 更喜欢赚钱的成就感 明白吗 他不会满足于征服男人的成就感 他想要征服金钱 你振舍得住就行 有些时候 对敌人的仁慈 便是对自己的残忍 纵户归山 要不得 受教了 多谢摄政王教诲 看他那个没正经的样子 宗正宇无奈一探 罢了 他高兴就好 以后他多顾着点 别让他被人害了就是了 夕阳还没写完这个收购策划 脸上露出了一点疲惫 便被宗正宇催了 你累了 先去躺下歇歇 哦 宗正宇见他纹丝不动 站起来 一个弯腰就把他从凳子上抱了起来 抱着他到懒床上放下 又蹲下身子 给他拖鞋 这个举动 让夕阳惊住了 他什么身份 你睡会儿吧 你干什么去 在此没别的事 没事的话 陪我睡会儿呗 反正你也不怕被传染 这床虽然小 急急也还行 宗正宇没想到他会提出陪他睡的要求 微微一愣 怎么 嫌弃床 还是嫌弃我 那你睡吧 我陪你躺一会儿 我还以为你要拒绝我呢 宗正宇 你这个人嘴上说的 和心里想的 好像完全不是一回事 宗正宇看他一眼 坚决不承认 谁说的 本王可不是那些嘴上一套 心里一套的卑鄙小人 没说你口服蜜健 我说的是 你对自己的真实内心 毫无所知 无所我自己在想什么 怎么可能不知道 嗯 你高兴就好 你这咳的还挺密集的 都说了 医术不是仙术 药物不是仙丹 肺炎啦 药养好总需要一个过程 不用担心 有你在 这药房我都可以随便取药 我想要什么样的药找不到 听他这么说 宗正宇略略满意 赶紧睡吧 那你亲吻一下 宗正宇低头看了怀中人一眼 不自觉在他的额头上 落下了轻轻一吻 此时的舞举比武台上 西恒与西锦展坐在台下 观看着擂台上的比武 此时正在对战的 正是西伟与魏国旧的幼子 也就是太后的嫡亲侄子 魏丰 一个书香门第 你不好好读你的书 跑来参加舞举 本就可笑 不好意思啊 魏兄 我已经考到举人了 就是考到了举人 才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 开始偏刻的 但三年前 他才十六岁 就已经是举人了 他真的不是读书的料吗 台下西锦展看得一脸惊心动魄 这子杭啊 也是场墙 你看看 他腿都这样了 行动明显受阻啊 他自己选的路 跪着也要走完 即便腿断在了这里 西家的气节不能断 他可是你的亲弟弟 正是因为亲弟弟 侄儿才对他有所期许 一点风吹雨打都受不住 还不如一年早逝了 死个壮丽 也好过以后一辈子都在地上爬 你是觉得 我这个做叔叔的 丢了西家的脸了 大叔 应当说 无论是父亲还是几位叔叔 都给祖父丢脸了 不是吗 当然 五叔还是好一些 虽然在地方就任 但听说阵级做得不错 西恒侧头 用眼角的余光 观察了一下西锦仔的神情 祖父年纪大了 经过这一病 身子骨也不怎么好了 想来 是要尽快让五叔回来了吗 理应如此 但他却挺了挺腰 双手拢进袖子里 西恒将这个小动作 看在眼里 又道 早些年 祖父还是挺疼五叔的 可不是吗 你五叔从小惯会说话 聪明伶俐 不但你祖父疼爱 你祖母更是宠着 祖母最宠爱的不还是三叔吗 提到这一点 西锦仔拢在袖中的双手 没忍住又动了动 可别替你三叔了 三逢的所作所为 简直是天理不容 而比武场上的打斗 进入了胶着状态 魏风一枪挑过来 倒是还顾及着不能弄死人 没直接刺入西维的身子 而是将他一枪挑飞 西维并没有着急 手上的长枪 朝魏风那杆枪狠狠一敲 来了个借力打力 下一瞬 他已经摔在了擂台外面 跟魏风也没落得什么好 被那猛力一阵后退了好几步 也掉下了擂台 西武公子倒是真厉害 平局 西恒招呼小四 抬着 走 我与你们一块做吧 也给子行看看伤 二叔不用担心 可西锦仔还是上来了 尽快回去包扎伤口 朝近道 西锦仔瞧了他一眼 西恒好像没感觉到似的 子行已经很厉害了 你是富商上阵 却还能把魏脚公子打下场 西维虚弱的笑了笑 闭上了眼睛 为了抄近路 车夫选择了一条比较偏的路 突然马车一震 大公子 我们遇袭了 十数名黑衣人将他们围住 举刀便是一栋砍杀 他猛的拿起一旁的佩剑 阿叔 你照顾着点子行 往下去看看 你可要当心啊 在西恒下去 西锦仔唇角勾起一抹古怪的笑意 他袖子里缓缓划出一柄匕首 西维也被这变故吵醒了 一张眼看见西锦仔举着寒光匕首 二叔 你干什么 西锦仔眸光冷寒闪过 手中的匕首朝西维喉咙扎去 奈何 没扎进去呢 他突然听到了一声爆喝 二叔你在干什么 一道剑光输的打掉了西锦仔手里的匕首 二叔竟然想要趁乱下手杀了子行啊 西维睁开眼睛 嘿嘿一笑 二叔 不舍得一点 还真抓不住你的狐狸尾巴呢 你 你不是 我这是要参加无拘鄙视之人 还能不防着呀 二叔 等见了祖父再做解释吧 被擒下了马车 西锦仔忍着手掌的剧痛 这才发现 所有黑衣刺客不是死了 就是被抓了活口 知道自己是入了局中局 何时开始怀疑我的 那就要问杨妹了 西恒转头吩咐 去道理寺 送消息去给杨妹 杨小姐 五公子与魏国这小公子打了个平手 回府路上 两位公子遇刺 二爷要杀了五公子 被大公子打了阵兆 已经去大理寺了 这时间差 也不知道大理寺的结果如何 也不知道他是问人的 还是自言自语 文莎 派人去告知西城下 此案绝不顾西 是 你是觉得 如果没有你压着 我祖父会从轻发落 宗正宇见他走到自己身旁坐下 伸手给他整理凌乱的衣襟 把松松垮垮的气带给重新绑好 伤在病中 也不把衣服穿好 天已经很热了 马上就五月了 在这点上 宗正宇不惯着他 像你穿衣裳 有意义 穿好就穿好嘛 这么凶干什么 下一瞬 西洋猛地扑进他怀里 隔着口罩 在他船上亲了一下 听你的 宗正宇哪儿还有什么可气恼的 他倒了一杯温水递给他 喝 这男人可真是好哄啊 他确实是嘴巴干干的 把水喝了才说道 这件事有大哥在 我放心 祖父肯定拎得清 就是怕祖母不依不扰 如果说 一定要选择断左臂 还是断右臂 那西道青那种老狐狸 肯定会选择 保留更好用的那只手 若是为了西锦仔这种白眼狼 跟掌房离了心 一旦西恒带着掌房众人 脱离丞相府 自立门户 那就得不偿失了 这件事西道青再痛心疾首 只要按照律法来办事就行 也不算太为难 西家本来人定就不是很兴旺 日后若是对上强大的家族 西恒独目难知 必定举步为鉴 那能怎么着 主之不行 就扶持旁之呗 这一点大哥心里肯定有数 扶几个懂得感恩的 给够了好处 其实也不差 好之能不能一条心 不是短时间能看出来的 先前就没留意过吗 你问我我问谁 我一个后来者 祖父也不会把什么事都告诉我 大哥以前年轻起不说 话也说不得准 有没有想过这些事也不一定 这是西家的家务事 本王不宜插手 大哥会操持的 西洋是一万个放心 男神大哥是什么人啊 那是八百个心眼都不够形容的存在 看上去风光济月 实际上腹黑的很 你对西恒非常推崇 那必须的呀 我就欣赏我大哥那样的人 浅持长的就是我梦中情人的样子 宗正宇缓缓重复 咀嚼最重要的四个字 梦中情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模样 我不相信你没有 我有自知之明 你最喜欢的模样一定不是我这样的 宗正宇不得不承认 他说的是对的 他欣赏他的机敏 佩服他的才智 甚至羡慕他疯一样的洒脱 但也会不喜欢他每个正型的样子 不喜欢他除了医术以外的那些邋遢 不喜欢他跟别的男人走得那么近 这么一推理 他还怪不得他了 西洋发现那阴森的气息收敛了 就说吧 宗正宇是一个非常讲道理的人 霸气却不霸道 这人活一辈子呢 总有很多你想要却得不到的东西 但喜欢的东西呢 不一定非要占有 也可以纯欣赏的 我欣赏我大哥 又不代表我想跟他搞出点什么来 哼 稀奇了 竟然还有罔顾人伦的西洋不敢做的事 我罔顾人伦 我是很有原则的好不好 我要真罔顾人伦早就扑上去了 求着大哥跟我私奔了 宗正宇气满 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出口 按我的原则 现在这情况嘛 要私奔也只能跟你了 胡扯 明媒正取不要 私什么奔 那不是更刺激吗 你们男人不是说 妻不如妾 妾不如偷 偷不如偷不着 我觉得为了保持刺激感 先先感 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玩一些play的 什么是play 宗正宇听不懂 但他明白他的意思 他直接拒绝了 不玩 哦 确定不玩 我这脑子里装了很多黄色废料 三百六十事 一年到头不换花样都可以 你确定不玩 听听 这还是个女人吗 这里只有我们俩 你拿为情什么 这些话 你与我说说便吧 别出去口无证了 嗯 这么多年的习惯 不可能说改就改 原本他说话也没有这样好放的 毕竟中医世家还是比较传统的 也就是后来去了特工军团 跟那群军费痞子待久了 说话方式就变了 你愿意改 我没说一定要改 只能说 见谅吧 跟外人的时候 少说点 毕竟身份转变 以后他结婚了 再跟其他人说这些也不合适 什么身份做什么事 什么身份该是什么面貌 这一点他还是懂的 西洋见他目不转睛的盯着自己 一双虎目里似乎流淌着轻柔的情意 他嘴巴比脑子还快 你用这种眼神看我 弄得我想亲你 宗正宇看着他眼眸中毫不遮掩的念想 听他这一说 他迅速凑了过来 在他唇角碰了一下 等你病好了 西洋见他素来冷漠的毛子里 似乎翻滚着一些压抑 他有些诧异 下意识的往下面看了一眼 男人 他们什么也没干 他就有反应了 等我病好了 只是亲亲 也不一定 不一定的意思是 你愿意突破自我 即便还没有成婚 也愿意有进一步的亲密了 哇 不得了啊 这完全不符合宗正宇的人设 还是说 男人终究是男人 碰着不住下半身 你若能安分 我自然不愿 你成日勾我 本王就是个和尚 也还是个男人 颜外之意 他其实是不经聊的 你见识过的美人 从有比我好看的吧 女子的美 不在皮笑 哦 美人在鼓 不在皮吗 不 我的意思是 不管皮笑 还是古笑 再美丽 也不过是一句皮脑 烟花亦逝 红烟亦老 并不值得留恋 那若是我貌丑无言 五大三粗 绑飞妖元 你愿意取 事实便是 你设想的 不存在 哼 说得清高 美貌不值得留恋 但你也不见得 愿意取丑你 本王原本 也并不想取你 即便是西家嫡孙女的容貌 在贵女之中 也算是名列前茅的 我只是不以貌取人 并不是瞎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你就是喜欢我的灵魂 嘴上说不想取她 可那赐婚圣旨 不是她弄的 难道小皇帝会 无端端的给她赐婚 一个相府嫡孙女 平白无故的 给她巩固实力 就算宗正寻愿意 她的母族 也不可能答应啊 本王什么时候 说过喜欢你来着 行 他就继续口闲体正直吧 这要是个真心爱慕他的 性格内向敏感的 他这种口是心肥 肯定伤透对方的心 好在 他脸皮够厚 脉头传来纹纱的声音 王爷 有信了 进来 大理寺接了西大公子的告状 西二爷买凶谋杀 西家掌放二子 并且亲自下手 要杀西五公子 此事给西丞相 打了个措手不及 案子确立 不过 目前尚未省完 是我要是在就好了 不是对西恒不放心 而是唱黑脸的事 他去更合适 次日 大理寺 讲述完了案情之后 大理寺亲给出了这个案子的结果 犯人西金仔 买凶杀敌亲侄子 乃为实情 金仔 你乃老夫敌次子 对你该有的培养衣食助行 也不曾少于其他兄弟 你对为父 有哪里不满 父亲眼里 从来看不见儿子的存在 明明 明明大哥 皮庸至极 父亲却一直偏信于他 就因为他是嫡长子 从未看见过我的努力 我的才智 大哥自己资质平庸 却生了个才学惊人的好儿子 父亲偏爱长房 母亲偏爱三房 我身为嫡次子 甲在中间 上不成下不去 我最不甘心的就是 西锦荣 他不是嫡子 这话一出 西锦荣震惊无比 他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父亲别说话 西锦荣用眼神询问 知道 难道他说的 不错 他说的就是真的 这就是你搅乱西家 想要治老父于死地的原因 不错 原本 我挑拨三房四房 仇视长房 他们都是没头脑的 很容易挑唆 但只是他们来对付长房 远远不够 当初杨姐被四房 无限偷了东西 便是我做的 杨姐与长房离了心 从此自暴自弃 在石斗他自毁名上 让他从此失去父亲的宠爱 杨妹被西云算计的事 是你在背后做局 被西云算计失去了清白 虽然如今困难已经解决了 但他要一辈子背负这婚前失真的不解名声啊 不错 西云爱慕萧世子 太好识度了 而西锦朗 一心想要把女儿嫁娶给侯府 可不就是一家几口 和没了那件事 你不是一个人完成的此事 如实招来 你跟何人勾结 面对父亲的逼供 他想说 就让整个西家给我陪葬 然而他话还没说出来 突然一道寒芒闪光 他双眸一愣 身子软倒在地 祖父 二叔已经弃绝身亡 二叔侯间有致命伤痕 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传武座 当场查验 武座得出结论 只有致命伤 伤口出血液 不是正常血液的浓度 此这伤口的温度 比其他部位要冷一些 暗暗器很有可能是冰 不管怎么说 西锦攒这是被灭口的 江湖中排得上号的 可有什么人是会坠守的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但我想 欢喜楼肯定能查到 就是要花钱去买消息 西家此时可是一团乱 一病庄子 夕阳看完了西恒的来信 我却问问颜沛 小小的丞相府 屁事真懂 我去找 你不去 我有很多事想问他 你知道我想问什么吗 他想勾搭你 给我示威 原来你俩才是真爱 对对方的一举一动 简直是了如指掌啊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好吧 我明白 世上最了解你的人 不是你的亲人朋友 而是对手 所以我去问他 你又打算 砸多少银子 买他的消息 他有许多消息 想要问颜沛的 但也不急于一时 反正等他的病好了后 颜沛还会找他治腿 他有的是机会 所以不反对宗正宇去问 得看他收多少 还是我去吧 不然按你花十万两银子只买一个消息的德行 又要败价了 败价 我说的不对吗 你不是说我们婚期定在下个月 以后你的钱财难道不是我的 所以你现在败价 都是在花我的银子 宗正又合计了一下 也的确是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怎么 难道我说的不对 对 说的很对 你笑什么 没什么 只是觉得王府有个女主人打理中馈 确实挺好的 所以我要见他 跟他谈大概是心情好了 宗正宇这次竟然没反对 而是同意了 好 一起 让西洋独自一人去见颜沛那疯子 宗正宇是不乐意的 颜沛其人充满了不确定性 会做出什么事来是完全无法预估的 说起来 颜沛和西洋是真的挺像 都是疯一样的性子 有一点不同 西洋是疯 颜沛是疯 温莎 去把颜沛叫过来 你就说 是我叫的 说是宗正宇叫的 颜沛不一定能来 但颜沛对宗正宇是有强烈的胜负欲的 事实如此 听说西洋找他 不到一刻钟就到了 颜沛主 西小姐的病尚未痊愈 为了不传染给你 还是请你留在外面 让开 颜沛主武功高 请不要为难做下属的 哼 行 你有种 他还是知道的 文莎的武功很高 能够长期跟在宗正宇的身边贴身保护 如果武功比宗正宇还低的话 早就滚蛋了 西洋 你把本座叫来就是为了给我吃闭门羹的 闭门羹不好吃 那要不吃点咸鱼饭 咸鱼饭什么样的 咸鱼难以翻身 有没有一种可能 咸鱼其实就是想躺平 并不想翻身 不管是帐篷内还是帐篷外的人都惊呆了 还有这样的说法 外面颜沛看着两道影子靠近 一大一小 一高一矮 宗正宇 堂堂的摄政王怎么也跟缩头乌龟似的 废话少说 颜沛 我想跟你买一个消息 我不太想花银子的那种 咱们不是朋友了吗 我免费给你治腿 你平时卖个面子 送一些小道消息给我 你不亏 对吧 你旁边站着玄州王朝的摄政王 如果是他都查不到的消息 还能是什么不值钱的小道消息 那这样吧 你开个价 要是太贵了 你就回去吧 宗正宇是穷疯了吗 连买个消息的银子都拿不出来了 宗正宇是不受挑衅 不中激将的 他哼了一声 并不搭话 西洋仰头看他 挑了挑眉 这男人 内核稳定又强大 宗正宇的确穷了 因为他已经许诺 把所有身家都给我了 所以现在买消息 是我说的算 当摄政王妃 还能比混江湖逍遥快活 你是可以拿他的全部身家 但他身为摄政王 将来选侧妃那侍妾养外事 你确定能忍 哦 不管要找几个女人 总归是要经过我同意的 我能不能忍不重要 重要的是 别人能不能忍 说这话的时候 他虽然带着笑意 却斜瞟了一眼宗正宇 宗正宇知道 他后面那一句话 是说给他听的 所以如果他真敢找他之外的女人 他有的是手段 让大家一起吃苦头 毒苦不如重苦 红颜未老 温先断 你真确定你能抓住他 抓住他干什么 大家都长了腿 有想跑之心的人 抓住他了也会跑他 还不如圈一个山头 让他在这山头里 撕一蹦的呢 不管是他还是宗正宇 都不该是笼子里关着的 拾去爪牙的手 他是丛林之王 他则是天空之主 卖给你消息可以 但你得拿东西来换 本座不接受制腿的交易 毕竟这个筹码 你已经用掉了 行 你说吧 拿什么来换 等你病好后 跟本座去畅游江湖一个月 不 不如本王来陪你畅游 本座 不好男色 那本王便请你到大理寺监牢畅游 他浑身充满了锐气 手也放在了剑柄上 颇有颜佩戴胡言乱语 他就要拔将了的意思 西阳 你为婚夫要把我打死了 你真的不管吗 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我被他打死不成 这语气 这腔调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是女尊文理的七主 养得艾尔夫跟郑军争风吃醋要死人了呢 看来你是真的想 宗正宇 你进来 认真你就输了 快进来 晚点给你奖励 有什么奖励 西阳 要不你也给我出个题 也给我设个奖励如何 你别动拉西扯了 赶紧回到正题来 我病着呢 没那么多精力陪你在这极限拉扯 你先说说看 要买什么消息吧 江湖中 可有谁擅长用兵来做暗器杀人的 你说的是小雨滴 小雨滴 小雨滴 小雨滴是江湖杀手排行榜 第三的人物 杀手叫做小雨滴 若非要说用兵来做暗器的 小雨滴是独一份 但他那个人历来神秘 江湖中也没几人见过他的面目 怎么你突然问起 他是来到京城了 我二叔便是死在这样的暗器手里 我二叔掌握了很多秘密 可他被灭了口 西锦攒 他还想杀你呢 没想到自己死在了前头啊 所以上次你掳走我 就是我二叔怀前请的 不 本座只收了他的定金 一般我会先收定金 确定愿意杀人了才会接 当时我不愿意 定金会退一半 这样起飞能够发家致富了 所有的都收定金 然后全部不接 躺着就把钱挣了 现在我知道是他买熊杀我也没用了 他已经死了 他是被用冰座的暗器灭杀在大理寺公堂之上 他招供了他谋害我祖父 企图夺权的事 但也戳破了我父亲并非嫡出的事 他是死了个赶紧 可如今事情才叫棘手了 怎么才能知道小雨滴最近接了什么任务 你欢喜楼主的面子够不够脸查出来是谁收买了他 你若是跟本座说那杀手榜上第一第二的人还能给本座个脸 但这小雨滴本座都不曾见过他 你在榜上吗 那是自然 本座排行第七 什么 你在排行第七啊 那你平时转什么转啊 什么叫财第七 本座因为腿伤的缘故耽误了多少事 老子一个残废都能排杀手榜第七 难道还不够 所以你还是比不上其他人呢 本座再说一遍 日子过得好好的 不是本座不能挑战而是不想 明白吗 嗯 行行行 出刀你不想好了 西洋 你若不信 把宗正宇叫出来 老子与他单挑 宗正宇又不是杀手榜上的人啊 你跟他单挑有什么用 你去找小雨滴啊 呸 你想拿本座当枪使 想得倒霉 他是故意的 激将法 想激起他的胜负欲 让他忍不住去找小雨滴 如此一来呢 他想要查小雨滴的结果 就有可能实现了 而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大冤种 丢下这话 他操控轮椅飞速离去 哦 被识破了 文商 去查小雨滴 安慰过分苍白 行动大于语言 宗正宇 你想要什么奖励 先攒着 嗯 为何要攒着 现在就对线不好吗 不好 原来你也会以肚子坏水啊 我也是男人 别的男人都想什么 我也会想 我又省了一笔买消息的银子 你是不是要夸夸我啊 嗯 干得漂亮 尤其是把颜沛气得够呛 你觉得 与西锦攒勾结的外敌 是什么人 自然是想把摄政权柄 夺去制 从动机顺藤摸瓜 还是很容易的 当然不排除有其他可能 但主要去查最近小动作 平平的胃甲 很有必要 太后这几年迫于后宫不得干政 不得不低头做人 所有一切都有魏家出头 西围与魏风对阵 想来是要让魏风尽量重创西围 随后再派杀手伏击 嗯 二哥武力直强 但大哥没有 他们也不会想到 大哥手底下也养了一些人 不多 可在对方低估了他的时候 也够用了 幸亏我提前让大哥给二哥准备好了护心计 提前做好了准备 你倒是想得周到 我呀 就是会点小聪明 注重细节 像你们运筹为我决胜千里的 我是够不上的 以天下为奇 全柄作举 我可是一心半点也比不上 你这病 什么时候能出去 坏了吧 最多养两天 现在一病庄子也全面得到控制 痊愈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最好是继续隔离 再观望个八日十日的 确定不会复发了再放开 嗯 待这边稳定下来 你把尾巴收一收 回京城了 夕阳一露 两头看他 难不成 你打算等到马上要出阁了 带回去急急忙忙的做准备吗 他是要回去代嫁的 想到自己年仅十六岁 就要踏入婚宴的坟墓 夕阳有点茫然 但是抱着他的这个男人 臂膀有力 胸膛温暖 除了口是心扉嘴巴毒以外 倒是没什么毛病 见他一直不说话 怎么 你不会再想怎么逃婚吧 我要真逃了 你会怎么样 第一个拿你的梦中情人开刀 你是在乎还是不在乎 梦中情人这四个字是咬牙切齿的 虽然明知道他不可能真跟自己的敌亲大哥有什么 但不影响他吃醋 行 你厉害 我认输行了吧 你对西红可真是在乎 整个人都不好了 但在西洋这里看来 宗正宇是相当好哄的 的确如此 人与人的情感都是相互的 他回来的第一日便认出我不是他真正的妹妹 他那还是接纳了我 并没有任何犹豫 把我当成了亲妹妹看待 人非草木 我再怎么贪而润性 也能知道谁对我好 谁对我不好 他真心把我当妹妹 我岂非也只有报以真诚 把他当最亲的哥哥 才足以回报 这一番话 果然将宗正宇的一身酸味给冲刷干净了 唐水他不是你哥哥 你非要扎心是吗 我都解释那么清楚了 你还要做假设 不到自己你不自在是吗 说你想嫁给我 哦 原来你不是想听我说我不找别的男人 而是希望从我嘴里说出来 只找你一个 你不能保证 做人不能太双标 你不给我一点诚意 我怎么能做亏本生意啊 对吧 宗正宇立即明白他的意思 他想要他说 我想娶你 不想说 嗯 也能理解 毕竟我这打脸也挺疼的 当初他质地有声的说 嫁公猪都不会嫁给他 现在要他亲口说 我想嫁给你 毁灭吧 宗正宇也想起来先前放过的狠话了 本王收回之前说的不愿意娶你的话 行啊 大丈夫能屈能伸 宗正宇 我比刚才又多喜欢了你一丢丢 倘若现在给你自由的选择 你是否愿意嫁我 这算求婚吗 我愿意与你在一起谈谈情 说说爱 但是结婚的是太早了 不管怎么说 也想等到我二十岁以后吧 既然早婚晚婚都是婚 为何不能早一些 少年复兮感情难道不是更好 设政王 我是少女没错 可你都二十四的老男人了 本王没老 对比我爹娘你是没老 但对比我 确实有点大了 既然你都觉得本王算老得了 所以早点成婚很有必要 不是吗 算了 反正做再多的假设 也改变不了他们下个月就要成亲的事实 他也松了口 我的确不想成亲 不过呢 愿意和你试一试 其实他还是有点恐婚的 试试就试试 很多女人在结婚之前都觉得 怕什么 大不了过不下去就离呗 然而事实很残酷 很多人离不掉 结婚是两个人的事 但离婚是两家人的事 宗正宇听他说愿意 虽然不是自己想要的答案 还是相对满意了 在本王这里 没有试一试的说法 待大婚之后 以我揭发为夫妻 以后自然是荣辱与共 携手共进 白手极了 我不能接受两件事 第一 家暴 只要你敢对我动手 我就毒死你 第二件 出轨 就是你不能有我以外的任何女人 一旦有 我就对你的兄弟下手 先让你兄弟歇菜 然后再送一百个女人挑逗你 让你看得见摸得着 吃不上 宗正与气息一致 一个字 学 虽然我知道 这时代男人大反有点本事的 养很多女人没什么 但也有我父母亲那样的 一生一世一双人的 你说是吧 平后 是端手 我都同意 行 喜阳笑了 凑上钱 请了他下巴一下 我都好得七七八八了 你是不是敏锐就回去了 你回去吧 朝中的事虽然都在你掌握之中 但你离开久了 必定会人心动摇 再说了 婚期不到一个月了 你就完全丢给李部 也确 李部做事与府 有些事我得回去亲自把关 主要是 他要娶的人是他 他值得他费精力 给他最好的婚姨 不让他受半点委屈的那种 那婚姨的事 就要你多上点心了 此日 宗正宇真回去了 而西洋除了休息 就是看孙丽送来的资料 西大夫 目前痊愈的患者 已经占了七场 而新感染的病患 一日比一日少了 其他庄子的情况 可有反馈 京城摄政王离去之前 下令其他庄子 把卷宗都送了过来 在下面 西大夫可以看看 好 他拿起自己写好的 合作策划书 说道 这是 对保春堂的未来 我也只能坐到这里了 你拿回去先看看 对这些条件 有什么不满的 你可以过来跟我详谈 倘若我认为 可以接受改一改的 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 但有一些硬性的东西 是不容许挑战的 多谢西大夫挽救 你去忙吧 我看我明日就可以解禁了 保春堂的事做了处理 西洋想了想 又倒 白交货 乔依依死了没 尚未 真命倒是挺硬的 把他送进来 被悬挂了几日 没有食水 几日不见 乔依依已经完全脱象了 他面色苍白 神情枯狗 西洋走到乔依依面前蹲下 拿出一粒药丸 塞进了她的嘴里 这世上有一个定律 人与人之间的恩怨 没有开端 那就相安无事 一旦有了开端 那就必定会有一个结果 倘若你不想杀我 只是口诀问题 我不至于那么小心养 乔依依很想说话 但她说不出来 你是不是觉得 只要被传染了 我就死定了 乔依依受了这么大的折磨 她的眼神依然充满了不服 甚至还有恨意 我是大夫 医术还在孙力之上 不得不说 你的脑子大概只有七脑那么点大 竟然会以为 这样就能把我杀死 本来我没想要你的命的 但你想要我的命 如果我不以牙还牙 都对不起你的努力 说吧 谁在背后煽动你做这些事的 这是有人不想让宗正宇取的 只要西家底孙女一死 那么西丞相与摄政王的裙带关系也就断了 在想办法从中击破 未必没有机会 没想到她能这么肯定的说出这话 你给我吃了什么 你不是觉得自己会点医术了不起吗 怎么 我喂给你的药 你自己亲自品尝过了 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吗 告诉你也无妨啊 这药吧 就是一个振奋作用的 你可以叫它抗奋剂 能吊住你这最后一口气 让你回光返照的 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 这还用问 虽然是想知道到底是谁主使你 谁帮助你 你说实话我可以向你保证 即便保春堂没了 我也可以帮你保住孙丽 果然 蛇咬打七寸 她精准地掐住了乔依依最重要的一点 除了对师父的感激 就是对小冬家的爱慕 你说到做到 只要你如实招来 若我做不到天打雷踢 不得好死 好 我告诉你 是 让你增派人手保护她 太虚了吗 去了 算算时间 想来这个时辰都已经到庄子那边了 近段时日 一定还会有人对她下手 地在岸 帮不胜防 西小姐机敏过人 她一定心中有数 会多加防备的 启禀摄政王 西丞相求见 传 老臣参见摄政王 免礼 摄政王从义病庄子那边归来 老臣斗胆询问 不知杨姐的病可是好了 便是她好的差不多了 本王才回来的 多谢摄政王关爱杨姐 过几日时宜完全稳定后 她便可归京了 并摄政王 老臣已经将殿氏所有的卷子都批阅过了 还请您过目 除了三甲未定 其他重磅的学子都已经得到结果了 三甲是要皇帝亲定的 而小皇帝尚未亲政 这件事宗正寻独自无法做主 得等宗正宇回来 若无踏实 你回去吧 本王与西洋的婚事比较紧迫 爱情丞相都上心 臣理会的 宗正宇看完了西道卿送来的资料后 去清阳宫 他倒想看看 小皇帝会忠意谁做庄元 黄叔 朕这两日把电视的卷子都看了一遍 不得了了呀 今年的学子 皇上所言极是 他带宗正寻对面坐下 看着面前的棋盘 黄叔可有空 不若指点一二 那一日他说有功课要问 可宗正宇急匆匆离经 一开始宗正寻还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知晓 竟然是为了西家那个女娘 真如他舅父所说 摄政王有了软肋 对摄政王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棋局的事 你自己先玩 臣离去几日刚回来 许多事都得梳理 至少目前 三甲未定 乃燃眉之计 皇上 这三人的文章 你可是都看过了 看过了 朕更喜欢唐宇的 你的表兄也在名单之中 怎么不更喜欢他的文章呢 黄叔教过朕的 朝廷需要动良之才 用人之计 自然是吸收新鲜血液最好 过去三界科举 不曾有过寒门出身的上三甲了 此为其一 第二 唐宇的文章 思想新颖 看法独到 朕思以为 他是可以重用的人才 皇上长大了 是黄叔教导的好 那便亲点唐宇吧 黄叔与朕的看法一致 你也喜欢唐宇这篇文章吗 确实比较新颖 黄上日渐长大了 谁倒是要亲政的 你也该培养自己 趁手的人才 既然你喜欢 那点他便是 黄叔 想让朕亲政 不等宗正宇开口 他又打哈哈 可别呀 朕年纪还小 所学尚浅难堪大任 黄叔还年轻 你可千万别把朕就此抛下呀 也不知道他说这样的话 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 可他过分紧张 宗正宇看在眼里 皇上放心 如今的确是年岁上小 臣还会继续教导皇上 直到皇上独当一面为止 不过 臣大婚在即 日后多了个需要照顾之人 自然要将精力分出来给王妃 皇上也已经十次了 很多事都可以自己打理了 黄叔放心 朕必定会勤加努力 其实宗正宇说他迟早要亲政的事 他还是不能相信 真的会还政吗 魏登人吉 一手遮天了之后 还能舍得放手 舅父他们都说 摄政王霸权 绝不可能轻易交出权力来的 若宗正宇手段再强势一些 他这个皇位可能都会动摇 皇上 为帝者内心稳定比什么都重要 你才是一国之君 是玄州的主人 臣虽然摄政 却终究是臣 其他人也一样 不该让他们凌驾到皇上头上去 宗正宇心里一震 皇叔该不会是知道了什么吧 皇上年岁还小的时候 臣代为摄政 目的是引领皇上坐稳皇位 并非是要架空皇上 或者是让外戚干政 外戚干政四个字 又是让宗正宇心头一脸 他能肯定 皇叔一定是知道了什么 皇上年纪小 容易受人挑唆 臣能理解 但请皇上记住 你才是皇帝 外戚 终究是外戚 凭心而论 臣虽然设政 却不曾将皇上当作傀儡 你说是与不失 没想到他会把话挑明了说 宗正宇整个人都傻掉了 臣不多言 皇上先看一下这份名单 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文章 先你一份官职任免清单 你好了之后 命人送去说日宫 臣看过后 大差不差的 一律按照皇上的意思来办 皇叔让朕 自主决定这些人的任免 宗正宇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宗正宇不知道 皇叔到底是因为知道了什么 才改变策略的 还是真心辅佐他 夕阳说的对 皇上年已十四 再也不是小孩子了 臣再担心 也应当给皇上发挥的空间 准皇审说的 是啊 他见臣紧敢慢敢要回宫 便劝输了臣 臣认真思索 深觉他言之有理 宗正宇说完了这些 他便微微醒了一礼 转身出去了 宗正宇盯着面前的卷宗 方才天真无邪的模样已然消失 多少有些阴沉戾气浮行 说日宫 宗正宇回来后 坐在树岸前 回想自己离开之前的事 你回去吧 我不带异诊好了 烈焰毒也已经被完全清除了 真好了 你的身子最近也算稳定 我再给你开个五日的药方 让小鹿子跟你一起回去 每日给你煎药 坚持服用 其他的 等我回去再说 宗正宇也便没有别的可说 知晓他的性子 说教的叮咛 他听不进去 你舍不得我呀 你就没有别的话要与我说 我突然想起来了 还真有 小皇帝的事 你是怎么想的 一直说 宗正宇知道他的脑回路 跟正常人不同 与其自己说一堆被他反驳 还不如先听听他怎么说 以我跟小皇帝的接触来说 他虽然有八百个心眼 但还没有黑话 什么是黑话 嗯 所谓不换寡而换不均 人与人之间的恩怨 大多数从不平衡 不满足 不甘心开始的 对此 宗正宇点头表示赞同 他这个年纪 本是青春躁动的 热血的年纪 已经不会乖乖 对长辈的话为名是从了 哪怕他嘴上答应着 心里也很可能是反着来的 宗正宇从未想过这些问题 觉得挺新鲜 你继续说 西洋知道自己与他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这件事是必须处理干净的 以免以后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所以他说得很细 做好铺垫后 他一针见血的道 你知道你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吗 你不爱说话 难道不是很大的问题 宗正宇瞪着他 虽然没吭声 但也的确不高兴 宗正宇 你不用否认 你不喜欢表达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 口是心非 对王没有 宗正宇 你不喜欢表达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 口是心非 对王没有 你喜欢我 却不承认 你想娶我 非要说不想 宗正宇张口 还想否认 却不料西洋却猛的凑过来 牵了他一口 宗正宇气息一致 他还在他唇上咬了一下 贴着他的唇问 这么敏感 就是亲一下抱一下 你的身子其实都在抖 只是你表情管理高端 表面看不出来而已 但 他的手往下一顺 成功让他没能忍住抖了一下 雨流氓 尽管依旧绷着脸 但发红的耳根出卖了他 尤其是西洋握在手里的把柄 更是无所遁形 放手 西洋放了手 但没放过他 说你口是心非还不承认 你对小皇帝应该也是这样的吧 明明认真教养他 跟养儿子似的 对他寄予厚望 将自己所学所知都交给了他 但从不表达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 因此他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自然就对你有所猜疑 换不军 这一说法 宗正宇竟然无法反驳 说你口是心非还不承认 你对小皇帝应该也是这样的吧 明明认真教养他 跟养儿子似的 对他寄予厚望 将自己所学所知都交给了他 但从不表达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 因此他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自然就对你有所猜疑 换不军 这一说法 宗正宇竟然无法反驳 他年纪小 但因为身在地位 自古以来高处不胜寒 皇帝多猜疑 这是正常的 你对他好 却从来不让他知道 而他那些外戚 巧言令色 有嘴滑舌的给他串儿边疯 如此极端对比之下 他的心倾向于哪一边 还用说吗 此番下去 你们只剩下一条路 疏直离心 背道而驰 渐行渐远 宗正宇认真思索 不得不承认 他说的是有道理 夕阳也不再做分析了 直接给建议 我是觉得 你心里对他是什么看法 应该让他知道 一如你想 迟早是要还证的 你得先让他心里有数 他再怎么八百个心仰 也还是个孩子 所有孩子都希望得到夸赞 表扬 你不要因为他已经十四岁了 理所当然认为他长大了 便不需要温情 你不在他心里的花园里 挖呀挖呀挖 种下温情的种子 将来怎么开感情之话 有一种可怕的感情 叫爱恨交加 他听了旁人的耳边风 对你有所误解 自然有所憎恨贤物 但你又让他感受到了 真切的温情 他对你有如目之情 到时候即便他内心黑化了 也会有一个极限拉扯的过程 最差的情况给你 哦不对 其实也是给我 一个缓冲的空间 让我们可以提早做预防 不会莫名其妙的满命 丢在这里 但好的情况 有可能他翻人醒悟 不会非要弄个你死我活 宗正宇全程不说话 认真听他说 西洋洗脑的能力是很强的 即便核心力量如此稳定强大 如宗正宇只要认真倾听了 认真思索了 就忍不住认同他的说法 他虽然经常一套一套的歪理 可对人性的剖析 却又是那么直白赤裸 他必须承认 他说的是对的 其实我也能理解你吧 毕竟你从小没有父母爱 也没有兄弟爱 让你表达内心真实的情感 对你来说是为难的 可是宗正宇 你以前中了百丈兵 孤家寡人的不畏生死 可以后不一样了 他即将娶妻 以后有妻子要照顾 还会有孩子 他有了责任 也有了软肋 我明白了 你打算怎么做 对皇上采取温馨教导 嗯 如此可教也 谁是如此 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爷 你身上有我没有的 我跟你学 而你没有的我有 你可以跟我学不是吗 互补 也挺好的 宗正宇看着他生动的表情 没忍住凑上去 在他唇上亲了一下 你说的对 互补挺好的 表面看 他任何时候都是冷淡面容 脸上甚少有喜怒哀乐 只会有两副面孔 第一平淡 第二沉冷 而他呢 大部分时候 脸上总会挂着形形色色的笑意 生动 鲜活 跟你就是的 在他心里活棒乱跳 硬生生占据了一块天地 他们俩本来是相反 但彼此身上都有对方身上没有的特质 相互补充 不想学习 便能都有进步 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 宗正宇 你这个人啊 还真的是一般人 一辈子都要仰望的存在 嗯 你本来就站在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要命的是 天赋好的人 还那么努力修正自己 可怕的不是别人有天赋 可怕的不是别人努力 而是比你有天赋的人 逼你努力 哎呀 这种男人是真把他给征服了 如果不是实际不对 他真想把他拖到床上去 你是在夸我 对啊 每发现你一个优点 我对你的喜欢就又多一点 经过夕阳的深切教育 宗正宇直面自己的内心 不喜欢他吗 那肯定是自欺欺人的 但放在心里就好 他也没想说出来 这一次离开没有难舍难分 而是装了满心的蜜 回来后 他便按夕阳所说的去面对宗正寻 的确是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宗正寻对他 肯定是有许多误会 回到眼前的说日宫 宗正宇盯着摆放在面前 等着自己批阅的奏折 私存片刻 将一些宗正寻 完全可以独立处理的奏折挑选出来 来人 把这些送去青阳宫 请皇上批阅 批阅完了之后 不用送过来 直接送去内阁 温莎很是震惊 带小太监抱着东西出去后 才低声吻 王爷 你这是打算放权 西阳说的对 过去我与皇上的相处知道 很有问题 温莎瞳孔低震 说句不好听的 唐使西阳是个细作 王爷你这样可真的是死病了 你这什么神情 发现他那副样子 拧眉的 你在想什么呢 王爷对未来王妃 是言听计从 也不知道 是不是好事 倘若这点看人的眼力都没有 本王便死在他手里吧 你让礼部 尽快把婚姻装重送过来 本王要亲自过目 是 温莎已经没有什么想法了 主子一回来 就给小皇帝放权 现在又把心思分去婚姻上面 要不怎么说 女人影响拔到速度呢 异病庄子 从乔依依那里审问得出了结果 西阳留下来 做着异病庄子最后的安排 终于可以把后续的事情交给孙丽 回地井去了 孙大夫 到了现在 可以说异病已经解除了 管事的位置交给你 我要回去了 可这 婚期将至 我得回去准备嫁容呀 我不跟你们抢功劳 不拆着点东西 但你们却很需要 交代清楚后面的琐事 西阳上了回京城的马车 不许告诉社长王说我回来了 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小姐 我们遇到埋伏了 青天白日的 竟敢砸我的马车 白絮 留三个活口 其他的全部杀无赦 是 白絮看了他一眼 只觉得他此时此刻 像极了社政王 一阵厮杀 看来 十二爷的事曝光了之后 有些人坐不住了 就从这一点 我就可以断定 对方的下场只有数 西锦攒曝光了 我父亲不是嫡子的事 对方分明只需要暗耐住 等待事件发酵 用西家旁之 兴风作浪 踩死这件事 从而打击掌了 弱掌房弱一点 只需要坐等 就能够对西家 造成沉重打击 可这幕后之人也是挺傻 目标竟然还是我 莫非 是因为对方已经知道了 乔依依已经招供了 小姐知道了对方是谁 所以对方苟急跳墙 恨不能让你死在外面 再也回不去京城 也许吧 西阳看着眼前的刀光剑影 血雨腥风 面无表情 对方显然对杀死他 势在必得 派出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白旭带着的四十多个雨林 为竭力与这群黑衣人厮杀 一时半会儿的 也并不能站上上风 左庆 你这边一手为主 江峰 你跟我 撕开一条路 先把西小姐送走 好不容易跑出去个一里路 前方又来了一群黑衣人 这得花多少银子 顺着这条线索 且能大概锁定嫌犯 不得不说 这方筹谋了这么多年 竟还是不太高明的样子 请了这么多的杀手 只为了扑杀他一个人 花销绝对在十万两银子以上 甚至更多 回去后让宗正宇派人去查一下 最近谁家的库房 撕库洞的最多 最频繁 谁就有嫌疑 突然戳顶一沉 谁 西阳 你求本座 本座给你解决掉这些憋三 怎么样啊 你带了多少人 怎么还不动手 这不是在等你求 求我嘛 快点求我 只要你一求我 我不但把你救出去 还能帮你查清楚 这帮人来自于哪一个组织 你还用查吗 依你的江湖地位 对方一蹶屁股 你就知道他们拉的什么爸爸了 你要是拉不下面子 那 我可就走了呀 我不求 有种你就见死不救 我死了 这世上怕是没人能治你的腿 除了我 估计你也没有朋友 不用怀疑 就颜佩那贱嗖嗖的性子 只怕江湖满地都是他的敌人 哪能有什么朋友 他这话还真的扎中了颜佩的心 会不会说话 救你这破罪 谁他娘乐意救你 你还能在这里跟我说这么多废话 由此可见 局势在你的掌控之中 颜佩 送我安全回京城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虽然他很讨厌欠人情 但这是救命之恩 他还不至于做白眼狼 求我一句话的事 有这么难吗 抱歉 我膝下有黄金 转不下来 求不了人 若换作是宗正宇 你会不会求他 不会 因为看见此等场景 他会二话不说的来救我 根本不用我求他 而且宗正宇武功高 能力强 手底下能人被除 就我对他来说就是小意思 洒洒水 颜佩的好胜心果然被挑起来了 他什么事都想跟宗正宇比个高下 不管宗正宇是否把他的挑衅看在眼里 听了西洋的话 他哼了一声 嗯 行 就你对本作来说 也不过是小菜一碟 西洋 记得 你欠本作一个人情 行 欠你一次 颜佩在杀手榜上排第七 西洋嘲笑他不行 但实际上 他还是很行的 他不是实力比前面的那六人差多少 问题在于 他性子乖张 任性至极 哪怕是接了任务后 杀不杀人 都要看心情 颜佩下场后 西洋便感觉眼前是一片红云的飘倒 他的剑极快 命中率极高 几乎不给对方超过三招的还手空间 很快杀出了一条血路来 约摸一刻钟的时间 颜佩回到了马车面前 剩下那几条小鱼仔 你的人 能解决了 察觉到他盯着自己的胸口看 颜佩将衣巾扒了开了一点 喜欢哪 那也简单 你把宗正宇给甩了 以后来跟本座混 你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想摸都行 谢妖 不耗你这口 那你喜欢哪一口啊 我喜欢纯情的 提豆就脸红的那种 你可真是恶趣味 宗正宇会脸红 不会 会我也不会告诉你 我男人什么样 我自己欣赏就好了 干嘛要跟别人说 你说谎骗本作 我的事你少打听 你是怎么愿意跟宗正宇那个老骨板成亲的 别人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我是圣旨赐婚 很难理解吗 所以你不是喜欢他才愿意嫁给他的 可不想在这一点上 西洋给了宗正宇足够的尊重 一开始不是 现在是了 所以以后别再说那种话了 你跪在地上哭着求我 我都不会加入欢喜楼的 颜沛还没来得及说话 他又多了一句 除非 除非什么 我做欢喜楼的楼主 你行 你可真行 倘若我做了欢喜楼的楼主 把你收下做个二夫人 也许可行呀 我呸 宗正宇是脑子有病吗 竟然喜欢你这样的 丝毫不怀疑 宗正宇对他是有感觉的 还是非常重视 非常在乎的那种 倘若不是喜欢他 堂堂的摄政王 能够抛弃地精的那么多事 跑到疫病庄的这种危险的地方 亲自贴身照料染病的他 因此 颜沛更是坚信不已 若是能把宗正宇的未婚妻给撬了 那就是真正把宗正宇压一腾 足够扬眉吐气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你能不能要点脸 不好意思 脸是什么 能吃吗 颜沛哑口无言 行 斗嘴他竟然输给了他 他只能落得一句 本座明白了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嗯 身以为然 颜沛猛地吸了一口气 算了 他不自讨没趣了 他干脆转移话题 你一个世家嫡女 怎么看见这么多死人 看见我这一身的血 一点也不害怕 害怕有用吗 我害怕 这些就不存在 没用的情绪扔掉就好 提起害怕 我更愿意放在心上的是 这群人是谁手买的 颜沛一看 生意来了 谋色顿时残量 立即到 十万两银子 本座帮你查 一万两 你穷疯了 十万两 你一下子砍到一万两 八千 颜沛瞳孔地震 你还减 八万 不能再少了 五千 夕阳淡定地吐出这俩字 颜沛果断结束这毫无逻辑 荒谬至极的砍价过程 拒绝 嗯 行 我另请高明 说不定三千就行 嗯 行 我另请高明 说不定三千就行 颜沛气满 这个女娘到底是什么精怪投胎转世的 夕阳叹了一口气 唉 三千两银子 已经是普通百姓一辈子都挣不到的数目了 我还真是身在富贵之中 不知民间疾苦啊 买个消息而已嘛 就拿出这么多 唉 心好痛 别人也许可以查 但肯定没我行 欢喜楼在消息方面 若说自己是第二 就没有人敢说自己是第一 唉 想想就觉得心痛 三千两我也不想花了 反正对方想要杀我 一次不成就会有第二次 即便不知道是谁 等他们下次再来的时候 全部抓住就好 可你若是提前知道是谁 完全可以自己设局 让自己减少危机 嗯 你说的对 所谓富贵险中求 都已经到我这个位置了 冒点险也挺有意思的 比如今天这一场杀戮 多刺激啊 你 你还觉得刺激 唐氏本作没来 你打算怎么做 最差的情况不过是死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阳王爷若是想要收我 难不成我怕 他就不要我命了 不是 我说西阳 你的性子 真的很适合混江湖 不考虑吗 江湖打打杀杀的 哪有我在西家做贵女舒服 我放着摄政王妃不做跑 去跟你混成匪扣 请问 我要多少根筋搭错了 才会这般想不开 颜沛 KO 至高无上的权力 谁能抗拒诱惑 余活熊掌不可兼得 他留在地经 或许会没有自由 但他拥有的东西 也都是世人艳羡的 而他若是去了江湖 得了自由 却也会失去功名利路和安稳 颜沛虽然不说话了 但也没走 他顶着那一身血 一直将西洋送到了城门外 本座不进城了 想来你今日回来 必定有不少事要头疼 我明日再来找你 西洋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人就不见了 这人还挺有意思的 采青见他这么说 反倒是担心起颜沛说的情况来 小姐 大爷不是嫡子的事 你打算怎么解决啊 西洋原本一直担心这件事会曝光 到时候展房会落入很被动的下场 但事情真的发生了 他反而不担心了 事情发生了 那就去面对 我大哥在 他不会让事情变得很糟糕的 更何况 我跟宗正宇的婚期将至 即便我祖父糊涂 难不成你以为 家族中的那些旁支他们都糊涂 况且祖父可比谁都精明 一个树出展房的女儿 嫁去摄政王府能获得什么好处 那是在打摄政王的脸 西家不会人人都是糊涂虫的 他以嫡孙女的身份出家 给了摄政王体面 以后这个裙带关系带来的好处 他们身为西家人也完全可以享受 聪明人就不会为了眼前的撒瓜俩草 而去断了和气 目光要放着行远 格局要大 老夫人那边 柴瑞提了个问题 老太太生了三个儿子 西锦咱跟长房斗 得来了个惨淡下场 西锦咱死了 还有一个小儿子不在身边 西洋唇角一米 祖父若是连自己的发漆都管不了的话 那这丞相的位置也可以交出来了 祖父若是连自己的发漆都管不了的话 那这丞相的位置也可以交出来了 这话说得大胆至极 彩青也好 财瑞也罢 都不吭声了 西洋那破破烂烂 还有血腥的马车 一路进城引来了无数的围观 但他竟然没有直接回丞相府 而是命令 进宫 彩青猛然看向他 衣裳没换 妆发没做 就这样进宫去见摄政王 西洋唇角一勾 没有说话 原本是想瞒着宗正宇给他一个惊喜的 谁知道遇袭了 这些人肯定在刚出事的时候 就已经送消息去给宗正宇了 所以严配问的问题 西洋没回答 但他心里是有数的 倘若严配没来 他一定会逃亡的相当狼狈 弄不好还会受伤 吃不少苦头 对方使用的是人海战术 并非顶尖杀手 那么他身边的六名影卫护着他等来救兵 还是可行的 所以他一回来 宗正宇肯定是知道了 果然他还没到宫门口 半道上就遇见了骑着马准备出城的宗正宇 西洋 没想给你一个惊喜的 没想到却给了个惊吓 宗正宇气息都有些缓慢 目光上下打量 你没事吗 又不 你仔细瞧瞧 他弓着腰站在门口 这时候没有人去拿脚踏板 他便打算跳下去 但他这一跳 跳进了宗正宇的怀里 宗正宇抱住他 双手掐着他的腰 把他放下 还是不太放心的上下打量 将他审视了一遍 你看我头发都没乱 天上干干净净的 一点伤口都没有 西洋见他这副不放心的样子 笑意更深了 放心吧 据上突发状况 想要保密最好的方法 就是保持冷静 不要到处乱窜 如果实在倒霉被抓住了 头可断 发型也不可乱 宗正宇气门 他都紧张死了 他还在这里耍宝 不过也的确是缓解了他的情绪 确定他没事了 他微微松了一口气 我送你回承桑府 我本来还以为 先进宫去找你呢 为何 都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我们三日不见了 等于三年 你不想我 那我也会想你的嘛 轰的一下 宗正宇像是被他这话给炸裂了 一瞬间 他竟然不知道该给什么反应才好 先会丞相府吧 先会丞相府吧 也行 夕阳本想先进宫去看看他 但既然已经看到了 那就直接回府吧 发生这样的事 也要第一时间回去 让他们知道 过来行吗 他伸手 隔着衣袖拉住了他的手腕 朝自己的马走去 夕阳也没反对 走到高大骏马旁边 宗正宇正想扶他上去 却没想到自己扑了个空 夕阳 他身子利落 一脚抬上马灯 翻身上马 宗正宇 扶了个寂寞 你上来啊 宗正宇一正 他原本是想让他骑马 自己牵着马走的 不管私底下他们的关系 多么亲密 这是在外头 还是要多注意 却不想 他还真是一点也不在乎 别人的目光 但他不在意 他不能不当一回事 不远 走过去就行吗 夕阳一正 弄得他好像柔弱的生活 不能自理似的 不过他刚刚痊愈 也的确有一点点小弱 那是病态 没有办法的事 这边距离丞相府 的确不远 一行人很快到 听说摄政王大驾光临 西道卿带着人出来相迎 老臣参见摄政王 没有回应 西道卿微微一弄 悄然抬眸一看 原来宗正宇 没顾得上理会他们 而是转过身去 将其在马背上的 西洋给扶了下来 宗正宇 将其在马背上的 西洋给扶了下来 这一次扶到了 本来生龙活虎 自己就能飞身上马的人 此时娇弱的 像嫩豆腐似的 下马后重心不稳 猛地朝宗正宇身上一倒 宗正宇下意识 将他搂住 稳住他的身形 一开始还是疑惑 低头瞧见 他那柔柔弱弱的样子 顿时明白过来 他不动声色 扶着他走上前 西洋不顾危险 前往疫病庄子治疗十亿 自己被小人暗算 染上十亿 身子还很虚荣 回来的途中 由于刺伤 众人朝后方的马车看去 破烂 血腥 触目惊心 西洋的脸色 立即阴沉下来 怎么回事 宗正宇垂蒙 发现西洋 完全没有说话的意思 他只得替他发声 进去再说吧 进了正厅内 宗正宇直接扶着西洋 让他坐在主位上 而他自己 则是站在一旁 如此一来 没有人敢坐下 全员站立 摄政王 请 西道卿自然要把 另一个主位 让给摄政王做 但宗正宇却没有听他的 转头对西洋低声说道 你把遇袭之事 简单说一说 西洋也没开口 妆柔弱 需要有专业素养 侃侃而谈就不像话了 他挥了挥手 让采清给大伙讲述 挥了挥手 让采清给大伙讲述 采清自然是尽可能地 将事情说得更惨烈 更悲壮一些 因为西锦荣 并非嫡出的事曝光 最近丞相府 虽然不是西锦荣自己做的 可他是得意人 这几日连衙门都不去了 告假在家 可女儿出了事 她也顾不得这许多 听完采清的讲述 赶忙看向了西洋 杨姐 你没受伤吗 父亲放心 我没有受伤 西洋终于开口 声音很轻 还伴随着轻微的咳嗽 只是病了几日出狱 又受了一点惊吓 看上去有点吓人了 不必说虚弱 他此时的样子 大家都看得见 触及西洋的眼神 西横唇角一面 站了出来 朝宗正宇的方向拱手作一 转头又面向了西道卿行礼 祖父 父亲的身世一时 这些日子 我们长逢在府中日子艰难 如今杨妹又一次身临险境 差点丢了性命 西家容不下我等 或者是 以西家之能义 不能护住我等 如此一来 倒不如我们作为庶出分出去 自给自足 这话带有危险性 但它就是危险了 那又如何 西家容不下我等 倒不如我们作为庶出分出去 自给自足 西道卿没说话 书公开口了 紫妍呐 你可莫要说此气话 这件事 几日来 我等都在商量 这不是还没有个结果吗 西洋垂眸 听着觉得好笑 瞧 这就是绝对实力 守我其谁的情况下 嚣张一点 别人也只能吞了这口气 敢问书公 都过去几日了 尚未有一个结果 而我们长逢的女娘 却差点丢了性命 这又当如何 不错 这么多年来 我占据了敌掌子的殊荣 也是知道这次的事曝光 我才知道真相 不为难父亲 不为难宗亲 我愿意带着一架几口 分房出去 这三品官 我也会主动辞掉 什么也不图 只图一个儿女周全 父子俩一唱一和 而大厅内唯一坐着的人 竟不是摄政王 而是掌房的女儿 摄政王其人 只是站在那里 给人的压迫感 就已经强烈到 他们需要非常努力自控 才能忍住不跪下 可西阳却坦然的坐在那 好似摄政王 不过是他的贴身护卫一样 这局势 难道他们还能不承认 西锦荣的身份 相爷 即便是错 也错了近四十年 都到这个份上了 不如将错就错下去吧 西道卿本来就没想让西锦荣 回到数子身份 他都隐瞒了这么多年了 这件事是他做出来的 所以他不能强势表示保持现状 他一直不吭声 就是想要这些旁吃主动开口 但门外又走进来一行人 相爷 你这般欺辱我贝家姑奶奶 我们不能接受 来人正是西老夫人的弟弟贝荣 臣贝荣参见摄政王 起吧 谢摄政王 为臣斗胆 此事乃西家内务 还请摄政王莫有插手 西阳想笑 这位便宜旧宫 是懂秦贼先秦王的 事情若与本王无关 本王自不会插手 这话让贝荣脸色为变 人家摄政王宁愿自己站着 也要让未婚妻坐着 很明显 这件事他管定了 贝荣 孰是孰非 你可变个究竟 但结果应当如何 你该知晓 这一开口 起飞就是压迫 都已经把话说这么清楚了 他只要结果 结果只能有一个 他的王妃肯定不能是庶女出身 摄政王 您历来公正严谬 难道就一定要我背识 忍着屈辱 西锦沾身为二叔 社军谋害侄子侄女 他参度西锦老一家几口 出谋划策 让西云将西阳送去吴望山 闯入本王的地盘 一件件公平追究 本王是愿意的 贝荣顿时哑口无言 偏西阳这个时候不愿意沉默了 他咳嗽两声 声音虚弱的道 一码归一码 他们害我们 既输一成 自寻死路 这事总不能用我们吧 难不成你要杀我 为了不被你们道德谴责 我最好是一刀了结了自己 这才算合你的意 舅公 我这个小辈冒犯一下 您这名字写得紧密一点 那就是个贼字呀 所以您的逻辑就可以这般鸡贼吗 尽管他看起来很柔弱 说话也不大声 但整个大厅内只有他一个人坐着 他身边还站着一个威慑力十足的尊贵摄政王 舅公 我这个小辈冒犯一下 您这名字写得紧密一点 那就是个贼字呀 所以您的逻辑就可以这般鸡贼吗 你一个小辈 竟然忘以长辈名讳 舅公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以后你见着我 都要行礼了 被容气息一致 可不是吗 下个月摄政王大婚 将他取过门后 身为摄政王妃 别说他们这些 没有实际血缘关系的亲戚 就是西道卿自己 都得把礼数做周全了 先君臣后论亲 夕阳也不想理他 转头看向西道卿 祖父 狄叔子调包的事 父亲尚且蒙在鼓里 我等孙辈更是不知情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您看该如何交代 不得不说 这老狐狸太沉得住气了 这边吵闹不休 西道卿偏偏就能一声不吓 将审时夺势进行到底 而这件事的源头 便是来自于西道卿 他怎么能让他置身事外呢 凭什么西老夫人受到了委屈 娘家人来问责 就冲着他们掌房来 西道卿被拉了出来 无奈叹了一口气 他得承认 这个孙女的确是人中龙凤的人物 仅凭他能让摄政王如此真实尊重他 他就知道自己应该如何选择了 当节说得不错 旧子调包狄树子的事本是老夫所为 仅容不知情 孙辈也就更加不知情了 追根究底 狄树相争 获起消强 其因 的确在老夫 若说不公平 历来的高门大户都是没有公平可言的 高位自然由贤者举止 能者举止 为了延续血脉 光宗耀祖 家族的继承人不可能交给草邦 而偌大的家业 也不可能平均分配给所有儿子 贝荣不敢反驳宗正宇 不敢斥责西洋 难道还不敢责骂姐夫 其因的确在你 他们小辈的恩怨 我没有立场 但当年你到底是怎么做的 把两个年岁不同的孩子 调拨过来的 真正的嫡长子应该是西锦朗 而西锦朗比西锦荣大两岁还多 中间还隔着一个西锦杂 倘若都在强宝之中 交换过来很是容易 可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再强行说西锦荣是嫡长子 谁信啊 这个问题 所有人都疑惑不解 西洋这个现代人 见是过形形色色的人 可他依然是百思不得其解 两个问题 第一是怎么做到的 第二为什么要这么做 第三怎么说服西老夫人同意的 西道青丝存片刻 西道青丝存片刻 如何调包的不重要 事实便是 这么多年来没被怀疑过 之所以泄露让西锦荣知晓 一定是他的夫人口风不言 什么时候说漏了嘴 西锦荣也真是沉得住气 这一隐忍都已经过去六七年了 锦荣也就是锦荣出生的那年 老夫认了钦差 去了西北都管城墙的修建 他这一说被荣想起来了 对 那时候你脱家带口 把妻儿都带上了 大家其实都知道 西道青缓缓讲述 事实是名声暗将 我是被贬官才去了西北 那都是三十几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的皇帝乃是当今皇帝的皇爷爷 宗正宇的父皇 西道青的官徒也并非一帆风顺 曾经因为提了一个冒险的政见 引来了政敌的弹劾 彼时西家事小 敌不过对方的打压 西道青的父亲一并不起 撒手人寰 而西道青则是被贬处 听他说起当年那些事 所有人都寂静无声 西洋仰头 拽了拽身边身姿笔挺的男人的衣袖 指了指椅子 让他坐下 宗正宇微微一露 垂眸见他关心自己的模样 便在主位的另一边坐了下来 这尊大佛终于坐下了 不少人都松了一口气 不然摄政王一直站着 让他无形中 好似被千金坠压着似的 当年在去西北之前 我将大女儿托付给了贝家 这件事 舅子想来应该还记得 在场的人 知道当年那些事的人 也没有几个 贝荣当然是知道 我带着夫人与锦攒锦朗两个孩子 前往西北 路途遥远 行囊自然也不得不精简 可即便如此 在半道上 还是引起了山贼的注意 宗正宇竟然插花了 临近西北那一片地儿 当年应该很不太平 他虽然年轻 但整个国家的朝政 都把握在手里 三十多年前 西北的情况 他是知道的 不仅贼寇多 北方的蛮族 更是一直在滋扰边关百姓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北方的蛮族更是一直在滋扰边关百姓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朝廷才不得不拨银子 消耗了数十万劳工 前往西北修筑城墙 西道卿被封为钦差去督工 名声好听 实际就是扁去那里 修城墙 没有经年累月 不可能完成 所以他这钦差一去 没有个三五年是不可能的 而边境苦寒 他西道卿高门大户出神 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 去了西北能活多久 不错 我等尚未抵达魏明城 便遭遇了山贼袭击 所幸西北驻军将领 瞻云飞恰好寻过 救了我一家老小 瞻云飞 听到这个名字 不仅是宗正与差异 贝荣更是师生惊呼 那个曾经靠着三百个骑兵 杀了满一七百人 将达子赶出边境的詹将军 可以说 那几年帝经的人 从未见过詹云飞的人 却个个听过他的名 是 西道卿谋色又急许浑浊 回忆起那些事 整个人都显得苍老了许多 西洋不知道詹云飞 朝宗正与看了一眼 詹云飞乃西北人 十五岁投军 不断立功 二十三岁便封了票棋将军 其手下训练了一只兵马 叫做大漠苍蝇 令蛮夷闻风丧胆 是啊 那些年蛮夷一直滋饶百姓 我军与之讲货 酒谈不下 詹将军一怒之下 率兵反攻 反而将打子的地盘都给占了 一直打到对方 不得不写祥书求和 后来边境也变平安了 只可惜边境平安喂酒 便听说他陨落了 我一家七小都是蒙詹将军所救 可以说 我等欠他的 根本是还不清了 那跟你调包嫡子 有什么关系 锦荣是詹将军的妹子所出 当年感恩詹将军救我一家四口 数死于危难之中 后来詹将军出征在即 将其妹托付于我 并非只是让我帮忙照顾 而是 那妾是你姐亲口同意的 是她的仇家非常之多 倘若她身故了 留下她妹妹一人 只怕不会落得什么好的结果 本想给的妾室名分 可詹是拒绝了 她留下一个孩子 之后便撒手人寰 锦荣 那才是你真正的母亲 我夫妻二人连同锦攒 锦郎两个孩子 四条命都是詹将军给的 老夫承认是处于私心 想让詹氏的血脉继承家业 不然你真当你姐没有脾气 明明她心里不甘 却又隐瞒了这么多年 锦荣是英雄血脉 老夫绝不会允许她动 从此后 锦荣的身份不变 谁再替此事当混乱家计处置 杨妹 你真没受伤 没事 我毕竟病了一场 还没好彻底呢 多亏摄政王贴身照料 才得以康复这么快 摄政王意下如何 婚事照旧吗 唐室有所变动 陈等也好不做出嫁婚仪的筹备了 退婚 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的确没有好处 不但没有好处 甚至坏处还多得很 但陈的妹妹虽然名声不好听 可她也是我们家的珍宝 与其让她来日嫁去了夫家之后 笛声下气 倒不如陈这个当长兄的 纵着她惯着她 让她在家里当个小霸王 你放心 本王的王妃 自然容不得他人诋毁 多谢摄政王太爱 本王怎么觉着 到了你们西家人面前 倒是还矮了一截 摄政王还请放心 不久后 陈便可高攀宁这门亲戚 一家人自然是一条心 只要摄政王对我家妹子的真心不变 我兄弟二人 对摄政王的忠诚 也永远不会有一丝杂志 好笑 我当然好笑了 毕竟我是既得利益者 不是吗 父母疼我 哥哥宠我 未来的夫婿爱我 我难道不该笑 今日遇刺的事 你怎么看 我看不出来 但也并非全然排查不出来 既得利益者 有最大的动机 那你呢 你怎么看 如你所言 杀你 必定是能够从中获取好处的 其一 西家内部有人想浑水摸鱼 第二 冲本王来的 我命人去查一下几家女 我先送你回房 晚上我过去找你啊 你今日好生歇息 明日让文莎过来接你进宫 最近没事 尽量别出门 他们不是想杀我吗 我不出门 怎么给他们机会 可以用别的办法查 我性子急 对方这么大手笔 我想尽快知道是谁 好赶紧将对方弄死 多留他活一天 都是对阎王爷的不尊重 我走了 你坐着别动 来吧 先谈谈遇刺的事 我给二哥检查一下腿伤 一边做事 一边说吧 你确定跟这个欢喜楼楼主买消息 论消息灵通 欢喜楼最厉害啊 严配这个人充满了恶趣味 越是理会他 求着他 他越是不会理你 所以你能笃定 他还是会把消息查给你 可能也不是白得吧 只不过到时候 他特别想把消息卖给我 就没那么贵了 消息值不值钱 要看能卖给谁 这个人愿不愿意买 杨妹好厉害 能将江湖中最难搞的欢喜楼主 都拿捏得死死的 那倒也没有 他不过是没见过我这样的女娘 贪图新鲜罢了 你能如此清醒 那就最好了 那便等着后面的结果了 你的嫁妆清单 母亲都已经未妥了 但这日子的确是太大了一些 有些不得不从简 杨妹的嫁衣可不能从简啊 这些年杨妹也不如拿针头卸脑的了 但母亲一直记着呢 早就给学嫁衣了 只是先前也没想过 我们杨妹是要做王妃的 咱们自己准备的 怕是用不上 杨妹这阵子你便多在家里待着 内务府那边会送过来给你试穿的 好 你莫不是还是不想成亲 确实太快了 你们别看我大大咧咧的 但在感情上 我应该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 可这事儿骑虎难下了吧 大哥 你一向足智多谋 有没有什么法子把混事缓缓 你当我是活神仙 倒也不必如此 是我亲口答应他的 既来之则安之 边走边看呗 谁能从一开始一眼看到老啊 可你这一嫁过去 以后在皇家受了委屈 不见得我们能帮得上你 杨妹有勇有谋 凡是未雨绸缪 做好自己就行 不错 活在当下 今朝有酒 今朝醉 明日愁来 明日愁 车到山前必有路 传到桥头自然沉 不是传到桥头自然之吗 杨妹的意思指的莫非是 即便是最差的情况 也不会更差了 大哥懂我 颜佩 宗正宇不行啊 堂堂的摄政王 就给你这么个破车 我思以为 你那不应该叫什么欢喜楼 应该叫幼稚园 宗正宇的人 不可能这么快就能查出来吧 你不需要买消息了吗 需要啊 三十两 愿意说你就说 不愿意就走 我今日时间都排满了 兴师动众 那么多杀手杀你 你就一点也不好奇 是谁做的 好奇啊 当我铁公鸡 一毛都不想拔 行 既然你不着急 我下午再去找你看腿 小姐 我以为她会沉不住气 她如果那么容易 就沉不住气 你觉得欢喜楼的楼主位置 她还能稳坐 黄叔 柯举三甲 真有想法了 状元唐宇 榜眼方秋生 探花未瞧 你看如何 那便按皇上的意思你指 市镇的想法 与皇叔不谋而合 还是皇叔不看重这点事 的确是小事 三年一科考 唐使这些拔尖之人 不能成为动良之才 即便清点了状元 也不过昙花一现罢了 多谢皇叔教诲 皇叔所言甚事 反倒市镇 太过小家子气了 皇上想要多提携位家人 也无不可 但 须得擦亮眼睛 莫要引拥才到盛前 来日办事不利吃亏的 还是皇上自盖 皇叔教导的是 皇叔 听说准皇婶遇刺了 她身子可有大碍 怎么说也是镇的长辈 可需要镇前去探望 臣已经派文莎 去接她进宫来了 皇上可亲自问问 哦 那就是没事了 摄政王 西小姐已经进宫来了 让人把她送到沁阳宫来 皇上要见她 皇叔对准皇婶 当真是在意呢 夫妻之间 理应如此 余生共度之人 若都不在意了 这时间 还有什么可在意的 活着一个在意之人都没有 即便身在陵云绝顶处 又有什么意思 皇上正当少年时 倒也不必将自己 锁在这沁阳宫 从前 臣一心只想着 恨不能一口喂出一个胖子来 希望皇上早日能够独当一面 过分心急了些 西洋提醒的对 臣这样做是亚苗助长 反而让皇上体会不到 这世间的美好 待若干年后 皇上站在陵绝顶 可以回忆之往昔 进步太多 到时候 皇上肯定会恨臣的 准皇婶 真这么说 一会儿她来了 皇上可以与她谈谈 臣女参见皇上 免礼 西小姐 听说你昨日遇刺 没受伤吧 没有 那就好 不然皇叔该着急了 设而为人 为自己清静之人着急 应是理所当然的 这一次石疫爆发 得亏有西小姐 减少了无数死伤 斩断了疫病蔓延 还在极短的时间内 彻底控制住了疫情 你立了大功 朕重重有赏 谢皇上 日后西小姐过门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是啊 一家人就该和和美美 齐齐整整 摄政王带皇上情义深厚 皇上对摄政王 也有如目之情 皇上自幼跟随 摄政王长大 日后必定是一代明君 叔父也是父 父子子孝 朝纲稳定 国泰民安 皇叔也觉得 朕以后会成为明君吗 臣一直认为 皇上天资聪颖 学习什么都进步很快 将来清政也是一样的 西洋对走访山河感兴趣 待日后 皇上能够独当一面了 臣想带他巡游玄州 原来皇叔心里想的是 尽早把朕抛下 与准皇婶双宿双妻啊 皇上觉得 这样不好吗 男子成婚后 自当将发妻 放置于最重要的位置 那我可就拭目以待了 皇上还有事要忙 臣便告退了 皇上 那臣女便先告退了 皇叔与西小姐 神武过来庆阳宫用膳吧 好 你也都看到了 觉得皇叔 是不是陷入温柔乡了 奴婢以为 摄政王的确是很看重准王妃 那你觉得 皇叔这样的人 可会是爱美人 而不爱江山的 罢了 总归之阵如今 的确是阵不住朝堂 没有皇叔在的话 阵也无法撑起这个江山 慢慢看吧 方才配合不错 你还真听话 你说的有道理 我自然愿意采纳 魏家蠢蠢欲动 文举种了个探花 无举那边 魏风也算一饼利剑 这是有人跟我不谋而合了 可见魏家的确有脑子好使的人 你嘴皮子利索 惯会给人洗脑 若有时间多去跟皇上说说话 我不想霸权 但也不希望放权之后 会引来灭顶之灾 既然你不会用温情攻势 那就我去吧 他如果不识好歹 那就让他见识见识 什么才叫歹视 所以你打算让他见识 什么样的歹视 他一只独苗 如果他没了 皇位是不是轮到你来做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你是站在我的角度思考问题 但那也是为了保全你西家掌房 加快一点进城吧 别动手动脚的 我要针对你动手动脚 你大概躺不住了 现在有什么感觉吗 有一点暖意 好现象 我就在旁边有什么变化 你立刻告诉我 你以前是什么样子 你问这个做什么 说不定我原本是个爵士丑女 不可能 像游新生 一个人的心灵不丑 五官怎么不假 也不可能是爵士丑女 也算不得什么大美女 长相偏英气一点 比现在高一些 替一个寸头穿上男装 别人都不知道我是女的 寸头 你以前女扮男装 对啊 我在基地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都是剪一个寸头 宗正宇 你知道以前我们都穿什么衣装吗 什么样的 还别说 他的剪笔画还是不错的 三两笔勾勒 特别形象的图就出来了 放到宗正宇面前 即便这只是一个图纸 他也第一时间把目光转开了 耳根微红 如此袒露 成何体统 我们那时代有为名人写过一句话 世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不管你以前如何 如今你在玄州 便不能这般衣着 要不我只穿给你看 那也是衣裳 手绢都比他用料多 你就说 你想不想我穿给你看 新婚业的时候穿 你看怎么样 好 就这么说定了 你确定 倘若没有 届时 我便自己给你的衣裳 弄出这些洞来 回去 我就让彩青去对给我做 多做几趟 我不能弄你 不弄你 难道弄别人 你敢 成亲后可以 也没多久了 你再忍忍 宗正宇啊 你想给自己另一个 贞结牌坊 闭嘴 快把这话收回去 什么样的人 才会立贞结牌坊 在你们皇权社会 不是女人死了丈夫之后 表示为丈夫守真一辈子 你还说 说浪荡话 口无遮拦 也便罢了 生死忌讳 别老挂在嘴边 你本就是外来的 更应该相信鬼神之说 平时多加注意 好 以后我不说这些了 说到要做到 不能百分百保证 但如果什么时候 你发现我说错了 赶紧提醒我 好 对了 李布是不是还没有 把聘礼送去丞相府 婚期定下的时候 你在义病庄子不在家中 后来 我又去许你 便暂时搁置了 如今你回来了 我命他们选个吉日 昨日他们已经把大宴送来了 挑的好的 到时候我亲自登门 用得着这么麻烦吗 你值得这些麻烦 我喜欢你 我爱你 这么看着我做深 宗正宇 亲我 别乱动 你真的很容易激动 你再乱来 我就把你扔下去 你扔 你想对我做什么 贼喊捉贼是吧 不是啊 我清楚的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只是你不配合罢了 要不要我帮你 瞧你这圣洁的跟天上明月似的 男幼妾女爱 又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坦然面对自己的骨欠旺 才是做人的真谛 要不 用手帮 想要就是想要 说出来也不丢人 你对外人习惯如此 对我 你就不能直来直去一点 留下看会作者 好啊 你就不怕我突然生出野心 想要夺权 干预朝政 若你能办到 那代表我无能 唐使因为你看了作者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便盲目听你的去治理国事 那便是我昏庸无能 我若认为你说的对 自然会采纳你的建议 对江山设计有好处 那是好事 若我不认可你说的 那自然不会听从于你 那些煽动小皇帝要烦你的人 真该死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站在他们的角度 做这些事 无可厚非 毕竟 在我执掌朝政的时候 他们想要浑水摸鱼 都没有机会 好 那你只管做中流砥柱 我来给你守护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愿意给你飞翔的天空 但你说出的话 我当了真的 若你哪一日弃我而去 别怪我将你羽翼折断 将你锁进牢笼 你怎么还病娇起来了呢 本王不是跟你开玩笑 我也没开玩笑 你花花肠子太多 我也是有原则的 好吗 人生不到头 一切有可能 未来的事说不准 但你也不能因噎费时 对吧 这小皇帝 其实还是不错的 皇上虽然年幼 但他的确聪明好学 有治国之才 他再有天赋 也得你培养得好 魏家是个独流 要摘除 却不能轻举妄动 得好生筹谋 大公子 摄政王来下聘啊 他亲自来 他说了 要自己来 我出去 你不要出去 不合规矩 妹妹留在这里 陪我说说话吧 好 二哥 你想去哪里就认 啊 我都可以选吗 我先前特意去看过 先前那些五举三甲 好像都是分的七品 或者八品的位置 七品和七品 还是有区别的 你想进羽灵位 还是金鸡位 或者想去屯营 建功立业 我不想去屯营 希望能留在 离家里近一些 你想进羽灵位的话 虽然有点困难 但也有办法 扬妹威武 二哥 以后你就叫我妹妹好了 不用带个羊字 好 我总觉得 你小小年纪就嫁人 还没有见识过 广阔的天地 真的很可惜 越是见过 广阔的天地的人 越是不想又于家世 就是趁我现在 傻白甜的时候 才容易跳进 婚姻这个牢笼 不是吗 你觉得这是牢笼 为何还要跳 也许就凭 能够给人救命的东西 都是宗正宇给的 你想要的这些 不只是他可以给你 什么 我看你不像是会被束缚的人 你也不该是会被束缚的人 为何甘心被你父母兄长 被其他人困住 你错了 我是不喜欢束缚 但千金难买我高兴 总有些人 能让我觉得是甜蜜的负担 而不是负累 夕阳 你真不怕死 怎么 现在改变主意 想杀我了 你是不是笃定 我不会杀你 你想不想杀我 是你的事 你能不能杀得了我 是我的事 你是不是觉得我怕死 你这种人 怎么会怕死呢 倘若有你一定想做的事 即便是死八百次 你也要做的 既然你知道 为什么不怕 因为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反而会制造问题 如果你想杀我 无论我是否害怕 你都会动手 不是吗 夕阳 根本做去外面看看 希望你能搞清楚状况 你觉得我与你是同类 那么我就问你 你不怕死 你觉得我会怕 严佩 撕破脸很容易 但若是想要缝不起来 就会很难看 希望你认真想想 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严楼主太危险了 若是真把她的腿治好后 只怕会更可怕 你是觉得 我应该不给她治腿 赶紧让她滚蛋 小姐是官家女 马上就要成王妃了 那你觉得 我不跟她往来 她就能放过我 那若是一早 小姐便跟她不往来呢 你是不是以为 当初她不杀我 之后我便远离她 就没事了 小姐是说 即便你不理会她 她还是会找你的 她不杀我 是因为她觉得我有趣 她这种人 自己的生命都不怎么看中 但找到一件 自己认为很有趣的玩具 却非常困难 可从一开始 她就知晓 小姐是要嫁给摄政王的 为何现在才发难 也许一个概念 对她来说并不直观 那接下来 你要怎么办 万一她真的做什么 那怎么办 进宫的时候 我问问宗正宇 宗正宇 严配那个死病交发作了 她做了什么 也没做什么 便是从她的态度 我认为 她有想要掳走我的可能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她这种人 交不成朋友 当初那种情况下 我好像也没得选 从她把我带走 却又决定 不杀我的那一刻起 我就身在局中了 我没有表现出慌乱惧怕 那不过是知道 怕也没有用 还不如 不要影响身边的人 还有 还抱着慢慢 可以改变结果的希望 闻杀 传本亡令 盯死欢喜楼 随时备战 是 禁断十日 地精戒严 是 你打算怎么做 总不至于下不了手吧 你是想让我杀了她 还是做点别的 我会下药 尽可能控制她 也许你的人都没查出来吧 严配抗药性特别强 大部分毒药 对她来说完全无用 我这边的确没收到 这样的消息 如此这般 就棘手了 倘若不是我们成亲在即 跟她出去跑一趟 除了置她的腿 还质疑置她的脑子 在我看来是可行的 但那不是我们要成亲了吗 你还真有这样的想法 用药无法控制的话 你的真数是否可行 可以试试 我先封闭她的经脉 让她到时候 无法使用内力 但 你也知道欢喜楼的实力 她不能一直昏迷 不然她的下属 怕是会反扑 而只要她清醒 就有可能调度人手 我会做好各方面安排 她这种人会做什么事 一般人想不明白的 毕竟她不正常 你只管做好自个儿的保护 我会处理好 嗯 你一点也不慌 难道你希望我恐慌 怕什么 天塌下来 还有高个子顶着 宗正宇 你信任我吗 连朝政之事 我都可以与你一同商讨 你说呢 我说的是 我每次说喜欢你 你相信吗 超喜欢你 越来越喜欢你 君子一诺千金 答应你的事 给你的承诺 我不会变卦的 嗯 来吧 我先给你施针 争取在我们成亲之前 帮你彻底稳定下来 我一定要学那见鬼的皇家礼仪吗 怎么了 你不知道太后 作为你的如母长嫂 专门挑选了两名教习嬷嬷 去给我立规矩 我不知此事 头两日还好 都是给我讲规矩什么的 我还能忍 她讲她的 我想我的 可今日开始 她就要让我纠正仪态了 你也是该注意一点形象 这都还没过门呢 你就嫌弃上了 你要不要叫人拿一面铜镜来 看看你此时的姿态 不过 我认识你之初 你便如此 倒也没有必要 去勉强自己做出改变 我会让人把教习嬷嬷撤回 这还差不多 钟正宇 你想不想我 你确定要 说得好像我说要 你就能得试到 你不会只敢在心里想 不敢做吧 你就不能让我舒坦一点 这句话 应该我问你才对 夕阳 没有多久就要成亲了 到时候就可以明正言设了 所以 你总是绷着一张面无表情的脸 实际上心里在想把我衣裳 我有这么龌龊 恩从身子的欲望 在你情我怨的情况下 不算龌龊 你有你坚持的 我也有我坚持的东西 好吧 我以后克制一点 确定 确定 在大婚之前 以后我不拖着你往床上奔了 如果搬不到 我胖三十斤 倒也不必 当然 比你扎真的不错 醒了 你胳膊是不是麻了 不会 你这身子跟装个空调似的 简直是夏日午睡 降官神器 一定便嫁装都准备好了吗 大概应该好了吧 大概 怎么 嫁给我不值得你上心 不是不值得 是没必要 没必要 够不够 就够啊 这下总够了吧 老实点 无闹了 是我闹 还是你闹 明明是你觉得我对婚前那些琐碎的事不上心 所以生我气 你为何觉得那些事不重要 能够让别人代劳的事都不叫事 我图你这个蓝 你给我的财富 全是 有不同那些礼节流程 不过呢 我这阵子忙着古岛出来了一些东西 都是专门给你研制的药 做什么用的 一共两瓶 黑色的 只要一滴入喉 就能要人的命 蓝色那瓶 可以说叫做速效救星丸 第一时间护住心脉 即便是冰死状态 只要能拖延时间到我来的话 就都还有救 给我的 嗯 给你留着防身 虽然你武功高 但计多不压身 是吧 你费心了 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费心的方向跟别人不一样 你不要那点撒瓜俩枣的东西 你可以要更多 说说看 你还能比我什么 我好像真没有什么能给你的 主要是堂堂的摄阵王 什么都不缺 你少人点摄就行了 你要求这么低的吗 不然吗 只要活下去 我的切什么也不缺 也没什么追求 你这个人啊 你很失望 没有 如果你真的欲望太大了 我反而有点害怕 周正宇 你是不是很爱我 胡说 还是死鸭子嘴硬 不说了 我要回府看看 那你回去抓紧准备吧 夕阳你该不会 到现在还不想成亲 所以这么不伤心 想把婚旗给耽误过去吧 我敌两位好哥哥呀 在你们眼里 我就是这样的人吗 是 放心吧 我不想逃婚 那得多伤就让你的面子 他带我挺好的 我不质疑这帮狼心狗废 所以说 如果让你自己选的话 还是不想成亲的 那当然了 我才十六岁 就眼巴巴的跳进婚姻的坟墓里 到底是有多想不开啊 不少女孩十五岁嫁人 十六岁都当娘了 那你的想法 什么时候成亲 才算合适 最少 谈恋爱谈个两三年 享受一下被人追捧的感觉 试婚的一两年 确定南方没有我受不了的毛病 差不多了吧 试婚 什么个试法 同居啊 观察对方的生活习性 如果有自己受不了的地方 尽早再不要拖 毕竟细节决定人品 第二 睡过才能知道男人行不行 不然万一嫁了个不行的 等我三四十岁如囊似虎的年纪的时候 怎么办 难道我还出轨找第二春吗 你们也用不着这么惊讶 第二朝在我这里已经没关系了 我已经验过 相当满意 你这样的 被婚是摄政王的扮人物 不然谁能接受 无所谓 倘若不是宗正女要娶我 我没有形成的利益共同体的话 我单身也挺好的 到时候两个哥哥 都把嫂子娶进门了以后 我也出去独立门户 到时候我喜欢什么类型 就找什么类型 今天小狼狗 明天小奶狗 后天大猛指 光想想都让人兴奋 这种话 让摄政王听见了还得了 我给他说过类似的话 二哥 一可就比不上人家摄政王的胸襟宽广 他技术度良好 你们两个真是起义之人 你明日就成婚了 什么感想 我应该有什么感想 还是说 你想给我未婚最后一日 拍个派对告别单身 这天底下 历来是能者居上 你认可吗 认可 不论男女 不论男女 这一点上我是佩服你 甚至可以说是敬佩你的 所以 世间男子强 恋可三妻四妾 阴阴厌厌 让女子慈福 甚至卑贱 恶女子足够强大 不也一样可以多夫多军吗 你说什么 西阳 如果你一定要跟宗正义在一块的话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打我也收了 我不建议做小的 你不是喜欢看美人吗 无论男女都喜欢 难道我不美吗 别逗了 怎么 我是很认真的 你这种死病娇 如果真的爱一个人 只会玩求尽强制爱 不可能分享 尤其你还做小的 他就更不可能了 那可未必 也许 是因为我明知道干不掉宗正义 所以只好妥协呢 慢走 不送 说真话 都没人信了呢 你觉得 我跟宗正义 谁更好看 你更好看行了吧 所以 这么喜欢美人的你 怎么会不喜欢我呢 喜欢看美人跟成婚兄子是两回事 本座明白 宗正义为何会看上你了 你不是早就说过明白了 只不过 每次说 都代表一种新的认识 每当别人觉得看透了你的时候 你还能给出更大的惊喜 明日 本座亲自给你送假 谁 是我 你怎么半夜过来了 我有些事不着 别想过来瞧瞧你 明日成婚 你紧张 并没有 一万年后 你身子其他部件全部都成泥了 但你的嘴巴 一定会成为化石 你要不要上来 躺会儿再走 不了 你睡吧 我坐会儿就走 要不 我们一起出去开星星 我那里 现代文明发展迅速 环境污染很严重 尤其是光害污染大的地方 根本看不到星星 那如果能有选择 你会有在选州吗 不光是个人生活 还是衣食住行等等方方面面 现代文明都比选州舒适 快速便捷 这是不争的事实 那选州应该和你那里相差挺大 不过 现代生活压力也很大 环境污染 人口暴增 星球负担过重 虽然全球资源分配 却依旧让人卷成了文箱 二有就是科技发展 广播发达 人与人之间天南海北一千千 却也因为信息交流太快 信息爆炸 给人沉重的负担 尊存空间挤压 怎么想要获得单纯的快乐 就很少 如果是你会怎么选 选你那个世道 哦 强者的选择 但你还没收你的选择了 如果能回去 我当然也想回 如果能回去 我当然也想回 留在这里会想那边 但我觉得 回来那边 一定也会想念这里吧 所以 你还是更欺赏于回去 你为什么非要 给自己找一个 内心的问题来问呢 首先 我没了血 其次 对我有的血 我想把你带走 把我带走 我似乎很容易满足 其实这样才好 东正宇 我认为夫妻之间 最好的相处方式 便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相近臭 距离产生美 我喜欢你 一定不是因为你掏心掏肺对我好 而你喜欢我 也一定不是因为 我全身性依赖你 对 所以你想做什么事都可以去做 我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对婚姻忠诚 对感情一心一意 西洋 那你觉得 什么样的感情才能最长久 始于颜值 限于才华 重于人品 我想 我能明白这句话了 哦 必须承认 一开始对你的皮匠 确实是感兴趣的 后来 发现你在各方面都 不但厉害 也特别巧 西洋 如今我觉得 你我除了生活中做夫妻 其实也可以做灵魂伴侣 你觉得呢 东正宇 我好像开始爱你了 西洋 我不想说会一辈子对你好 但你可以一直看着我 一辈子看着我 若我偏差 你再拨证 别轻易放弃 好 小小快醒醒 今天是你成婚的大日子 可不能再睡了 摄政王阿基亲 大概是什么时辰 应该快了吧 等我去弄点吃的去 啊 干嘛 澄清重要 吃饭更重要 王妃 这是给你准备的公策 你先学学 晚上用得上 什么公策 咱们也不好意思 跟你谈那些害臊的东西 这些压箱底的东西 趁着这点时间 你看一看 学一学 啊 我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多谢神婆 不过这些也不用了 我以摄政王呢 也不是什么秘密 话可不能这么说 王妃还是学一学 这男人啊 心思总是也的 咱们都是过来人了 我知道啊 男人白天喜欢贤妻 晚上喜欢浪语 这 这 神婆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 放心吧 我背负着西家满门的兴衰 知道要如何与摄政王相处的 拿回去吧 这些书我用不上了 是 王爷 可以出发去丞相府接心了 我今日又演一指条 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王爷 基于是大喜之日 您不必太过紧张 东西都备妥了吗 水里有移落 美官都已经检查过了 反卫呢 属下亲自复盘过的 亲娘那边再多天四个人 是 出发 岳祖父啊 岳父大人 小区有理由 还请摄政王稍后 紫妍已经去请王妃了 摄政王已经到门外了 总算来了 结婚真累啊 不能耽误及时 把带头盖上吧 我来背杨妹出去 夕阳 以后去了婆家 我可就要尊称 你为王妃了 杨妹 二哥舍不得你 丞相府距离摄政王府不远 杨妹又想家人了 出门走几步就回来了 杨妹 虽然你是嫁入皇家 是咱们西家够喷 你并没有不如人的地方 去了婆家 也不用地没水也 低声响气 若婆家人带你好 你千辈公事没问题 可若他们欺怜你 你不用可见 尽管维护自能 大不了 大哥怎么把你送出家门的 到时候又怎么把你领回来便是 大哥 你这话是很好听 可 那可是皇家呀 都听大哥的 不过不用担心 谁欺负得了我呀 只你自身本事 但作为长兄 谈爱自己的妹妹 是天经地义的 好了杨妹 我们出发吧 阳老主这是何意 本座若是一直拦着 你能背着西洋 跟本座耗多久 阳老主若没有什么 火烧眉毛的事 还请让一样 我耽误几时 做本座非要拦着 你们当如何 不如何 不如何的意思是 根本坐在这里继续杠着 颜沛 你还没有给我添妆礼呢 赶紧拿出来 准备了 但不在这儿 你跟我去隔壁院子 我拿给你呀 新娘子脚不沾地到婆家 是为托个吉利 颜沛 你总不至于这么恶毒 连这么一点美好祝愿 都不愿意得我吧 给你添妆的 不拦你了 大公子 还是先把小姐送出去吧 可不能耽误及时 这东西 先帮我拿着 一会儿上花叫了 我再看 大哥 本王来引新娘子过门了 魏父 我们西家的明珠 从今日起 便成为你的妻子了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你能真知 爱知 重知 我家杨妹性子骄傲 脾气也不大好 还请多多提 老哥放心 你们的明珠 到了本王这里 不会蒙尘 只会更璀璨夺目 将心灭复一定能做到 一拜天地 高堂在上 立此书为证 两性联姻 一堂地约 良缘永结 匹配同衬 看此日桃花灼灼 一世一家 补他年瓜蝶绵绵 耳娼耳斥 仅以白头之约 书向红尖 好将红叶之盟 再鸣冤不 此证